安丽芙一边哼着小曲回老安家,一边盘算着,今晚怎么动手? 叔,到哪儿鬼混去了?一身的脂粉味,是不是喝花酒去了?说呀! 你哪儿来的银子喝花酒?是不是藏银子了?拿出来! 小月,你真是爽快人,人家帮短工都是干完了活才结算,你却当天给结算。 三才树,我这是第一次雇人帮忙,也想做点口碑,下次如果制药量比较大,想请大家来,大家也会愿意。 如果规模扩大了,想雇更多的人,有你们帮着我宣传,以后我请人也容易,更何况,你们六位做事情特别靠谱,我也要让你们安心,不用害怕我拖欠你们工钱。 再有一个上午,就能全部捣完了,不过,我觉得还是按一天给工钱吧,毕竟,当时说的是两天时间, 不能因为人家干活麻利,就可口半天哪。 爹,放心吧,我也是这样想的,而且,明天上午就算活干完了,中午该包饭还是要包,您是跟我想一块儿去了。 对了爹,今天晚上我在制药室守着,我怕有人来搞破坏。 这倒也是,确实该守着,不过,还是爹守着吧,你好好睡觉,后面呢,你还要做药丸子,还辛苦着呢。 爹,我晚上也可以把已经捣碎的药材整理一下,做一些前期工作,如果您担心的话,晚上睡觉灵醒一些,万一我喊人,您就到院子来吼一嗓子,就能把恶人吓跑。 安晓月是个工作狂,做起药丸子来,似乎就忘了时间,一直到了大半夜,还精神头特别好。 突然,安晓月听到很轻的脚步声,她知道,搞破坏的人来了。 安晓月连忙钻到了制药室的长桌下面,她要把安利福给放进来。 安晓月,你够狡猾的呀,弄个小煤油灯,就想骗人。 安利福得意一笑,只是,当安利福拎着一木桶的荷杀进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把荷杀跟药粉子混在一起,就已经被突然从桌子底下窜出来的安晓月,一拳头给打翻在地。 哎哟,哎哟,疼死我了,要杀人了。 这是你自己喊的,那就没办法牺牲宁人了。 安利福第一个冲过来,看见安利福已经被安晓月拿麻绳给捆住了,地上撒着荷杀,木桶也滚到了门边。 老三,你,你竟然…… 老二,你快放了我,否则咱爹知道你们这样对我,肯定拿荆条子抽你。 爹,去请礼政来吧,明天一早我要去镇子上,状告此人深夜入室,意图毁坏他人财物。 虽然被我成功阻止,算是犯罪未遂,不可能判重罪,砍头流放是不可能,坐牢也不至于,但肯定会被打几十板子,以尽效尤。 我,我,我什么都没干呢。 三叔,不是你不想干,而是我及时阻止了你,否则,你就把那些荷杀都混在我的药材粉末里面了。 不管咋说,你们都没有损失啊,何必抓着我不放呢,咱,咱们是一家人呢。 如果你得手了,我这儿所有的药材就都毁了,不仅没法子赚钱,还要给人家赔钱。 这后果对于我们二方而言,非常严重,所以,这事儿不可能轻易算了,我一定会报官处理。 爹,去通知李正吧,我们要报官,如果直接越过李正,就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小月,你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好,我跟你认错,今天是我朱佑蒙了心,见不得你们好,才想来破坏的,我错了,成不成? 而安小月则是笑而不语,就看着安丽夫。 我都认错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小月,三叔知道错了,这次的事情就别闹大了,等你原风哥当了官,到时候三叔肯定帮着你们。 原风哥的富贵,我们指望不上,我最在乎的就是眼下制药赚银子,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而你竟然恶意破坏,还想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就算了,上次那顿板子,似乎是没有让三叔学乖啊。 小月,那你说怎么办,只要不报官就成,咱们一家人,这事就死了了吧。 好,说说吧,是谁让三叔往我要材里混合杀的? 这,这事没人让我做,是我自己要做的。 三叔,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把人招供出来,并且听我的安排做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你今天做的事情。 但如果你不说,偏要替人家遮掩,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可没有耐心一直审问你,我会把你交给大老爷去审问,反正嘴硬的人都要受点皮肉之苦。 小月,你就别为难三叔了,成不成? 啊,我已经困了,没时间耗着,还是跟李正打个招呼,明天去官府解决吧。 别,别啊,我说,我,我什么都说,我说。 三叔果然是实时务,那就说说看吧。 是许世杰,济安药铺的老板许世杰。 果然啊,为什么要你这样做? 他说你不把药丸子卖给他,就让我毁了你的药材,让你跟宝生药铺谈崩。 到时候,宝生药铺要你赔偿损坏药材的银子,你拿不出来,他会出面帮你的忙。 你欠了他的人情,肯定跟他做生意,他就想要你的药丸子,还想学你的手艺。 安利福全都给招了,他虽然害怕许世杰报复,也舍不得花满楼的姑娘, 但却更怕被大老爷打板子。 小月,我都招供了,你就放了我吧,我真的把知道的全都说了。 三叔既然全都招了,那我自然不会送你去官府挨板子了,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 是啊,是是是。 不过,我需要三叔替我做件事情。 你,你要我做什么呀,我,我都招了呀。 如果我让你报官,说许世杰缩使你破坏我的药材,你愿意吗? 你只去说,你没有这样做,只是检举他就好。 不,不可以呀,小月,你饶了你三叔吧。 那许世杰知道我没有把事情办成,还把他给供出来了,本就要收拾我了,还要去报官。 这事儿又不可能让他抄家灭族,他肯定会报复我的。 他养了十几个打手,说不定下手比大老爷打板子还要狠呢。 那就在我给宝生药铺交货的时候,给我做个证,告诉他们的人,就说既然药铺意图破坏。 你的药丸子都做成了,银子都能赚到手了,何苦为难你三叔呢? 这事儿如果让许世杰知道了,你三叔麻烦大了。 三叔,我让你报官,你不愿意。 我让你跟宝生药铺的人说一声,你还是不愿意。 那你愿意什么?你觉得你现在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本吗? 小月牙,前两个要求是在为难三叔了,你说吧,三叔还能为你做什么?三叔一定照办。 好,三叔痛快,我爹中伤的时候,大房对我们有恩,这一点三叔应该知道。 而且我们二房跟大房一项关系不错,现在我们分出来了,大房却还在老安家。 我要三叔做的事情很简单,保护大房一家子。 保护大房一家子? 这,怎么保护啊? 三叔是聪明人,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吧? 如果三叔想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我会觉得,三叔根本没有诚意跟我私聊今天的事情。 如果三叔说出怎么保护大房,而且还能让我满意,我立马放你离开。 如果家里不让他们吃饭,我就帮人说几句,如果家里要打他们,我也帮忙拦着。 反,反正就是尽可能帮着大房一家子了。 嗯,我再补充一下吧,除了保护他们不要挨打,不要挨饿,还要叮嘱三婶不许主动挑事。 如果老安家要欺负大房,事态控制不了,你必须第一时间过来给我报信。 三叔,你能做到吗? 能,一定能,这事容易。 我希望三叔可以说话算数,如此便可相安无事,但如果三叔言而无信,做不到今天所说的这些,那么我安晓月,也有收拾你的手段。 比如,我可以找许诗杰,给她一些药丸子,让她安排打手教训你,你跟她打过交道,应该了解她这个人。 当利益摆在眼前,她是选择保你,还是选择揍你,你自己掂量着吧,我的话说完了,三叔可以走了。 是,是,我一定做到,一定做到。 阿利福连连点头,一边说着,一边跌跌撞撞地离开。 大半夜的惊动各位,实在是抱歉,事情已经摆平了,就各自回家歇着吧,明天大家都有事情忙呢。 小月,安老三看你做药赚钱就眼红,还联合外人整你,你就这么算了? 要我说呀,还是该跟李正说一声,送去官府衙门。 就是啊,老安家对你们做那些恶心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人家小月是心善,听说小月他爹中伤的时候,大方把自己陪家手势拿出来帮忙,这份情谊不能忘,找个安老三保护着也是还人情。 各位都是为小月着想,各位的好意小月心领了,只是这事就告一段落,还请各位不要再议论,这大晚上的,就都回去歇着吧。 小月姑娘,你这药做得真是好啊,绝对是上等货。 陈老板要检查好药丸子的数量和质量才是,交货之后,我可就该不负责喽。 好好好,我再验看一下啊,小月姑娘真是诚信之人啊,两百瓶全部查验过,全是精品货。 请小月姑娘恕我一一验看之过,这也是我做药材生意多年来的习惯。 年轻的时候,被骗得几乎倾家荡产,一招被蛇咬,十年怕紧绳啊。 无妨无妨,陈老板谨慎一些是应该的,做药材生意本就该谨慎。 一旦有个疏忽大意,让病人吃了假药,那就是变相害人性命了。 小月姑娘,咱们说好的,药丸子交货,立马复现。 你查验一下银票,咱们今天就是银货两期。 没问题,银票我收下了,这次的合作很愉快。 既然这次的合作很愉快,我想请小月姑娘再多做一些药丸子,可好啊。 这治疗发热伤风的药丸子有两百瓶,足够卖一阵子了吧,我想可以做些别的,比如治疗跑肚拉西的,或者是帮女人调理身体的。 甚好,甚好啊,修凉了,有人还贪吃粮食,总会跑肚拉西,女人用的药呢,更是好卖的。 得子,取东西过来。 小月姑娘,咱们合作得如此之好,也知道你爹受伤,还未能痊愈。 这是一只上好的灵芝,送给你爹补补身子。 这太贵重了。 我陈大夫教你这个朋友,这不算什么,更何况你给我供货,给你送点东西,也是生意场的规矩。 那就多谢陈老板了,陈老板让伙计拿了笔墨纸验过来,是要我写需要的材料了吧。 小月姑娘还真是冰雪聪明,确实如此啊,你现在写下来,下午我就让人把药材送过来。 咱们呢,还是定五天交一次货,可好啊。 甚好。 安小月写了药材清单,陈大夫表示都有现货,下午送来没问题。 两人又约定了价钱,还是一瓶药给安小月一两银子,五天后交货二百平。 娘,现在咱们没有外债,有房有地,赚来的第一笔银子,咱们要用来改善全家的生活。 先给全家美人做几身衣裳,再多买些米面凉油和猪肉鱼肉什么的。 别省着银子,你也看见了,今天又跟陈老板谈妥了下一笔生意,以后咱们家的银子会源源不断地赚的。 那成,下午娘就去镇子上,给咱们一家买吃的穿的。 娘,如果镇子上有靠谱的大狗,也可以买回来。 我觉得等小狗长大,时间太长了,我们家急需一条中犬,我还想要个香姨子。 娘都记下了。 姐,小弟,你们想要什么,快跟娘说啊,娘下午就给咱们买了。 我想吃包子,就是大大的肉包,我特别想吃。 娘,我还想要一点粗布和针线,我想学刺绣。 娘,如果买了包子,就没钱买狗了,那就先买狗吧,下次我再吃肉包子。 反正家里现在也没有药材要守着,不如咱们一家子一起去镇子上,看中了什么就买回来。 要不就不做商务饭了,花个几两银子,咱们下馆子搓一顿去,就当是庆祝咱们第一笔生意成功。 也算是犒劳咱们大家这几天的轮流职业的辛苦,反正现在咱家有牛车,去镇子上也快。 嗯,好,我们就去上次那个馆子。 行,大家都辛苦了,这银子呢,又是小月赚回来的,小月提议去,咱们就去,我去趟牛车,咱们这会儿就走。 那咱们今天就可着劲地买东西,喜欢的,需要的,咱们都买。 我说过,咱们以后顿顿有肉吃,人人每天吃鸡蛋。 你这是找安老二? 我找安小月。 不在家,你来的不是时候。 他什么时候回来? 哦,说是一家人去镇子上,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但估摸着天黑之前肯定要回来吧,从不能在外面过夜吧。 三爷醋眉,随即跃上马背,急之而去。 这是个什么人呢,穿得人无人流的,像个城里的富贵人,说话做事,没头没脑的。 知道安小月在哪吗? 三爷,您来了,这小月姑娘没来衙门呢,说不定在白沙村呢。 他来镇子上了,就安排牙医去找。 大老爷见三爷不说话了,便是主动把那日安小月打官司的事情说出来了,想这么表现。 就只轻判了打板子啊? 由于小月姑娘太聪明,什么事情都防范着,老安家没能得手,也就没有对小月姑娘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也就只能…… 三爷,是我判轻了,我马上重判。 不必了,我来处理。 大老爷,小月姑娘找着了,在乡客栏门口,一家人刚下牛车,像是准备要去吃饭了。 大老爷刚做出一个坐一的动作,话还没有说出来呢,三爷已经一阵风势地离开了。 师爷,您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说三爷要报救命之恩,上次已经给了银子,难不成是看上那个村鸭了? 可那个女娃子也才十一二十岁的模样,身子骨头还没长开呢呀。 大老爷,三爷是经理的大人物,他的事情咱们不用去细想为什么,咱们只要知道一点就够了。 那就是啊,三爷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很在意这个安小月。 所以? 安小月是白沙村的,在咱们的管辖范围内,我们多关照他几分,对于大老爷而言,不过就是举手之劳而已。 三爷,这么巧,你也来这儿吃饭吗? 不巧,我是特意过来找你的。 找我?三爷有什么事儿炫我做? 听说你能够做出一种药丸子,伤风发热的人吃下去,效果很好。 而且,还能够省去繁杂的煎药过程,每次用水送服即可。 此药,适合军中将士,我需要大量采购。 不好意思啊,三爷,那药丸子刚做出来二百瓶,今天全都卖给了镇子上的保生药铺,那是他们老板预定的。 所以,我现在是一瓶都没有了,如果您急需,可以去保生药铺采买。 嗯。 三爷,吃饭了没? 要不,坐下来一起吃啊? 不必。 三爷说完,转身就走。 三爷身材健壮,把店小二撞得做了个屁堆。 店小二爬起来就道歉。 客官,对不住,对不住了。 是我撞了你,那桌的饭菜我请了,剩下的,打赏你。 那位爷给的银子太多,您还要点什么? 不必了,点多也吃不完。 只麻烦小二哥帮我们催催菜便是。 我们没吃午饭,一家人都饿了。 是是是,我这就去催。 小月,那人是谁啊? 说话做事都怪怪的,该不会是什么坏人吧? 娘,那个人就是给了我二百两诊费的人。 我帮他解过蛇毒,算是救过他一命。 他是经历富贵人家,所以给的诊费比较多。 娘,你别担心,那人不是坏人,只是性格怪了点。 啊,原来是这样啊,只要别招惹了是非就好。 而与此同时,咱也已经找到了宝生药铺的陈大福,直接花四百两银子,把还没有来得及卸车的二百瓶药丸子一起买了。 陈大福也是乐开了花,他万万没想到啊,安小月的药丸子这么好卖,他只是提供药材原料,这一转手就净赚了一百多两银子。 十二个时辰之内,把药送到京城,齐将军府。 是,是,我一定准时送到,用不到十二个时辰,我这会儿啊,就安排伙计出发,天黑钱就送到了。 三爷应了一声,又策马离开,没有一句多的话。 离宝生药铺不远的地方,就是寄安药铺,许世杰一直看着陈大福做交易,恨得牙痒痒了,他没想到,那安利福门口打包票,却把事情给绊砸了。 他前天得到消息,便安排人去收拾安利福,却不料,安利福跑了。 三爷策马赶去白沙村老安家,这是他今天第二次去白沙村了,但他却没有让安晓月知道此事的意思,即便他想说,也没有说这么闲话的习惯。 他此时就一个念头,银票是他给的,却害得安晓月差点被扣上一个偷盗的罪名,这是他的责任,他必须去料理那些恶人。 三爷到了老安家,找不见安利福,连老安家的人也不知道安利福去了什么地方,他看在他们是妇孺的份上,指挥着马鞭折打了他们一顿,便策马离开了。 安利福,算你走运,三个月后我会回来,到时候我们再清算这笔账。 马氏和沈氏全身都在痛,想报官却不知道对方是谁,更不可能把人给抓住送去官府,怕是也就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了。 那人哪,可能是来找安晓月的,我男人今天也看见个骑马的怪脾气富贵人,说是要找安晓月。 安晓月,又是你。 三才鼠,看见你真是正好呀,我今天又接了一批活,明天后天还需要你们来帮忙。 帮工没问题,我是特意来村口等你们的。 出啥事了? 老安家一家子都在你们家院子等着呢,说是你买凶打人,要找你讨个说法。 李正也去了,还说要抓你去官府呢。 真是笑话呀,还晓月无语,她是不知道今天三爷来给她报仇的事情。 晓月,要不你找个地方躲一躲。 三才鼠,谢谢你来给我报信,不过我安晓月可不是怕事的人,放心吧,我能应付得了。 老安家要找你麻烦晓月,你小心着点,不过这会儿他们自己又闹起来了。 你们三方到底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掏空了家里银子,把原封也教得能当官儿了? 你们就像拍拍屁股,一家子都走了,不管我们老安家了。 哎呀,娘,我没有这个意思。 原封和小凤去了南洋,老三偷了我的镯子也跑了,你现在说要回娘家,你这不是要把我们老安家给甩了吗?你当我傻啊? 娘,一定不能放她走,她如果走了,就不回来了。 咱们这么多年省吃俭用的供占原封,不能到最后要想富贵了,他们三方都跑了,这跟分家有什么区别啊? 你压得放的什么狗屁啊,我们三方就不是那种人。 老三背着我逛瑶子喝花酒,还偷了我的首饰,现在一声不响地跑了,家里人也不去找。 我今天莫名其妙挨鞭子,我就想回娘家住几天,顺顺心里憋得这口气,我有什么错呀? 难道你从来不回娘家?老四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别胡来给我头上扣屎盆子,否则我跟你没完。 要吵架回你们老安家吵去,别在我们院子里吵架,别把我家里面下蛋的鸡给惊着了。 安小玉,你回来得正好,说,是不是你找人来打我们? 并没有。 李正,她在扯黄,分明就是她看我们老安家不顺眼,总想在我们家挑事情。 以我的身手,如果想揍你们,还需要去找人帮忙吗?真是笑话。 李正,我们家虽然最近赚了点小钱,但终究不是富裕人家,顾人帮工倒是可以, 但绝不会顾人去打架,因为老安家不值得我花这些钱。 那我们被打伤算什么? 那个骑马的富贵年轻人肯定就是你找来的,甲冬可以作证,那个打我们的人跟你认识,还特意来找你。 小玉,你们走后不久,就有个骑马的年轻人来找你,看上去挺富贵的,一身电缆锦袍,都是丝绸的,就是看起来挺怕人的。 我倒是没看见他打人,只是我媳妇路过老安家,看见打老安家的那人,跟我之前跟他说那人差不多打扮,我媳妇嘴快就跟老安家说了,只猜。 唉小玉倒是猜出来了,那应该就是三爷,只是这三爷找他买药丸子而已,为什么要去打老安家的人呢?这不合道理啊。 甲叔只看见了来找我的人,婶子只看见了打人的人,凭什么赖在我头上? 即使这二者就是一个人,凭什么说是我指使的? 证据呢?没有证据就别在我面前胡说八道,这叫污告,污告是要打板子的。 就是你,你买凶打人,你存心报复我们。 马氏说着,拿着鞋底子就要抽唉小玉,唉小玉北想亲自出手撂倒马氏。 两个差异不知道什么时候进了院子,抢先一步把马氏给绊倒了。 两位官爷到白沙村来,不知有何会干呢?小老二是白沙村李正,听后吩咐。 例行巡视,查看各村治安状况,看看是否有刁民,作乱闹事。 呃,两位官爷辛苦了,不如去我家里喝口茶,歇歇脚吧。 喝什么茶呀?没看见光天患日之下,有刁腹作乱吗? 李正暗教不好,这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呀,怎么就让这例行巡视的差异,看见老安家这档子事了呢? 这个雕妇,我们带回衙门,亲自交由大老爷发落。 官爷,冤枉啊,弥妇冤枉啊,该抓的人是那个安小玉呀。 你跑到安小玉的院子里来,还扬起鞋底子要打人,气焰嚣张,还敢喊冤? 是他鼓了个人,把我和我三媳妇都给打了。 不言乱语,这魂话,如果让大老爷听见了,定要打你的板子。 你说打你的人骑了高头大马,衣衫鲜良,一看就是有钱人。 有钱人能够被安小玉,一个村里小丫头使唤吗? 怕是安小玉倾家荡产,也顾不起这样打扮的人。 李正这时候也回过味儿来,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 安小玉就算日子有起色了,也不至于能雇一个富贵公子来帮他打人。 怕又是老安家在挑事情,他竟然也跟着过来了。 早知道,就该把老安家这些人提前都从安小玉的院子里轰走。 免得被关老爷看见这些,影响了他在白沙村的政绩。 是他们说的,这事都是姓甲的夫妻俩胡周出来的,不关我的事啊。 嘿,你可不要乱咬人啊。 人家安小玉进院子,姓甲的就说得很清楚了,他们夫妻俩一个只看见了有人找安小玉,另一个只看见了打人。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猜测的,关人家邻居什么事。 走,到衙门再去说吧。 这时候,宝生药铺的伙计来了,也在门口卸车,把药材给搬进来。 小玉姑娘,今天来晚了,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我们明天才开始导药,你若是来早了,我们还不在家呢。 小玉姑娘,你都不知道,今天把你那两百瓶药丸子拉回镇上,还没有来得及卸车呢,就被京里的大人物给包园了,马车直接去京里送货,另外的马车又去三河村收药材了。 这才过来晚了,我们东家可是乐坏了呀,让我们来送药材的时候啊,看见你家有什么粗活累活,都帮着干。 小哥客气了,你们把药材给我送来就可以了,我家人多,就算有点活,很快就做完了。 那我可以帮着你倒药啊,听说你们还有雇人呢,人手肯定不够。 我们老板说了,让我帮着点,给你干活,也不收你工钱。 哀小月笑而不语,她意识到,陈大福应该是做不出跟她一模一样的药丸子,所以派了这个看上去很机灵的伙计来偷师学艺了。 哀小月终究是客客气气的把那想来帮忙的伙计给打发走了。 虽然,即使那伙计每天帮忙倒药,也不可能学到她的手艺,但她还是不想找这个麻烦。 小月啊,你说今天这官爷看见你奶在你们院子里闹,回禀了大老爷,岂不是觉得我李淑德这个李正不称职啊,连个白沙村都管不好。 李正,您别担心,大老爷日理万机的,哪里会管村子里雕夫闹事啊。 再说了,上次在公堂之上,大老爷就打过她了,知道她的秉性,这是突发事件,也怨不得你。 这大老爷,当真不会怪罪于我吗?今天想请那两位官爷吃盏茶,人家都不理呢。 当真,李正,这会儿过来找您不是什么大事,就想问问您,您家的狗下个月就生宰了,到时候能不能卖我们两只小狗仔。 哦,原来你们是想买狗啊,不早说。 李正放心,没打架,没闹事,您肯定烦死我们了吧。 哼,你呀你,我知道,每次都不是你条事,可每次的事都有你,让我省省心吧。 是,我一定努力让李正省心。 哎,我看你们今天不是买了一条大狼狗吗?那品种比我家狗好多了,咋还要买呢? 多养几条狗总是好的,否则谁想进我们院子,一伸腿就进去了,多几条狗也能帮忙看家嘛。 就好比今天,如果院子里多几条狗,谁敢趁我们不在家就进院子啊。 这倒也是啊,所以我家也养了好几条狗。 再说了,从小养大的狗,跟主人更熟络。 李正,您家的狗崽子一条卖多少银钱,我们想要一公一母,能行吗? 能啊,这狗崽子还没人来要呢。 你们先来了,那我就按照往年的价钱,一个崽子二两银子。 你可别想贵啊,我的狗可是好品种,不信呢,我带你去后院看看。 李正家的狗自然是最好的,原生看见过,说特别喜欢呢。 那咱就说定了,等那狗生了,我们就带着银子来拿小狗崽了。 两条,一共四两银子,我先付给您一两定钱,拿狗的时候再付清剩下的。 您可一定要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哦。 自然给你们最好的,这定银都收了,我李淑德肯定会讲信用,你们就放心好了。 搞定了狗崽子的事情,安小月和安丽。 等回家,却在回家路上碰见了安丽贵。 老二,爹找你呢,让你去家里一趟。 爹,咱们就去一趟吧,我陪你一起。 你不行,你爷说了,只让你爹一个人去,尤其不让你去。 四叔,难不成爷怕我这个孙女啊? 四叔,你信不信?我若是不去,爷想办的事就办不成。 我不管这么多,反正你不能去。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去了。 回头就算你来求我,我也不去。 谁求你个丫头骗子啊? 爹,您找我。 嗯,坐下吧。 爹,您有啥事就直说吧。 老二啊,虽说你们是分出去,担过了,但好歹你也姓安娜。 跟老安家,那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 老安家眼下有困难了,你如果能帮衬,还是要帮衬一把才是。 你娘今天被官差给抓走了,我让老四去镇子上打听了一下,说是关在了衙门大牢了。 你大姐也帮不上忙,毕竟这是跟官家打交道了,咱家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安诚夜见阿老二还是不说话,干脆把话直接说出来。 这事儿是因为你们二房而起,总是要你们过来想想法子,尽快把人给救出去。 女人家关在大牢里,怕是传出去名声不好,尤其是不能过夜呀。 可我也不认识官府的人呢,再说了,现在天已经黑透了,想救大老爷,人家大老爷也不能升堂啊。 明天如果能救出来,就说今晚就放人了,你娘是在你大姐家住上了一晚,这样也不算坏了名声。 只是明天必须把人给救出来,否则老安家的面子也没地方割呀。 老二,这事儿就靠你了,你来张罗吧。 爹,你,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哪能用这个本事啊? 你虽然不是马师生的,但他好歹把你带大了,还给你娶了媳妇,他现在落难了,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 你这样就是不孝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小家。 那老四在这儿,他还是娘的亲儿子呢,不也是干看着不管吗? 老四是没能耐救人呐。 爹,老四没办法,难道我就有办法了?我也是个乡下粗汉子,这事儿我是真没法子。 小月呀,你爹去了老安家,怎么还不回来呀?会不会出事儿啊?你爹身上的伤还没全好呢? 娘,您放心好了,爷找爹过去,无非就是为了奶的事情,想把奶给救回来。 他想求着爹,自然不会跟爹打起来。 小月,你爹哪有本事从官家救人呐? 我爹救不了奶,但我可以啊。 可惜爷不让我去,他跟爹就算费劲唇舌,也是徒劳无功。 呃,我的意思就是,反正爷不管怎么说,哪怕把嘴巴说干了,爹都帮不了这个忙。 哎,你怎么救啊? 小月,你真有这个本事? 山人自有妙计,反正我有办法。 安小离刚想追问到底是啥办法,安丽本就叫来了。 爹,爷是不是逼你救奶出来啊? 唉,是啊,可我有啥办法呢? 他们就给我扣个不孝顺的帽子,他们说,如果明天你奶回不了家,就不准我心安了。 小月,你有办法吗?你平日里主意最多呀。 爹,二姐刚才说她有办法呢。 办法自然是有,不过,爷都不愿意见我,那我何必劳心费神? 爹,咱们就不理这事儿,该干嘛就干嘛,最多到明日午后,爷一定来求我,因为他别无他选了。 为什么? 为了明省,奶一个晚上不回来,还可以跟村子人解释是官府放人了,晚上在大姑家住,但如果明晚还不回来,怕是就有风言风语了。 奶虽然年纪大了,但毕竟是女人,在大牢里住一晚上,这明省就完了。 爷最在乎面子,他必须要奶明天天黑之前回家。 所以,爷的心理底线就是明天午后,因为那个时候再不去镇子场,就来不及了。 唉,小月,你把你爷的心思都猜到了。 爹,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会把平的。 唉,那你有啥法子? 我去找大老爷,以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肯定能说服大老爷放人。 怎么,爹娘还不信我有这个本事了?今天下午的事情,咱们是苦主,苦主帮着求情,哪有不放人的道理? 信,爹信你啊。 不过,我要跟爷谈条件,他必须答应我的条件,我才会去救奶。 否则,奶一向磕大我们二方,我才不会管他的事情呢。 我要爷答应把大伯一家人分出来当过。 这怕是太难了吧,你爷怎么可能答应呢? 袁峰和小凤去了南阳,你三叔也跑了,不知道去向。 如果大房分出来,老安家不就散了吗? 这不大可能,倒不如跟你爷谈条件,让你爷和你奶对大房好一些,别动不动就打骂,或者不给饭吃。 我总要试试看啊,这是目前谈条件的最佳时机。 为了大伯一家子对我们的好,我也要想办法帮他们争取才行。 而且,安元峰欠下巨额战务的事情,爹娘一直都知道。 如果大房不分出来,以后势必被连累。 唉,是啊。 小月,需要爹做些什么呢? 爹只要不跟爷妥协就好。 好了爹,时候不早了,大家都休息吧。 现在有黑子之夜,也不用咱们轮班了。 小月,救命了,救救我娘。 小梅姐,你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娘怎么了? 爷让四叔把我娘挂到柴房里了,说我娘趁着我爹不在家,趁着男也不在家,救,救。 说我娘白夜里去爬爷的床了。 怎么可能呢? 当然不可能了,我娘昨天一直跟我睡一个康,根本就没有出去过。 就是一大早,也让四叔抓了我娘关柴房,还说要把我娘给进猪笼了。 小月,你平日里主意最多,你帮帮我娘呀,我娘不能被进猪笼。 小月,咱现在就去老安家,这事不能传出去,即使是你爷在故意说假话,但这种事情太严重了,一旦被人说闲话,一搭伯母就没法子活了。 柳言飞语能把他给逼死啊。 我们现在不能去,爷不可能把这种话说出去,他是最要面子的人,这种事情若是传出去了,那丢的是老安家的脸。 可是,我娘她,她就要被爷送去进猪笼了呀,你不能欠死不咎啊。 小月,你就帮着想办法吧,大伯母一向对我们很关照,她有难,我们必须要帮着她才是啊。 姐,我的办法就是咱们完全不理爷,让她自己一个人在老安家闹腾,咱们该干嘛就干嘛,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越是着急,她就越要拿捏我们,到时候就会被她牵着鼻子走。 可是,我娘都要被进猪笼了呀,不让爷拿捏着,又能怎么办呢? 等到午后,午后爷一定会来求我,到时候我就可以跟他谈条件了,现在谁先低头,谁就输了。 爷那个人最在乎面子,他不会去宣扬这事,更不会真的让你娘进猪笼。 他只是为了威胁我,想让我去救奶,我们不能妥协啊,妥协一次,以后他们还会用类似的办法逼迫我们,我们不能开这个口子。 小梅姐,什么都不要管,熬到午后,你娘一定平安无事,不会有任何的流言传出来,相信我,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小月,你们分家了,就想自己好好过日子,就不想管我们了。 挨小月知道,现在解释那么多根本没有用,索性狠下心故意说道。 对,这事儿我不管,不过,我告诉你,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不要到处去嚷嚷。 我看错你了,小月,我真的看错你了。 小月,大伯母和小梅姐对我们不薄,我们不能这样啊。 大姐,你要相信二姐,二姐不会不救大伯母的,她刚才说了,熬到午后就会有法子了。 小月,这事儿可不能冒险啊,大伯母对咱们一向不错,如果实在不行,我就答应你爷,现在就去镇子上把你奶救出来,这样你大伯母就安全了。 爷,您难道也看不出来吗,您是故意的,爷这是在拿大伯母来逼我们啊,如果我们妥协了,现在把奶救出来,那就失去了根爷谈条件的筹码。 虽然这样做可以立马解除大伯母的危机 但是大房一家子依然在老安家的屋檐下 一旦爷和奶对我们有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们不愿意答应 他们就可以再利用大房来威胁我们 今天是冤枉大伯母 下次可能是小梅姐或者大伯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他们只要拿捏住大房一家子 就能牵着我们二房的鼻子走 而且我早先就说了 大房必须尽快也分出来 毕竟有安元峰的债务问题 如果不分出来随时可能被牵连 而且在这半天里大伯母是安全的 爷那么在乎面子的一个人 他一定不会把这种事情拿出去宣扬 他只是吓唬我们而已 我们如果被吓倒了就彻底输了 我明白了小月的意思 我们只能熬半天 不能去过问大嫂的事情 不过问才是救人 如果我们现在心软去了老安家 那就没救了 爷 不愧是爹 谢谢你明白我的意思 虽然我还是担心 但既然小月这么肯定 你们爹也这样说 那咱们就按小月说的熬一个上午吧 嗯 不管小月做什么决定 我相信小月 爹 这法子怕是不成啊 再等等看 过了上午再说 安小月所料不错 吃完上午饭之后 安立贵就过来了 老二 爹找你过去呢 让你带着小月一起过去 成 我这就过去看看 四叔 我忙着呢 导药都来不及 反正 昨儿个爷还不想见我 那就让我爹一个人去吧 安小月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爷找你 你还敢不去 信不信我抽你大嘴巴子 你爹不教训你 我替他教训你 想打我 哼 四叔 你还是在练练吧 老四 我好歹是你二哥 你这一言不合就要打我女儿 这事 我要跟你说说了 还要说个屁呀 分明是那蛮丫头打了我 小月 爹帮你倒药去 安立贵 你敢不听爹的话 四叔 你这是请人去家里 该有的态度吗 我爹好歹是你二哥 你有基本的礼貌吗 我们还真就不去了 横叔我也猜出来是啥事 我们才懒得趟老安家的浑水呢 我们已经分家了 而且你也看到了 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挺红火 没有必要跟你们瞎掺和事情 四叔 你若是再死皮赖脸的在我们家院子胡闹捣乱 影响我们做要的进度 那我只能放黑子来请你离开了 唉 安小月 你给我等着 你可千万别后悔 爹 这法子真是行不通了 二房根本就不在乎大方的死活 只想着自己做要卖钱 过自己的小日子 我去二房那走一趟 我得要看看 那个安小月 是什么个玩意儿 敢跟我叫板 我跟你说的话 你是不是都当成二边疯了 唉呦 轻轻点 轻点 疼 安丽跪被牛氏直接给拎回了房里 没法子 跟着安诚意一起去 娘 也去找二房了 我也去看看 说不定能把您放出来 小梅 别逼着二房帮咱们了 他们过得也不容易 哼 他们二房落难的时候 咱们是拿了首饰给他们 对他们偷心偷肺的 现在我们太上事了 他们甩手不管 这还是人吗 小梅 你别这样说 二房也有他们的难处啊 娘如果这次注定活不了命 你要和你爹好好的 跟你爹说清楚 娘是被冤枉的 娘没有做那事 娘 他们不管你 我不会不管你 我先去看看情形 如果实在不行 咱们就跑吧 我去了 看来你们二房的日子 确实越过越红火了 连茶水都喝上了 家里还随时背着点心 所以你们二房的架子大了 我都请不动你们了 有事都还要亲自过来 爹 您亲自过来 还是为了昨晚的事吗 小月 我带着原生去制药室 不让别人来唐屋这边 你放心处理事情 海小月点点头 有家人的帮忙 她相信 今天的事情可以很顺利 凡是那个不守复道的女人 昨个晚上 竟然爬到我的床上来了 被我给吼出去 所以 你们娘如果不在 这个女人的心 就不安分 没有 我娘没有 爹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昨晚 我跟我娘一直在一起 我可以为我娘证明 死丫头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分 爹 小妹还是个孩子 你 这种恶心的事情 咱老安家 不能纵容 我打算 过回把凡事 紧出笼了 爹 你好歹要考虑一下 大哥的感受吧 我也顾不得你大哥了 谁让他 管不好自己的女人 唉 爹执意如此 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只是这事情闹大了 坏的是咱老安家的名声啊 我知道你们现在 做药材买卖 你担心凡事 那个贱女人的事情 会坏了老安家的名声 影响了你们的生意 所以不想宣扬出去 爹可以理解 你们二方 也不容易 既然如此 凡事这事 也不是不可以 大事化小 我可以当做 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只要老安家的人不说 外人 自然不会知道 自然能够保住 你们做生意的面子 不过 你娘的事情 你必须办好才是 爹 娘的事情 我昨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真是一点法子都没有 您就别逼我了 至于大嫂那事 您要怎么样 我也是无能为力 小月一定有办法 那大老爷认得小月 给小月整肺的贵人 就跟大老爷很熟络 只要小月去说句话 这事就成了 到时候咱们一大家子 皆大欢喜 爹 小月才十二岁 她是个孩子呢 这么大的事 她怎么应付得了 去去去 我不想跟你说 小月 你进来 爷跟你说几句话 爷 我在门口打药都听见了 这些事跟我没关系吧 我只想好好做我的药材 不想管东管西的 你大伯母 平时礼贷你不薄 只要你救了你奶回家 爷 就不追究她的事情了 小月 你答应爷吧 你救救奶 你救了奶 就是救了我娘 我爱小妹会拿你当恩人 一辈子的恩人 小妹姐 这事儿 怕是不好办啊 小月 我求你了 答应爷 求你了 对不起小妹姐 我比你年岁还小 我 我怕是没办法 真的对不起 不 你一定有办法 小月 我求你了 就看在你爹中伤的时候 我跟我娘拿了所有能拿的手势给你们 养了杯肉给你们 你救救我娘吧 小妹姐 我都说过了 你娘的事情我帮不了 再说了 救了你娘 对我们二房有什么好处 只能给我们二房添累赘 如果今天我跟爷妥协了 以后爷会随时拿你娘 或者你来威胁我们二房 到时候 我们就会被爷牵着鼻子走 为了二房的长久考虑 不能开这个先例 否则就会没完没了 小月 你 你太狠了 我真是看走了一眼 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我当时逆刻 你还是原来那个吃傻的小月 至少原来的小月 不会这样自私 小月 你就真的愿意看到 你大伯母被进猪笼 还落个坏名声 二房已经分出来了 即便大伯母名声坏了 那坏名声是属于老安家的 跟我们二房无关 再说了 只要我的药丸子做得好 我们二房 照样过好日子 小月 即使你不在乎你大伯母 那你 也该帮帮爷吧 你是爷的亲孙女 爷求你 帮忙跟大老爷说句话 把你奶奶给救出来 她今天必须回家呀 要我救奶出来 去镇子上一来一回的 耽搁我大半天的时间 而且奶平日里对我又不好 我干嘛要放下药丸子不做 去镇子上救她 为了这种区区小事 就用了我在大老爷那里的人情面子 万一以后探上事了 再要去求大老爷帮忙 人家大老爷该厌放我了 觉得我事多 这可不是划算的买卖 小月 也求你还不成吗 我现在做生意 生意人都是无力不及早的 你要我救奶 总不能上嘴皮碰下嘴皮地 说几句话就了事了吧 直说吧 要我做这事 能给我什么好处 不要说什么放过大伯母的话 我不感兴趣 那你想要什么 说实话 我生意做得不错 我想要的都能自己赚到 一时间还真的想不到啊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哦对了 我是比较缺人手 今天原计划是六个人帮忙倒药 结果老安家闹出这些烦心事 我就少了两个帮手 说起来大伯母和小梅姐干活 手脚利索 确实是好的帮工 那我让他们给你干活 不要工钱 随脚随到 鬼才相信呢 等奶回来又是各种使绊子 到时候 大伯母和小梅姐的工作量 我计划好了 他们又不来 影响了我的制药 交货的日子 药丸子没做好 我还要赔钱呢 那你要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那就怎么办 只要你 把泥奶给救出来 这总可以了吧 我确实是喜欢 大伯母和小梅姐做的活 干净利落 有质量 有数量 要不 爷 这样吧 让大房也分家出来 我跟他们母女俩签长约 反正 我打算最近开个小作坊 专门做药 需要每天有人过来 你签他们母女俩的长约 也不一定要他们分家呀 你大伯在高地主家当长工 没有分家 不也照样做得好好的吗 高地主的长工 是给他们自家做事情 就算有人掉链子 也没人追究他什么 但我不一样 我和药铺子有协议 必须按时交货 爷 我就把话给说白了吧 我信不过老安家 怕你们随时给我使绊子 一会儿让他们母女俩 劈柴做饭之后才能过来 一会儿在我们赶工的时候 让他们去河边洗衣服 毕竟你们是长辈 我们也不能忤逆了 那样不孝顺嘛 所以啊 唯一让我放心用他们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分家出来 以他们的性情 我相信 他们能把活干得漂漂亮亮 绝不会给我扯后腿 爷 我是真的看上他们母女俩干的活 那天你也看见了 连四叔那样的大男人 都比不过大伯母和小梅姐 怎么样 把大房分出来 让我放心地雇佣他们 只要您答应了 我立马就去镇子上 赶在天黑前 把奶给接回来 就说昨晚已经放人了 奶在大姑家借宿 爷 大房一家子分出来 我可以给他们安排活作 他们可以养活自己 所以分家的时候 大房可以不要家里一个童子 也不要房子 不要田地 只带着他们自己的衣衫鞋 物啊 这些个人用品出来就行 你能够做大房的主啊 原生 去高地主那边跑一趟 把大伯给请来 原生来找我 这 这是啥事啊 大伯 我跟爷谈过了 如果你愿意什么都不要 净身出户 可以分家分出来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 什么都不要的意思 你明白吗 不给你分银子 不给你分田地 不给你分房子 你什么都没有 你当真 愿意吗 我愿意 那就成了 请李正来 做个见证 字句签好了 我立马去镇子上救难回来 李正当中接人 大房分家的事情 很快就办妥了 小月 你当真有把握吗 万一救不出来人 回家没法子 跟你爷交代呀 爹放心就是 我有把握 小月姑娘 你来了 是有人要欺负你 你是要找我们大老爷吗 找大老爷是真 不过 倒是没有人赶来欺负我 劳烦小哥 代为通报 这个小哥拿着喝茶 一点心意而已 小月姑娘客气了 银子你收着 这我不能要 我这就去给你通报 小月姑娘啊 这特意来我这府衙 是有什么事情 需要本官效力吗 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 不用客气 多谢大老爷 今天过来 是想求大老爷放了我奶 也就是白沙村 老安家的马氏 本官可是听说 昨日那马氏 故意去你家找你麻烦 你不求本官重罚他 反倒替他求情 本官没有听错吧 如果是有人胁迫你 你只管说出来 本官定然替你做主 大老爷 没有人胁迫我 我按小月也不是那么好威胁的 只是我现在做生意 做一些药材去卖 不想家里有人在大老里 会影响了口碑 而且马氏虽然不是我的亲奶 但我也着急啊 我爷和我们也许了一些承诺 对我而言很是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老爷 能帮我这个忙 原来是这样 放了马氏倒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小月姑娘 你确定要放人吗 是 我确定 还请大老爷成选 小月自然感激不尽 小月没有别的本事 倒是有一身的医术傍身 我倒不是咒你 只是想说 如果今后遇到什么疑难杂症 尽管来找我 相信我 我的医术 绝对不输给镇子上的名医 甚至不输给经理的名医 其实 有个事吧 我还真想求小月姑娘帮帮忙呢 大老爷 但讲无妨 我家小儿子已经三岁了 却还不开口说话 别说镇子上的名医了 经理都跑了无数次了 大夫都说我儿子不是哑巴 但偏偏就是不发声音呢 大老爷 我能看看你儿子吗 王一娘带着他回娘家去了 说是娘家那边有土办法 说不定有效 过两天才能回来 说过小月姑娘能治 等我儿子回来 我带着我儿子去白沙村找你 大老爷日理万机也是忙碌 我可以说个法子 您不妨先安置法子先试试 说过不行了 我五天后 给金安药铺的陈老板交货的时候 跟他的马车一起来镇子上 到时候去看看令公子 好 大老爷连连点头 还招来了师爷 让他记紫谢了 不要到了饭点 就把饭菜送到他跟前 不要算着时辰给他喝水 如果摔倒了 只要不严重 就不要去扶他起来 他无聊的时候 不要给他喜欢的玩具 或者零嘴 为什么呀 那是本官的妖儿 一家子都宠他上天了 大老爷 我相信那么多大夫 都说您儿子不是哑巴 那他肯定不是生理上的疾病 而是心理上的问题 你想想看 他想要什么 都不用自己开口就得到了 又何必受累说话呢 因为他不需要说话呀 你们不要太宠着他了 在保证他安全的前提下 让他委屈一下 他也许 就可以把自己的诉求说出来了 我仔细琢磨着 也是这么个道理 什么都给他安排好了 他不需要开口说话了 我大致明白小月姑娘的意思了 大老爷 您家别的公子和千金 是不是年龄比您的幼子大很多 玩不到一起啊 是啊 我两个儿子都娶亲了 还有一个女儿 今年也十三了 家里就属他最年幼 所以呀 一家人都宠着 这个 有关系吗 给他找几个年龄差不多的玩伴吧 他和小孩子在一起 看见别的小朋友说话了 也会跟着说 如果是实在找不到 养个小动物也行 好 我都照做 那我家妖儿回来后 先这么坐着 等小月姑娘来镇子上的时候 一定来瞧瞧啊 大老爷放心 我一定来 不过 我奶奶事 那妈是故意针对你 要不要多关他几天 杀杀他的锐气 当然 我这是帮你 也是为了你好 你如果想今天就带走他 本官可以立即放人 多谢大老爷关心 小月还是希望 今天能放人 好 去安排一下 立即释放人犯马事 多谢大老爷 美然好戏的东西 你们已经把老娘还成这样了 你们还想做什么 信不信我跟你们拼命 大胆雕夫 是小月姑娘跟大老爷求情 才放了你出来 你竟然恩将仇报 还想责打恩人 看来 我应该回禀大老爷 继续再多关你一阵子才是 是啊 就这种人 放出去也是危害一方 师爷 抱歉了 我奶脾气不大好 请您见谅 这事就不要惊动大老爷了吧 把我奶带回家去 是我跟我爷承诺 我必须要做到 还请师爷成全 小月姑娘 您就是太好心了 这种人你也帮着 毕竟是一家人 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这有什么办法 还望几位帮帮忙 让我把人给带走吧 我们没有为难小月姑娘的意思 既然小月姑娘如此善良 愿意以德抱怨 我等自然无话可说 随即 师爷让两个差役 把已经五花大绑的马士 丢在了安利本的牛车上 这雕夫下手没轻没重的 建议小月姑娘 等回家了再给她解开绳索 免得她路上闹腾 伤了小月姑娘和令尊 多谢师爷 小月告辞 唉 小月 你长本事了呀 爹真是没想到 大老爷竟然能给你面子 对了 你给大老爷说的那个法子 有用吗 只要大老爷照做 应该是有用的 而且 过几天我也会来镇子找 到时候 我亲自看看那药儿就是了 牛车出了茬子口 马士才敢说话 因为衙门的人跟着牛车 一直在护送着 哎呀 小月呀 奶知道是你救了奶 奶不会再打你了 你给奶把绳子解开吧 奶这样很难受 好吧 奶 你不招惹我 我自然也希望您舒服一些 捆着绳子肯定难受 不过 您若是再对我打骂 我安小月也有本事再把你绑起来 甚至再把你送回衙门大牢里 是 是 奶 我救你出来是有条件的 现在大房已经分家出来了 而且是近身出户 不要老安家一分钱 也不要房子和土地 什么 大房分出去了 那以后家里的活谁来干呢 这不成 爹 停车 掉头回镇子上去 把奶送回牢里 坐牢的人 也就不用担心家里干活的问题了 别 别呀 小月 这你们二方分出去了 又是治病又是卖药 你们小日子过得红火不就行了吗 干嘛非要跟老安家过不去呀 没有了你爹打猎换来的银子 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如果再没有了你大伯当长工的银钱 怕是老安家要饿死了 再说了 三房和四房都是懒活 干活也就指望着大房了 小月呀 你就行行好吧 别跟老安家过不去了 奶 我不是征求你的意见 而是通知你而已 爷已经答应了 字句也签了 理正就正 现在大房分家 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而且 大房什么都不要你们的 你就制作吧 我 我 如果您回家后 要因着这事情闹腾 那我们马上回衙门去 如果您接受这个事实 答应以后不找大房的麻烦 当然 也别找我们二房的麻烦 咱们就好好地回家 这事就算是过去了 到底要怎么样 您自己掂量吧 好吧 就让大房分出去 咱回家吧 爹 回家了 好嘞 路上 麻烦似乎又动了心思 对安小月说道 小月呀 你这么有本事 能把奶从牢里救出来 要不你行行好 把你小姑也救出来 她也是倒霉 加给了薛明喜那个倒霉蛋 没有过几天好日子 就被连累的当了官奴 现在人在哪儿都不知道 奶也是日日都在担心你小姑 安小月心说 这马事还真是得寸进尺 小月呀 你刚才说什么 治大老爷家儿子的病 如果治好了 你不要诊废 跟他讨个恩典 让大老爷帮着想想办法 如果你小姑能救回来 奶给你两个鸡蛋 三个 五个 奶 我家现在一院子的老母鸡 不学鸡蛋吃了 你如果救了你小姑出来 等你原封哥考上了大官了 到时候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就算你们分家了 也少不了你那份 奶 原封哥那份荣耀 还是你来享受吧 我安小月不稀罕 安小月 你别不识抬举 等你原封哥当了大官 放了你小姑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到时候 封我和你小姑当搞命 封原行原妄当个小官 你们二方 就是只能看着夜红了 奶 先不说原封哥 当不当的上官 即便是当上了官 也就只是个官而已 您还以为他是皇上啊 想封谁就封谁的 简直是笑话 反正小姑的事情 我是真的无能为力 您如果那么看好原封哥 就等着他以后把小姑解救出来吧 奶 您到底是想回家 还是想回大牢 我当然想回家了 那就给我闭嘴 二姐 娘说今天值得庆祝 咱们吃饺子 猪肉白菜馅的 二姐 你也一起来吧 小月 多亏了你 如果不是你帮忙跟你爷谈 我们大房啊 还不知道要何年何月 才能解脱出来呢 娘 包饺子 别说了 我们也要给他们二房 当长工呢 帮工的时候 还是踏踏实实干活吧 人家也就看上我们干活麻利了 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呢 这孩子是今天吓到了 可能有些磨症了 没事 大伯母 咱们一起包饺子 不管怎么说 能分家出来当过 今天咱们就该好好庆祝 安小月笑着 但心里却隐隐的担心 总算是有这么一天了 咱们的孩子 也能吃成肉下饺子了 是啊 咱们两家 总算是熬出头了呀 等我这个月工庆结算了 有三百个铜板 我就去把赵三才 他家的偏房给租下来 也就不用挤着你们了 到时候 你嫂子还能够绣点花 我们的日子 也能够过得下去 大哥 这花见歪了 原生的屋子腾出来了 你们就安心住下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好兄弟 小梅姐 你都没吃几个 这碗饺子给你 我不饿 安小月知道 安小梅还在因为今天 她说的那些话生气 连忙把饺子碗放在井檐上 也追了出去 小梅姐 我陪你走走吧 不必了 你还是回去吃饺子吧 小梅姐 你误会我了 今天我说的那些难听的话 都是特意说给爷听的 只要那样说 爷才能放你们分家 知道了 小梅姐 请你相信我 好吗 嗯 谢了 可以了吗 小梅姐 如果你觉得我让你们分家出来 只是想让你们替我干活 给我家当长工 我现在就告诉你 要不要来我这里帮工 是你和你们一家人的自由 我绝不会勉强你们分好 在我们二方最困难的时候 你和大伯母拿了首饰和棉被给我们 这份情意 我不会忘记 既然你有救出奶出来的本事 你一大早就可以跟爷谈条件 合乎等到下午 让我娘受了那么久的罪 让我一直担惊受怕 你不过 是想让我们一家子 心甘情愿跟你当长工罢了 安小月拉着安小梅坐在了溪水边 把她的道理都心平气和地说出来 小梅姐 当时就是你太心急了 所以不管我怎么说 你都听不进去 我是为了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你们大方的麻烦 借着这个机会 把你家分出来 才只能用了最狠心 却是最有用的法子 我知道 很多话都伤了你的心 但是 那些话都是故意说给爷听的 而且 当时你很不理智 我只能表现得跟你敌对 不能露出麻将 小梅姐 该说的话 我都说了 你是聪明人 你会理解我 我相信你能理解我 咱们回家吧 否则弟娘担心了 小月 我就说嘛 小梅姐不会生气的 你看看 她把我洗碗的活都给抢了 这几天呢 我去搭伯母那里学刺绣 她也跟我有说有笑的 你就安心吧 嗯 姐 明天又是交货的日子 我会跟着陈老板的马车 去一趟镇子 这几日 你们每天晚上自绣 有没有什么可以顺便拿去卖的 有 我和小梅姐 当时绣得不成样子 只能自己用了 但是大伯母绣的两方帕子 可好看了 那绣出来的梅花 就跟真的一样 这时候 柳氏和凡氏过来 大伯母 听我姐说 您绣了帕子 特别好看 明天我去镇子上 给您看看 能不能卖的换银子 您看成吗 成啊 当然成啊 大伯母 这帕子值多少银钱 我怕卖亏了 我这是用粗棉布绣的 不值钱 两方帕子 应该能卖三百个铜字吧 如果是用丝绸和上好的丝线 卖个二三两都成 那我明天先去试着卖一下 再给大伯母买些好的材料 否则 用粗棉布绣花 白下了大伯母的好手艺 希望明天能卖个好价钱 娘 那么好看的手帕 就真的卖了吗 如果能卖了 咱们就去租 赵三才家的偏房 也不能总是打扰你二叔一家子呀 等咱们攒够了钱呢 也自己盖房子住 好 以后 娘把刺绣的手艺交给我 咱们靠自己 也能过上好日子 白小月打算 明天多买一些 质量好的丝绸和针线回来 算作是支持大房吧 娘 咱们真的可以赚三百个铜板吗 那可是 爹做一个月成功的银钱呢 嗯 娘以前啊 就是做绣娘的 绣出来的东西 应该会有人要 其实啊 虽然是聪明不秀的 但如果能遇到实货的人呢 说不定两条 卖个五百文钱都有可能 娘 二房分家的时候 万家里又是要银子 又是要棚子的 还要了老母鸡和鸡蛋 但咱们分出来 为什么啥都不要啊 我总是觉得吃亏了 唉 能分家出来 已经是最好不过的了 小梅 人又知足啊 这次是小月帮了咱们大忙 以后这样的话呀 可不许当着他们二房说 别含了人家的心呢 娘 不说了 我困了 小月姑娘啊 你的药材特别好买 连经理的大人物都慕名来买呀 上次你的药材呀 我拉回阵子 还没有卸车呢 就被全卖走了 现在那种治疗伤风发热的药丸子 依然缺货 我这次来呀 顺便就按照你原先的方子 又把药材给你带来了 回头啊 你再给我做二百瓶子 还是给你一瓶子一两银子 到时候 咱们饮货两气 成啊 没问题 唉小梅在旁边听着 心里很不是滋味 凭啥唉小月 随随便便做个药丸子 一瓶子赚一两银子 而且 安小梅也是心里不舒服 为啥她娘辛辛苦苦绣花 做出来的帕子 两条才卖几百文钱 而安小月一瓶子药 就能卖一两银子呢 呵呵 这分家出来呀 能自己做点买卖 确实是一种好事啊 这村子里啊 都议论你们 又是买房又是买地的 看来这做药丸子 确实是有银钱赚呢 小月姑娘的药丸子 那可是好东西 一般人想买 那还买不着呢 当然 太穷的人家也吃不起 不过 这东西确实是方便有效啊 陈老板 今天验了货 一定在家吃顿饭 您看您来了 又是送东西 又是送药材的 我现在应急的银钱 都靠在你那里赚来的 如果不是上次赚来二百两 我娘顿顿吃饭 都把肉让给我们 自己个儿舍不得吃呢 小月姑娘客气了 我们这是合作双赢 我就希望咱们这个合作呀 不要仅限于三个月 能够长长久久更好啊 小月姑娘啊 我看你的制药室不大 一次供货也不是特别多 我建议你啊 把后院搭几间房子出来 做成一个小作坊 雇佣几个熟手当长工 可以长期制药啊 如果你的人手不够用 我可以调几个店里的伙计 来给你帮忙 补收你工钱 只是为了你能多给我供货 我这都是简单活 几个熟络的乡情帮衬着 也就差不多了 这村民哪有我店里的伙计 懂药材呀 陈老板说的 他还是希望能安插一两个亲信 来探探安小月的底气 他是太好奇了 为什么他用同样的药材 粘合成的药丸子 跟安小月做出来的 就是不一样呢 真的感谢陈老板的美意了 有村民帮着 人手也就够了 再说了 倒个药也不是啥难事 陈老板 今天你回镇子上的时候 顺路烧上我吧 我去镇子上有些事情 行啊 这有啥的 陈大福在安小月这里 一起吃了顿午饭 小月姑娘啊 你这手艺可以开餐馆了呀 陈老板 您还不好意思留下来用饭 我没有课你吧 乡下的菜不一定比城里的差 您再尝尝那个野菜 那才是养人呢 我小弟去山上挖的 以前我只觉得野菜粗口 现在倒是觉得这东西不一般呢 啊 哈哈 安小梅在不远处 总觉得看安小月不顺眼 凭啥她做个菜都能被人家这样夸赞 而她却只能在厨房登烧火洗碗的丫头 虽然这活是她主动去做的 她也是个闲不下来的人 但终究是心里不舒服 只是安小梅尽可能地压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暴露出来 她只想盼着她娘的手帕能卖三五百个铜子儿 能让他们一家子脱离二房 真正的分家单过 大老爷 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我是来看您家妖儿的 哎哟 我的小月神医啊 我这是备下礼品 要去白沙村筹谢你呢 小月姑娘 我妖儿开口说话了 已经叫我爹了 就是昨晚 她想要吃果子 没人给她拿 她真的就开口要了 如此啊 那就最好不过了 既然小月姑娘来了 那就到我府上 让我好好请你吃顿饭 如果大老爷 能在我吃完饭 把我送回白沙村 我倒是很乐意的 因为晚饭后天都黑了 我怕没有回村的牛车了 这个自然哪 到时候 我派马车送你 再让两个牙医保护你的安全 哦不 本官亲自送你 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小月姑娘 索性这会儿时间还早 能不能帮着小儿 再复查一下啊 那就给令公子 把个平安麦吧 安小月到了大老爷的家里 不仅给那不说话的 小公子把了麦 确定了孩子平安无事 还给大老爷一家子 都把了一遍平安麦 而且安小月恰好 把出了大老爷一个妾室 已经怀了一个多月的身孕 更是让大老爷高兴 把安小月当成了小福星一般 安小月趁机 谈了想在镇子上 盘下铺子开医馆的事情 小月姑娘 你如果开医馆的话 办那些手续都不用担心 不过 我倒是建议你 如果手上有余钱 可以盘下一间铺子来 比如 昔日薛家的药铺子 过一阵子 会由府衙主持公开拍卖 薛家卖假药 是恶不赦 但她的铺子 不管是地段 还是内部的装饰 都是不错的 大老爷 那薛家的铺子 什么时候拍卖 您估摸着 我要准备多少银钱 才能够买下来那件铺面 这都说不准呢 时间上 只能估摸着 要等一两个月 毕竟 是刑部查封的地方 要拍卖了 官府也有些流程 不会太快的 但如果有了准信 我立马安排人去白沙村 知会你一声 至于银钱方面 因为是拍卖 所以价高者得 但也不会超出 市面上的价格 现在的铺子 就薛家其中一间的话 应该在四五百两银子 毕竟 他们要铺比较大 他们在镇子上 有三家 但小月姑娘 不妨先买一家 好 我对这个拍卖挺感兴趣 我会深重考虑 多谢大老爷告知 不过 小月姑娘 最近也可以在镇子上问问 我也可以帮你打听 也不是在一棵树上吊死 如果有别的铺面合适 也可以尽早拿下 货币三家 总是好的呀 嗯 大老爷 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 小月姑娘 但说无妨 如果我在已经买下来的土地上 多盖几间屋子 这个需要官府审批吗 就是我之前买下了王家的房子 我想在后院再盖几间 这个没啥要求 你若是愿意盖 那就盖 只是最好盖完了 来官府报备 有人会专门去你家查验的 以后若是卖房产呢 官府的记录上会多几件 那我故人在家里开小作坊 这个要收税吗 如果是小作坊 也就是自家请几个人来帮忙 倒是不上税也无妨 我们官府对这些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但如果在镇子上盘下铺子开店 就肯定要收税了 不过小月姑娘放心 即便是收税 我们也是按规矩来 不会乱收的 哈哈 小月姑娘在本官的管辖范围内正当经营 本官自然会庇佑着你 晚上大老爷亲自把安小月送回了白沙村家里 还送了许多礼品 这简直是轰动了整个白沙村 大伯母 我问了好几家绣装 最多只给二百文钱 所以我就做主给卖了 二百文也好啊 辛苦小月你了 大伯母 绣装的人都说 您的手艺 如果把花样绣在上好的材料上 至少一两银子一条手帕 我跟静兰绣装的女老板谈过了 她说 用这些材料绣帕子 只要质量不变 不换人绣 她就一两银子一条的收获 有多少要多少 这布料和丝线 她说至少能绣五十条呢 我就做主买回来了 哎呀 这料子可是上好的呢 这么些客肯定花不少银钱了 大伯母不必操心 您知道的 我卖药也赚了些 您对我一项不薄 这些就送给您 大伯母 等您绣好了 我想让您跟我一起去镇子上的静兰绣装 那女老板说了 如果手帕这次供货不错 会给个大货 能赚几十上百两银钱 但我确实不懂行 您可以跟着去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把那活接下来 也可以置办房产和田产了 当时候有了房子 不仅可以靠大伯母刺绣赚银钱 大伯还可以种自家地 不用去当长工了 家里也能养鸡养羊的 日子总是会过好了 娘 您的帕子 指不定卖了多少银钱呢 奶小月送你些料子针线的 其实都是花您赚来的钱 也就是您看不出来 胡说 娘的手帕 确实卖不起价下来 而小月送的那些 少说也值二十两银子呢 你可不要胡周啊 把人家的好心 当了驴肝废 娘说过 以前秀的帕子 买好几两银子呢 挨小月给你谈的 就买一两银子 她肯定是吃了回扣了 或者 那布料和针线 都是绣装送的 就跟挨小月 做药丸子一样 药材都是药铺送的 她不用自己买 可不许这样说呀 小月这样帮衬着咱们 咱们不能忘恩负义 再说了 那一条丝帕 卖三五两银子的事情 那是在经理 经理和镇子上不能比啊 你不要误会了小月 千万 别让人家寒了心 我还寒了心呢 反正 我就觉得挨小月 没有挨什么好心 咱有了这二百文钱 就搬出去住吧 我不想住在他们家里 爹 娘 姐姐弟弟 我决定了 这两天 要在后院盖房子 我要开个制药的小缩坊 雇佣一些长工 等咱们再攒一些银钱 去镇子上买药铺子 我们要自己开店 买药铺子 自己开店 这可不容易啊 所以 咱们一步步的来 先开个小缩坊 供应更多的货 给宝生药铺 赚了银钱之后 再去盘下镇子上的铺子 在镇子上有个落脚点 再买个二进门的院子 以后元生念四熟了 也能方便一些 不过 那些都是后话了 当务至极 是在后院盖房 把小作坊尽快办起来 小月呀 你好歹让你四叔和四婶比赛一下呀 能赢了 就是你的长工 就算赢不了 一人给他们两个童子儿 你也给得起呀 如果实在不成 我也可以参加呀 来 你一家子不合适 我不愿意雇佣 请回吧 如果再要纠缠 大老爷说了 谁惹我 他给我做主 小月呀 你知道的 之前老安家挑事 我一整你的时候 我是没有跟他们一起呀 我还跟你四叔说 让他别找你的晦气 是 这个我心里有数 所以 你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个不是导药的活 比如帮你管管那帮长工 让他们干活的时候不准偷来甩滑什么的 我这里是小作坊 不需要监工 而且 选来的人都是手脚麻利的 最起码都比四婶宁勤快 那我可以帮你们喂鸡傻的呀 做挺简单的活 也给我个长工的银钱就好 喂鸡是原生的事 家里真的没有别的活了 四婶 老安家还一摊子事呢 你还是回家吧 艾晓月几乎每天都会选拔 差不多选购了十二个干活踏实的人之后 安利本负责都造的三间房子也即便弄好了 艾晓月正式宣布 从十一月一日开始 她的制药小作坊正式成立 所有长工开始工作 而这一天 保生药铺的陈大福还亲自送来了贺礼 并且跟艾晓月约定更多的货 晓月姑娘啊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你可以心里有个数 嗯 陈老板直说就是 前两天 我弟弟去南洋进货 看见你三叔安利福了 他跟他儿子就是那个秀才 似乎在街上打架 我弟弟知道我家的药丸子都靠着你 也知道你们都是亲戚 就特别打听了一下子 这事儿怕是有些麻烦呢 是欠债吗 何止是欠债啊 安秀才把他的亲妹子给卖到青楼里去了 安利福过去知道了 跟他儿子当街打了起来 不过后来听说是安秀才给了安利福一些银钱 才算把事情给撂平了 现在那父子俩在南洋吃喝嫖赌的 银子也花得七七八八了 而且我还暗查了一下 这安元丰啊 在镇子上欠的债务也不少啊 没想到安元丰对安晓峰那么狠 那安晓峰据说长得还可以 有几分姿色 现在他接客赚来的钱 不仅要被老宝抽走大头 剩下的也会被他哥和他爹抢走 有些活不下去 死杀了好几次了 我就这么一说 具体的知道的也不太多 我就是想让你防着他们一些 也防着老安家一些 多谢 如果陈老板方便的话 把他们在南洋的地址 透露给基安药铺的许氏杰吧 他和安利福有仇 让他们去狗咬狗 也当给我出口气了 饱生药铺的陈大福走后 受伤的猎户孙大福 又拄着拐过来了 小月 这个陈大福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跟他做买卖 要提防着点啊 孙叔这话怎么说 那家伙跟我套近乎 说他叫大福 我也叫大福 想让我跟他做事情 其实就是让我当奸细 暗地里观察你怎么做要丸子 还要我偷你的配方呢 就他那个奸商德行 竟然跟我一样叫大福 真是晦气死了 就凭名字差不多 就想花几个银子来收买我 他做梦吧 那么 孙叔是拒绝了 我没有拒绝 我是怕我不答应他 他会找别的人 万一人家答应了 岂不是害了你啊 倒不如我先硬下来 再跟你商量个办法对付 多谢孙叔帮我 这事先保密吧 别让其他长工知道了 否则人心惶惶的 都怕被怀疑到自己头上 工作就做不好了 成 我明白 只是这事 您放心 我的秘方不是什么人都偷得走的 而且您今天提醒了我 我自然会更加的小心提防 其实 我也不怕配方和黏制的方法被偷走 因为我还可以研发新药 我的生意垮不了 我的口号就是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那我就放心了 小梅姐 天凉了 洗碗的话 可以烧热水洗 不用冻着手了 不用了 这才十一月 以往都腊月三九了 还在河里洗衣服呢 我一个乡下丫头 没有那么尖贵 安小月想着 自己这会儿没啥事 就帮着安小梅洗 但刚拿起来一个碗 就被安小梅抢走了 你是主子 我是长工 这是我的工作 安小月 把安立柱要当长工的事情 给凡事讲了一下 凡事也没有意见 反正安立柱愿意 她就愿意 小月 你看哪 大伯母绣得真好 我都不敢在好料子上绣 只敢在粗棉布上绣 真希望 以后我也能有大伯母的手艺 能靠刺绣赚钱 也能补贴家里 姐 如果你真心喜欢刺绣 那下回咱们一起去镇子上 看看能不能安排你去绣装 当个学徒 反正 等大伯母绣好了这一批手帕 我也会去陪大伯母 去进来绣装一趟 到时候咱们一起啊 当然 当学徒可能会吃苦 说不定还会受委屈 这个你要想好 我知道当学徒很辛苦 而且学刺绣很熬人 但是小月 如果你有办法 还是邦邦姐 姐真的想学 嗯 那我支持你 是啊 学刺绣啊 特别熬人呢 我当年呢 就是这样熬出来的 小梅喜欢刺绣 就是一时兴起 以前在老安家 不能学的时候 她还想偷偷地学 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学了 她倒是不愿意学了 你可去做粗活都不愿意学刺绣 倒是小梨 有些悟性 也有耐心 是个好苗子 大伯母 如果小梅姐真的不愿意学刺绣 那我就叫她制药吧 前期导药和一些简单的粘制 我可以让长工帮忙做 但一些精细的后期工艺 之前一直都是我亲自做的 秘方也是在这里 但现在规模扩大了 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完 不如就让小梅姐帮我 顺便我教会她 也可以当她的一门手艺了 可是既然有秘方 你交给小梅 这不得好啊 不瞒您说 宝生药铺的陈老板 虽然表面上对我客气 但一直想偷我的技术和秘方 还在背地里 想收买我们雇佣的长工 还有基安药铺 更是背地里耍音招的 所以 别人我都信不过 我姐一心刺绣 我想成全她 让她好好学 原生太小 而且我也希望她多念书 现在 我也就只能靠小梅姐帮我了 那感情好啊 我一定让她帮着你 那些秘方啊 她肯定不会说 我家小梅嘴巴最紧了 这个我能打包票 小梅姐 累了就歇会儿吧 我觉得你如果一直当初 工作杂事 也不是个办法 我还是希望你能学点东西 也是为将来打算 我和你娘刚才聊过了 如果你不太喜欢刺绣的话 可以跟着我学制药 我会把现在我们做的 治疗伤风发热 治疗腹泻和女人补药 这三种药丸子的方法都交给你 我是个粗人 只会做粗活 那些精细的玩意儿 我是做不来的 我嘛 你去干活 舍舍麻利 你不就是看上我这一点了吗 小梅姐 不会可以学 很容易的 对了 你爹也来当长工了 我先让他捣几天药材 熟悉一下最基础的工作 然后你和你弟一起学 最后的药丸子的合成技术 可不是像现在那样 粘在一起就了似的 小梅姐 怎么样啊 帮帮我呗 拜托 拜托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帮帮你 不过 你别嫌我笨啊 怎么会 那很简单的 小梅姐肯定一学就会 嘿呀 小梅姑娘 果然守时啊 既然我们约好了 每三天在这里借一次面 那我就不会不来 怎么样了 这三天的情况怎么样 今天主动要我跟他学制药 会把最后的关键流程和配方都交给我 我推脱了 他还是坚持 我就答应了 从明天开始 我就会跟他学 好 好 真是太好了 你慢慢来 一定要把所有的流程都给记住 还有 他一定加了别的药材 我早就拿到了宝胜药铺 给安小月提供的药材清单 但根本就研制不出来同样功效的药丸子 务必要注意细节 我知道了 你不用教我 我会把怎么做药丸子都给学会 等我学会了 自然会教你 好 痛快 从明天开始 我每晚都跟你在这里见面 你把当天学到的告诉我 我也好 及时的研究 这早一天掌握这门技术 就能够早一天赚钱 等我赚了钱 也少不了小梅姑娘那一份 潮 我不能出来太久 我回去了 否则他们会猜疑我 接下来的日子里 安小月很细心地教导安小梅制药 连带着也教安丽柱 安小月每天带她去半山药采药 教她识别药采 告诉她 在配置药丸子里 除了宝生药铺送来的原材料之外 还要加入山里采来的药材型 可以说是 手把手地指导安小梅 粘制药丸 掌握配比 小梅姑娘 你现在要尽快 学会所有药丸的配置方法 现在安小月有三种药丸子 你才学会了一种啊 五天哪 你学会了一种 安小月很狡猾 她总是说什么 贪都嚼不烂 让我慢慢来 我想 她还是在防着我 不愿意一下子 把所有东西都交给我 反正你已经学了第一种了 可以先拿去卖啊 那你就偷着学呀 比如 她做别的药丸子的时候 你多凑过去 都偷看几眼 如果不把三种药丸子的配置 都学到 我及时把第一种药丸子 给做出来 我也不能卖呀 否则安小月知道了 会更加的防范你 现在 每耽搁一天 你知道少赚多少银子吗 哎呦 我的小姑奶奶呀 你就再想想办法吧 只要你 帮我把那三个配方 全部拿到手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我会尽快想办法 这个给你 只要你把事情办成了 我还会给你更多的 我不要 我并不是为了得到这些 拿着吧 这是你应该得的 早点存够赢钱 你也可以给自己 买房置地 早点搬出你憎恨的人家里 而且 等你把三个配方和公益 都给我拿到了 我会给你更多 许世杰硬塞给安小梅 她是觉得 不给点好处 安小梅不会踏踏实实 给她办事 她心里不放心 但一旦配方和公益到手 她也会把安小梅一脚踢开 一个桶子都不会多出 安小梅最终还是收下了 毕竟 她真的太想买房置地 太想搬出去住了 而且 她太想要超越安小月了 安小月可以致富 她安小梅也可以 立本兄弟啊 咱们也是这么好的交情了 我就直说吧 我们这次过来 就是来提亲的 自从小月夏天的时候 救了我家满财一命 我家满财呢 就心心念念的都是小月 而且跟小月打交道 我们夫妻俩也喜欢这孩子 又聪明又有本事 为人也仗义 我是想着 小月跟我们满财 也是般配 就想着 替满财跟小月提个亲呢 我家小月才十二啊 我们不是要小月 马上嫁到我们高家来 而是说 想先订个亲 等小月十五岁了 咱们再把婚事给办了 你们放心 这婚事 肯定办得风风光光的 其实 我一早就想过来提亲了 只是立本兄弟身上有伤 实在是不合适 所以啊 才拖到了现在 这不 我们把订钱都带来了 三百两银子 算彩礼 还有首饰 布料什么的 我们是诚心替儿子 跟小月提亲的 如果你们有什么要求 可以尽管提出来 高地主 我谢谢你们对我家小月的抬举 你们给的条件都很好 可是 这事吧 我看还是先算了吧 立本兄弟啊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而来啊 再说了 你看看全村 哪家有我们高家的日子 过得好啊 我们给的彩礼 可是比镇子上 取亲还要高呢 而且 如果你们有什么要求 可以随便提啊 只要我们能办得到的 我们肯定会办好 毕竟 我们是真的喜欢小月这孩子 是啊 要不这事 你们再考虑一下 别一下子就回绝了 我们家小月 是个倔脾气 凡事也有主意 怕是我们做不了她的主 而且 小月确实年岁还小 亲事真的不着急 这婚事历来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只要你们觉得满意 小月就算再有主意 她也就是个十二岁的女娃子 她不会不听长辈的 对不住二位了 这事我看还是先算了吧 那这样吧 咱们呢 别把话说死了 回头呢 你们跟小月也说到一二 改天我们再来 好 爹 娘 谈得怎么样啊 心定下来了没 哎呀 怎么样啊 倒是说呀 唉 今天还没有定下来 这事情也没有定 东西我们不能收 立本书 为啥不答应啊 你如果答应了 我爹给你们好多钱 我也好好对小月 我就喜欢她 这 这事 走 回家再说 小月呢 我要去找小月 我要去问问她 小月一定会答应我的 啊 小月不在家 她去镇子上去了 一时半会儿 怕是回不来 真是不好意思了 回家 哼 唉小月 你既然心气高 看不上高甲 那我 还偏偏要撮合你和高甲了 沈老板 您真是爽快人呀 之前您还说 如果我大伯母绣得好 给她一个大伙 您看看 怎么样啊 对了 这个就是我大伯母 姓凡 沈老板 您好 凡大姐 无需多礼 您的绣工 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 有些技巧啊 比我这的绣娘还要强呢 我倒是满欣赏你 小月姑娘上次来 我就提起过 确实有一个大伙 有商人跟我们订了三十六幅屏风 我这里的绣娘都忙不过来了 就想找绣工好的人帮忙 活可以拿回家去做 但质量必须有保证 而且不能弄脏弄坏 要求比较高 我看凡大姐手艺是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 有没有这个时间和条件 和做活的环境 有没有这个条件 当然要看沈老板 开个什么价钱了 不瞒您说 我们现在倒是缺银子 小月姑娘才真是痛快人呢 那我就名人不说暗话 一口价 三百两银子一付 我还有一个月就要交货 看看你们能帮我绣多少 你可别小看这屏风 要求得很惊喜 不如先看看要做什么 再决定吧 我这儿的熟手绣娘 各把个月才能绣出一付来 你如果是一个人绣 我建议只接一付 毕竟赶出来的东西质量会打折扣 质量刺了我不会收获的 但如果你们还有同样手艺的绣娘 多接几付我倒是乐意 毕竟我现在还忙不过来呢 我就一个人怕是只能接一付了 不过沈老板可以放心 这些花样我能绣得出来 我也明白 绣品一定会保护得干干净净 所有材料我们绣装提供 但要预付五十两银子 三十天之内一定要交货给我 否则不仅不能付你们银子 材料费就不退了 我这是开门做生意 肯定也要把丑话说在前头 确定要结活吗 如果没有把握 凡大姐的手艺修帕子给我供货 让我当成赠品给大客户 也散卖一些 我也可以长期要 一两银子一条 一个月少说也可以赚个几十两吧 而且散卖的话材料钱就不多了 沈老板 这活我接 好 那咱们就说定了 只要活做得漂亮 回头三百两的绣品钱 和五十两的材料钱 一并给你们 但如果绣得让我不满意 屏风卖不出去 那就怨不得我了 是 我明白 那就这样了 你们稍等片刻 我这就把材料 给你们准备好 你们带回去就是 沈老板 这是我姐 特别喜欢刺绣 不知道你们绣装要不要学徒 要啊 学徒包吃住 但要干活 杂扫啊 烧饭啊 都是学徒在做 学徒没有工钱 但可以提供刺绣的材料 让学徒去学着绣 学徒的刺绣水平 达到我的要求了 绣出的东西卖了 可以拿到提成 每个月 还有三两到几十两 不等的银钱拿 愿意吗 我愿意 不怕吃苦吗 爹娘能同意吗 我不怕吃苦 我喜欢刺绣 也想学这门手艺 赚钱补贴家里用 而且 我爹娘也答应我了 只要有绣装 愿意要我当学徒 他们也不会反对的 如果你愿意 就过来吧 不过 我还是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做得不好 我会随时让你走 我的绣装不养闲人 即使是不给工钱的学徒 我也不会白给他吃饭 而且 做这一行 需要灵性 没有天分的人 哪怕是绣一辈子 也只能绣出几十个 铜板一条的手帕 一着在这里 倒是耽搁了 但如果有天分 少则半年 多则两三年 就能绣出上千两银子的大物件 沈老板 我愿意试试 我什么时候可以过来 随时 不过 你总要回家 收拾几件换洗的衣衫吧 住处是十几个学徒一间的大通铺 随来随住 那就明天吧 我今晚回家 跟爹娘说一声 再带几件衣服 明日一早就来 沈老板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不给您添麻烦 那我就看你的表现了 本想着今天有了五十两 可以去盘下个屋子住了 再给小梅买布料做冬衣 现在却都换了这些材料了 小月啊 怕是还要在你们家打扰一个月时间了 等着屏风的银钱拿到了 大伯母立马修房子搬家 大伯母 即使要绣屏风 也能抽空给小梅姐做好新衣服 而且 小梅姐的衣服肯定是全村最漂亮的 咱们去逛逛 也给我姐买些生活用品 给原生买树和玩具 还有汤葫芦 哎呀 我们住着你们的 吃着你们的 怎么能让你们再给小梅买布料呢 不成 我还是晚一个月再给她做吧 不惜在这时候 大伯母 就当我借给您成吗 等一个月再做冬衣 那都该下雪了 别把小梅姐给冻坏了 几人在镇子上拽悠 买了不少东西 就打算驾着牛车回去 而路过药铺的时候 也不知道冬家是怎么了 每天都让咱哥几个 去白沙村的后山采药 还不让一大早去 安晓月顿时心头起了疑心 怀疑到了 她最不愿意怀疑的人 如果没有人泄密 金安药铺的许士杰 是不可能去他们村的后山采药的 因为没有那个必要 而且她听得真真的 许士杰不让伙计一大早去采药 难道 是因为她有一大早去采药的习惯 为了不碰上 所以快到神物出门 二姐 你怎么不赶车了 你在发呆吗 走着 咱们回村子了 小月 你爹是没有松口 就说你年岁小 也说你脾气倔 反正没答应她 也没有收他们的东西 但高地主 好像还想再谈这事 还让我们跟你商量 娘 您放心 这事我慢慢处理 反正我才十二岁 我还小呢 小梅姐 药材不够了 今天天气不错 下午咱俩进山去采药吧 我再多教你认几种药材 小月 我今天有些不舒服 不太想上山 我怕是下午也没法子干活了 就要辛苦你和我爹去做药丸子了 小梅姐 你不舒服吗 我给你把把麦吧 我是大夫 如果不舒服 我可以给你治 有病可不能硬扛着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 我也没什么 就是可能昨晚受凉了 我吃了两颗咱们配的药丸子 下午如果能睡一会儿 就能好起来了 我已经吃好了 我先去休息 爱小月叹了口气 心说 这爱小梅还是不大会撒谎 那紧张的样子 她并已经了然于心了 爱小月没有勉强爱小梅 而是让她下午就在屋子里好好休息 她也没有上山 而是在制药室里忙着 各安立柱一起做药丸子 大伯 你可要加把劲啊 小梅姐现在基本会做治疗伤风的药丸子了 而您做的这个 真是还欠点火候啊 这二十多粒都不能药 不过 这些倒是不错 形状和配比都没有问题 唉 小月啊 要不然 还是让我去捣药吧 我是个粗人 这种精细活 怕是做不好啊 那可不行 大伯一定要学会 这是必须的 为啥 为了大伯作为男人的面子 大伯母今天接了个绣活 到时候做好了 工钱 加上退还的材料费 大伯母手上能有三百五十两银子 就能买房置地了 大伯肯定不想被大伯母养着吧 所以大伯必须要有个自己的营生才行 这倒也是 如果被你大伯母养着 大伯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所以啊 大伯要好好学 学会了制药 可以自己也在家里后援开个小做法 那可比给我当工人要赚钱多了 而且 刺绣太妃眼睛和心神 大伯母现在还能绣 以后绣不了的时候 还要指望大伯赚钱养家呀 小梅几年岁也不小了 如果大伯只要赚钱 大伯母刺绣赚钱 也能快速给小梅姐宰下一份丰厚的嫁妆 是不是啊 大伯 所以你一定不可以放弃 再难也要学 再说了 小梅姐都能学得会 你也可以的 好 大伯努力学 小月 你就不怕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吗 大伯 以后我是要看诊治病研发新药的 这些简单的药 你们拿去做就是了 而且 现在做的这个治疗伤风发热的药丸子 工艺是最简单的 药材也是最简单的 怕是就算我想保密 也没法子 让您学这个 不是让您以后就只做这个 而是要就这个先练练手 以后我再教您赚钱的配方 你不要安排人去后山采药了 那些药材又不是买不到 我怕你的人碰见安小月 他会起义心的 山上采的药不要钱啊 能占的便宜 会有什么不占呢 再说了 我让伙计 每天快上午才出门 下午才上山 铁定是碰不上的 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不再跟你说 每天安小月教了我什么 好 都听你的 我不安排人采药了 说吧 今天学到了什么 今天什么都没有学 什么 你是存心整我吧 这都入冬了 大晚上的我骑马 跑村子里来找你 你就告诉我 什么都没有学 你耍我 如果我耍你 我就不会来小溪别了 如果你觉得我存心耍你 以后就不要来了 好 好 有你的 徐世杰直眉瞪眼 但为了后面的配方和工艺 只能又缓和了情绪 哄着安小梅说道 小梅姑娘 我刚才是急了点 我自然是相信你的 那安小月 狡猾得很 你要多费点心思才行 尽快 帮我把那个治疗拉肚的特效药丸子 和给女人调理身子的药丸子 都搞清楚怎么做啊 到时候 等我赚了钱 一定分你一半 那明晚我要来吗 能给我什么新东西吗 后天来吧 后天又是安小月的交过日 交了这批治疗伤风的药丸子 可能才会做新的 我回去了 你也回吧 小梅姐 我会给你回头的机会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汤姐 小月 小月 高满才蹦地过来 我找你老半天了 没想到你一个人坐在小溪边 你在做什么呢 我来陪你啊 反正你以后就是我媳妇了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满才 对不起啊 今天我爹娘拒绝了你家的求亲 而且 这也是我的意思 你这人挺好的 也挺实诚的 但是我们不合适 小月 你害羞了吗 这些话是因为你害羞才说的 对吗 满才 我是说真的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一方面 我年纪小 暂时不打算考虑定亲的事情 另一方面 我一直只是当你是我朋友 没有别的感情 小月 你把定亲信物都给我了 怎么现在这样啊 定亲信物 什么定亲信物啊 我怎么不知道 满才 你是不是糊涂了 才不是呢 你看看 这是纯金的 是你下午我托人带给我的 说是你愿意嫁给我 说金镯子 就是定亲信物 满才 这镯子不是我的 你搞错了 大概是别家姑娘看上你了 所以突然给你送镯子 不是我的 我也没有这东西啊 是你堂姐 安小梅送来给我的 说得明明白白 你答应嫁给我了 你怎么能够反悔呢 你堂姐说你害羞 让我别说出来这事 毕竟姑娘家 托人送定亲信物 不好让大家知道了 我不是有意要这样说的 我只想娶你啊 我着急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哦 他还说 让我明天去山上陪你采药 可以单独说说话 我是等不及了 所以就想见见你 这才满村子的找你 小月 你就别不承认了 我不跟别人说 咱俩偷偷的好 就算你爹娘不答应 我也照样娶你 安小月顿时头大 这安小梅也真是的 他不想跟她撕破脸 还想保存一份姐妹情意 可她却偏偏惹出 这么一档子事 安小月都不知道 怎么上后了 满财 我认真地告诉你一声 可能是小梅姐弄错了 我绝对没有托她 给你什么定情信物 请你相信我 我不是害羞 也不是反悔 而是从来就没有过 现在请你把金镯子交给我 拿回去去还给她 小月 为什么 这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 你怎么能够拿回去呢 你要是喜欢金镯子 我可以给你买更漂亮的 对不起满财 我不该给你动手 金镯子的事情只是一个误会 请你忘了吧 我真的不会答应和你的亲事 为什么 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你可以告诉我呀 我可以改 或者你觉得我给你的彩礼 不让你满意 我可以让我爹 在家呀 我爹也特别希望 我们以后能够成亲 你提任何要求 我爹都会答应的 很抱歉满财 不是财礼的问题 比爹娘今天来提亲 给的财礼已经很丰厚了 比镇子上的还要高 也不是你的问题 你挺好的 只是 我一直当你是我朋友 仅此而已 满财 希望你听我的劝 别一直惦记着我了 我即使到了十五岁 也不会跟你成亲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挨小月说完 就拿着金镯子回家了 高满财在小溪边 死命地扔了几块石头 她不能死皮赖脸地 去追挨小月 但真的是不甘心了 小梅姐 这么晚了 还是回房休息吧 你今天本就不舒服 天气又冷了 别熬着了 这么金贵的东西 还是好好收着吧 别替我拿去送人了 休息吧 没事 现在小月教我做这个 治疗伤风发热的药丸子 太简单了 根本没法子保密 很快就会变成 大家都会做的 她让我拿这个药丸子练手 等练好了之后 教我做能赚钱的 挨小梅此时 心里更是发毛 难道安小月 知道她已经泄密了 所以才说 这个配方没法子保密 可是 如果安小月 什么都发现了 为什么还要 给她留面子 为什么不收拾她呢 小梅姐 你昨晚没有睡好吗 要不要再去歇一会儿 药丸子是做不完的 身体最重要 为什么 小梅姐 这有什么好问的 我二姐关心你呗 你昨天就不舒服 今天脸色也是不好 我们家又不是老安家 不好逼着你干活的 你快回去歇着吧 小梅姐 我们是好姐妹 你好好休息就是 很多事情 不用多想 过去了 就当是过去了 以后我们好好的就行 小梅姐 你快回去睡觉吧 等会儿 我娘把早饭做好了 我再去叫你 不会让你饿着 哦 小梅姐 吃了再睡吧 为什么 因为我当你是姐妹 因为你帮过我 所以我知道你本质不坏 因为你的父母都是好人 这事儿 你知我知 我就倒没发生过 但是 我不会一直选择原谅 我也是有底线的 好自为之 陈老板 这事情我很抱歉 是我的失误 我会负责任 小月姑娘客气了 没想到 你做生意这般诚信 如果换作别人 只说是不知道就了事了 陈老板 既然是我的失误 我今天又特意来找您 自然已经有了 补救的措施 自然不能让您 跟我做生意还亏本 否则 我以后怎么混啊 陈老板提起我 安小月来 怕是就要咬牙切齿了 小月姑娘 真是会说笑话 第一 这辆伤风发热的药丸子 明天我交货最后一批 之后我不再做了 会做另外的药 毕竟我供货不少 市场也趋于饱和了 该出新药了 第二 为了补偿陈老板 我今天会把 如何制作药丸子的 配方和工艺 全部交给陈老板 以后您可以 按照我的方法 自由配置药丸子 如果配置中 有任何问题 可以随时问我 我绝不保留 真的 你愿意教我 自然 我都写好了 陈老板可以试着配一下 如果有问题 随时找我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陈老板 这不算什么宝贝 毕竟这药方子已经外泄 既然药铺已经知道了 并且已经差不多配置成功了 只是 许世杰太贪心了 他为了贪图我别的药丸子的配方和工艺 还在隐藏 没有公然销售罢了 而且 我后期打算为了打压许世杰 我会把这个配方大量散播出去 让只要有一些配药常识的人 都可以把这种药丸子做出来 小叶姑娘 那这个配方工艺 就不算什么宝贝了呀 神人都有 对我没有优势啊 要不 就不要告诉所有人 就我和许世杰知道 两家人脉 也能赚钱呢 陈老板 您仔细看看 我给您的这些配方 不仅是治疗伤风发热的 还有治疗跑度拉锡和女人滋不用的 我既然要补偿您 怎么可能把药线漏出去的配方给您 那岂不是太不上道了 呵 还真是啊 小月姑娘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你把药方子都给我了 我可以独立配药 你怎么赚钱呢 我相信 我研发的新药 陈老板会更加感兴趣 接下来 直到我们约定的三个月期嘛 我给你提供新药 什么新药 我可以配置养荣丸 滋补效果 比之前的滋补女人身子的药效更好 只是成本会贵一些 现在药丸子的名声在外 这个药可以专卖富贵人家 绝对有销路 另外 我打算配置适合冬天的调理气管和咽喉的喉宝 冬天气候干燥 嗓子容易不适 销量想必不错 对对对 我自己就有这破毛病 到了冬天 嗓子就总是不舒服 这药丸子如果做出来了 我自己先吃 那 小月姑娘 你还缺什么药材 开个单子出来 我提前准备着 明天去收货的时候啊 就把药材给你送过去 已经写好了 你呀 成啊 这些东西都有现成的 只是 配置养荣丸的两味药存货不多了 怕是那养荣丸 这次只能配置二十瓶了 没关系 不以稀为贵嘛 养荣丸 你可以卖到二十兰银子一瓶 你的材料成本应该在三两左右 我要十两 你赚七两 至于调理气管呼吸道的药丸子 还是老价钱就是 那治疗伤风发热的药丸子很快会跌价 把手上的存货尽快出手了 虽然这种药可以长期卖 但不是独家了 价钱就提不起来了 也就更卖普通药一般无二 哟 小月姑娘啊 这么悠闲 买什么呢 许老板 你没看见吗 我在买胭脂水粉呢 我家女孩子多 有我 有我亲姐 还有我小美姐 当然要多买点了 尤其是我小美姐 帮了我很多忙 我自然要多买礼物 好好地犒劳她一下才行 徐世杰 看见安小月又去了金店 花重金买了一个金镯子 就又凑过去说道 哎呀 小月姑娘当真是赚了不少银子 都可以买得起这金镯子了 哪里是给自己买的呀 是给我小美姐买的 她偏生送我一个金镯子 我不好意思 总要给她也买些东西才是 小美姐 这是我的心意 以后缺什么 跟我说 咱们要一条心 大房和二房 才能都把日子过红火了 我不能要 你可以要 我送你礼物 不是巴结你 也不是拉拢你 而是珍惜你 珍惜我们两家人的情意 不要拒绝我的一番心意 我 我 满财 你怎么又来了 这个送给你 是我给你的定亲信物 满财 我真的已经说了太多了 归根结底 还是那句话 我只当你是朋友而已 不管你送我什么 我都不会答应给你定亲 所以 很抱歉 还是请你回去吧 你都不看吗 这些 都是我平日里最喜欢的 有竹蜻蜓 木头匕首 核桃酥 松子糖 还有弹珠 和装区区的盒子 小月 你看 还有小人书呢 好了 满财 我并不喜欢你这些小孩子的玩意 哦 还有这个 这是我爹给我的 这个 可以买好多好多的好东西 我把这个给你 你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满财 你这些我都不要 也都没有兴趣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 只要你喜欢的 我都想法子给你找过来 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我也帮你做 我不喜欢你 所以你给我任何东西 我都不喜欢 小月 你难道有心上人了 她是谁 我有心上人 我没有 那我就会一直等你 高满财 说完 抱着自己的东西 便气鼓鼓地跑走了 怎么 小月 还是不答应吗 她说她不喜欢我 不会跟我定亲 我都把我所有的好东西 都拿出来了 她为什么不喜欢我 娘不是一直说我长得结实 说咱家是村里最富裕的人家 姑娘都会搬晃着 嫁给我当媳妇吗 怎么现在小月死活就是不答应呢 是啊 这小月怎么会不答应呢 咱们家满财 有啥不好的 会不会小月想嫁个镇上的 或者经理她 我还是先跟她本人聊聊这事 如果真是这样 咱们去大城市买房买铺子去 有小月之要的本事 到了大地方 说不定赚的银腔更多了 横竖是不会受了穷的 对 小月就是一个招财的兜兜 把她去进门 还怕没有富贵吗 小月不管提什么要求 怎么都满足她就是 而且这事要快 小月只要赚钱越来越多 怕是他们家再富贵一些 便更瞧不上咱们了 小月说了 我给她什么她都不喜欢我 都不会给我定亲的 爹 这也就去找小月 小月 我看你这会儿不忙 正好高叔要去镇子上 高叔请你下馆子去 如何呀 给高叔一个面子吧 高叔啊 如果你是想谈定亲的事情 那您就算是请我吃遍镇子上 所有的馆子 我也没法子答应你 我知道 您对我一直不错 满财也是个实诚人 但是 我和满财不合适 我不能嫁给他 那你总给我个说法吧 你也说了 我呢 一直对你也不错 你看看全村 有哪家比我们高家 对你更好啊 有哪家人 有我们高家富裕 你要什么 比如 去镇子上住 去经理住 高叔都可以去办 怎么都还有两三年时间 你才鸡鸡 现在开始筹办 肯定给你安排好了 高叔 这成亲吧 并不是比谁家条件好 也不是比谁家开的条件高 也不能看两家人的交情 而要看有没有感情 或者说 我有没有爱情 我只是当满财是普通朋友 对他从来没有那个意思 所以 请高叔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我只能说对不住了 我不会答应 我爹娘也不会替我答应 小月 这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啊 你们还有两三年的时间接触呢 再说了 你高叔我成亲的当天 才第一次见你婶子 日子不是也过得挺好吗 还有你爹你娘 也是一样的 再说了 我家满财你还不知道啊 心心念念的都是你 性格也敦厚 你们在一起 他肯定对你好 高叔 对不住了 我才十二岁 真的还不着急 而且 即使我年龄够了 我也不会跟满财成亲 我不想耽搁了满财 还是让他跟别家姑娘定亲吧 别等了我几年 我还是不嫁他 平白害了他 哎 你有心上人吗 不应该啊 你这清醒过来之后 也没见你跟什么人打过交道啊 也就跟我们高家走得最近呢 高叔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管你们给我什么彩礼 不管你们答应我什么条件 我都不可能跟满财成亲 如果您和满财再来找我和我的家人 执意要纠缠这件事情 怕是会坏了我们两家的交情 哎 好吧 我暂时不会再来了 也会管好满财 咱们两家啊 还是朋友 如果你改了主意 我们还是 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哎 那那成吧 这事就先这样了 二姐 二姐 你的药田 药田 药田怎么了 安元星和安元望在药田里跑 把苗都踩死了 走 元生 咱们去药田 带着黑子一起去 二姐 你看看 他们 哎 满财哥也去了 你们敢将小月家的田里捣乱 我就揍你们 你们敢欺负小月 就是跟我高满财过不去 满财哥 满财哥 多谢你帮我们了 那又啥 你家的事 就是我的事 以后啊 这两个臭小子 如果再欺负你 你就跟满财哥说 满财哥 一准给你报仇 满财哥 你看我家黑子 我家里 还有两条小的呢 你可以到我家去看 我不打算再继续帮你了 你也不用每天来找我了 安小梅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的合作 可不是你说不继续 就可以不继续的 安小月到底给你灌了什么米婚汤 你之前不是恨她入骨吗 要毁了她的生意吗 我现在 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不想报复任何人了 昔日里 我看见你在小溪边扔石子 骂安小月忘恩负义 不顾你母亲的死活 我是听到了这些 觉得你跟我有共同的目的 才过来找你合作的 你当时也是满口答应 说要把安小月的生意彻底搞垮 让安小月 过最穷苦的日子 让她过来求着你 施舍粮食给她 你现在为什么会反悔 还是本来 就是联合了安小月 故意在骗我 如果我是故意骗你 怎么会把那治疗伤风发热的 药丸子配方和工艺都交给你 先前 我确实恨她 但现在 现在难道不恨了 就因为她给你买了金镯子 买了胭脂水粉 你还真是个 见钱眼开的江夏丫头 眼皮子就是浅 你难道不知道 如果你跟我合作 把安小月彻底打垮了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 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为好 随你怎么说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会再把安小月的配方 交给你了 而且 我现在也没有学到 什么新的东西 虽然今天 保生药铺把新一批药丸子 打走了 但安小月 还是让我继续练习 做原来的药丸子 什么新东西都没有教我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还跟我合作吗 你就算再问我一百次 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了 我不想害安小月了 安小梅 既然你不神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我警告你 必须去把那两样药材的配方和工艺 都给我拿到手 否则的话 我就把你做下的事情 都告诉安小月 安小月是什么人 她会纵容你背叛她 如果她知道了 一定会把你和你的父母 一起给踩在脚下 不 她不会的 会 她一定会 她昔日收拾她三叔安利福的时候 可没有手下留情啊 你以为你是谁 她会原谅你 你别傻了 她一定会让你死得更惨 小月会原谅我 我相信 她一定会原谅我 安小梅 那我还可以把你的名声搞臭啊 嘿嘿嘿 我可以把你和我合作的事情 闹得满城风雨 你背叛了安小月 而安小月 在你们大房分家出来的时候 一直收留你们 到时候 所有人都会觉得 你安小梅才是忘恩负义的人 你 你马上 就要到嫁人的年纪了吧 到时候哪个好人家 愿意娶你这种白眼狼啊 我还可以毁了你的清白 这小溪边晚上 没人来 正好能够办事 嘿嘿嘿 这些日子晚上 都来小溪边和你见面 许巧 没去清牢玩了 倒是可以玩玩你这 没有开包的小丫头 你敢 你如果胡来 我就死在你面前 当然了 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 继续去投安小月的配方和工艺 我不仅不会碰你一根手指头 还会给你大把的银钱 让你过上好日子 要怎么做 你自己选择吧 我相信 你是个聪明人 会做出最聪明的选择 我 我不会再帮你做任何事情 也不会再去害小月 你如果敢乱来 我就跟你拼命 上次我给你的金镯子呢 拿出来还我 那金镯子不能还你 我会给小月 就当是你买了他一个配方和工艺 是你欠他的 好 既然你不给我偷配方 也不满我的金镯子 那我损失的银钱 就要你来赔了 你放开我 我要换人了 像你这种柴火棍子 就算是卖去青楼 也抵不过一个金镯子的银钱 这次是我亏了 敢跟我玩心眼 我今天玩死你 这回没事了 我扎了那货的痛血 他追不过来了 小月 我 小梅姐 你傻不傻呀 刚才那么危险 先答应了他 回头跟我商量 我自然会帮你把他摆平 万一今天我没有偷跟你过去 岂不是要出大事了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放心吧 有我在 定然不会让你出事 对不起 小月 我 我做错了事情 小月 你能原谅我吗 我们是一家人 是好姐妹 哪有什么隔夜仇啊 而且 小梅姐 我知道你本性善良 只是因为误会了我 才办了糊涂事 你跟老安家的人不一样 我不会像对他们那样来对付你 我说过的 我一直记着 你们大方对我们的好 只要你回头 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好 小月 我是算糊涂了 以后 我再也不会故意去帮着外人对付你了 许世姐给的那个金镯子 我放在你枕头下面了 你也听见我刚才说的 我想把那金镯子当成弥补 不管怎么说 我让你损失了一个配方 我就知道 我的小梅姐只要想明白了 就不会跟我过不去 这事就咱俩知道 不跟别人说 连爹娘也不说 可是 那个许世姐一定会说 那就让她说去 我自然有办法帮你应付 走 先回家吃点夜宵去 我看你这些天总是茶饭不思的 都饿瘦了 你有什么办法呀 等你吃了夜宵 我就告诉你 咱们走快点 大晚上的还在刮风 我都冷死了 许世姐那晚被安小月的颜真赐了痛血之后 在家里歇了足足三天 董家 麻烦了 那安小月啊 把咱们得来的那个药丸子的配方泄露出去了 现在不仅是宝生药铺知道 镇子上所有的医馆和药铺都知道了 而且那些人都在念着安小月的好 而且啊 陈大夫最后一批安小月供货的药丸子 早就先卖给了经理 而且陈大夫还把那配方也传到了经理 还有陈大夫的弟弟 还把配方传去了南洋 现在是人人都会做了 什么 什么叫人人都会做了 而且镇子上的这些药铺 早几天就拿到了配方和工艺 这些药铺第一批货都做出来了 现在镇子上这药丸子的价格 已经跌到了一两银子五平 怕是过两天更便宜啊 为什么之前一点东京都没有 这药丸子要做出来一批 也是要好几天的时间啊 我也不知道 突然间 今天好像全镇的药铺都在卖 经理和周围几个大城市 好像也都有卖 咱们现在有多少存货 刚才盘点过了 足足有七百三十平啊 那就按照一两银子五平的价格 马上去卖呀 安小月 安小梅 咱们走着瞧 这笔账 我许师姐一定会跟你们算清楚 我一定要你们好看 安利福 你个背信弃义的魂祸 我也不会放过你 来人 来人哪 派去南洋对付安利福的人手 回来没有 怎么这么久了 还没有消息 东家 还没有消息 去白沙孙 跑上马车 快 骑马去一趟白沙村 跟小月姑娘支会一声 就说 许师姐可能要去找她的麻烦 让她小心提防 你也无需马上回来 可以在白沙村逗留一些时间 如果小月姑娘需要帮忙 尽可能地帮着 是 我这就去 要快啊 赶在许师姐的头里 找到小月姑娘 那伙计也是不如使命 在半道上就抄了许师姐的马车 快马加鞭 肯定比马车快呀 小月姑娘 我们东家 让我过来报信 说许师姐要过来找你麻烦了 东家让我留下来 你有什么事情 让我帮衬着先 我已经猜到了 今天各大药铺一起上架药丸子 许师姐怕是气疯了 这样会来找我的晦气了 不过 还是请你回头 替我向陈老板转达谢意 辛苦小哥了 随我去堂屋吃口热茶吧 小月姑娘 那许师姐要来了 还吃什么茶 万一她找麻烦 咱们怎样想个法子才是啊 区区一个许师姐 怕她做什么 小哥 请 小月 这事 小梅姐 你放心 不碍事的 我都安排好了 她大摇大摆地来 只能灰溜溜地走 安小梅 你给老子出来 别怕 会有人给咱们做主 相信我 嗯 我信你 安小月和安小梅 一起到了院子里 许老板 在我的院子里 大呼小叫的是什么意思啊 安小月 算你狠 你让全阵子的药铺 都在抛售药丸子 你为了跟我斗 真是不惜下血本啊 这是早就计划好的呀 好东西 自然要跟更多人分享才是啊 既然来了 就进屋吃杯茶吧 你是什么意思啊 安小月 我警告你 你给我小心点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不过是觉得来者是客 总不能让许老板 站在院子里吹风吧 请进吧 许老板 这光天化日之下 您难道害怕 我在自家堂屋里 把您给害了不成 如果您执意不敢进去 那就在院子里站着吧 说我年纪小身子弱 畏惧屋子外的寒风 就不奉陪了 小梅姐 走 咱们进去吃热茶 许世杰见状 只能几步走进去 却看见堂屋里 竟然坐着大老爷 和白沙村的礼政 而宝生药铺的伙计 他也认得也在堂屋里 许世杰 你好好的药铺不开 跑来这里做什么呢 是不是要找小月姑娘的麻烦呢 我告诉你 小月姑娘对我有恩 你如果敢来闹事 我定不着你 大老爷 我可不是过来找小月姑娘闹事的 我是来找小月姑娘的藤姐 就是她 安小梅 许老板 你找我小梅姐做什么 这小丫头 瘫了我一个金镯子 那可是镇子上老夫妻买来的 价钱可不便宜呢 请大老爷做主啊 哟 小月啊 你请本老爷来知习 怕是不成心呢 是想本官替你挡灾吧 哈哈 你倒是够鬼机灵的呀 大老爷英明 什么都瞒不过大老爷 小月今天算准了有人要来调事 才请了大老爷过来 不过请您吃喜也是真的 今天小月还打算亲自下厨做几个拿手小菜呢 吃人嘴短 今天有本官在这里 定然不会让人欺负你和你的家人 许师姐 你说人家拿了你金镯子 你可有什么凭据呀 说呀 你发什么呆呀 回禀大老爷 那许老板确实前些日子送给我堂姐 安小梅一个金镯子 大老爷请过目 就是这只金镯子 嗯 确实是老夫妻的手艺 大老爷 这金镯子是许师姐送给我堂姐 安小梅的 而不是我堂姐摊了她的金镯子 是啊 是她送我的 许师姐 你说人家摊了你的金镯子 可人家说你是送的 大老爷 这 这金镯子是 是 因为许师姐想要我小梅姐替她办事 所以才硬赛给我小梅姐的 哦 小月 她要你小梅姐做什么呀 竟然出手如此阔绰 给一个金镯子 嗯 这份量可算不轻啊 大老爷应该有所耳闻 最近一阵子 小月只要小赚了一笔银子 嗯 本官自然有所耳闻 不过你这小丫头 可不只是小赚一笔 而是赚得盆满钵满呢 什么都瞒不过大老爷 小月最近确实赚了不少 这许老板想要我这制药的配方和工艺 所以才给了我小梅姐一个金镯子 凡事和柳事本来在造访给大老爷做饭 但听见有人闹事就都过来了 听见这话 电色都变了 尤其是凡事 生怕自家女儿做错事情 我和我小梅姐感情要好 她自然不会私下把我的心血给别人 但那许老板硬塞给她金镯子 她推脱不掉 她是个实在人 应该是能看得出来 所以小梅姐回家就把金镯子给我了 我想既然拿了人家东西 也不好退回去 反正我也不打算保密我制作的 治疗伤风发热的药丸子的方法 索性就让小梅姐去教会了她 凡事听到这话倒是松了一口气 心说这么大的事 怎么这两个孩子都不说呀 许师姐 如此说来 这可不算是人家贪你一个金镯子 确实如此 这金镯子应该算作是学费 而且是那许老板主动给的呀 何止是主动 分明就是硬塞的 我小梅姐是老实人 还推脱了几番 许老板 我没有说假话吧 可是 当然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许老板现在已经做好了药丸子 学到了这门手艺 手艺学会了 拿一个金镯子当学费 总不算是吃亏吧 许老板可不要不承认哦 现在你家的金鸣药铺 已经在卖着药丸子了 但是 我交了一个金镯子当学费 而你交给我的配方和工艺之后 竟然无常把这些 又交给了镇子上的所有人 现在我的药丸子都砸在自己手上 只能够贱卖出去 这笔账 就要怎么算 许老板交了学费 自然是有优先权的 这就跟保生药铺的陈老板 曾经帮助过我 我给他三个月独家供货的特权 是一个意思啊 我把药丸配方工艺散不出去 是在许老板已经学会这文手艺很多天之后了 你自己做好的药丸子不拿出来卖 囤在库房里 现在贬值了 关我什么事呢 就是啊 你做好了药丸子不卖 想做地起价 现在小月把秘方公布出来 也是为了造福一方 让更多的药铺医馆可以制作出来 降低药丸的价钱 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吃得起这样的好药 你如今觉得自己吃亏了 就来这找茬 哼 许世杰 你可真让本官开眼了呀 大雷 是 那安小梅 是在秘方公布的当天给我的 我和别人知道的时间是一样的 凭什么别人免费得 我却要给个金镯子 许老板 你这话有问题啊 这药丸子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出来的 如果是您和别家同时拿到秘方 为什么别家只做出了百八十瓶 而你能做出七百多瓶呢 许老板 您可别不承认 我们可以马上去镇子上 看看您的囤货 而且 大佬也只需一声令下 让差异小哥拿下你药铺子的伙计 自然可以审问个一清二楚 再说了 这秘方是我研究出来的 有的人我愿意白送 有的人只能花银钱买 那是我的自由 你用金镯子换了秘方 比所有药铺医馆都先做出药丸子 现在却要诬告我堂姐 安小梅摊你的金镯子 许老板 做人做事 要摸摸自己的良心啊 许世杰 你就是来存心找茬的 这里不是公堂 否则 本官非要重打你二十大板 大老爷 冤枉啊 你冤枉个屁 如果今天不是本官在这里 还不知道你要怎么颠倒是非黑白 怎么欺负人家小月姑娘和小梅姑娘呢 你看看外面 你带着七八个打手过来 是不是预备着直接打人呢 草民之罪 求大老爷饶了我一次 我再也不敢了 大老爷 这许老板确实不厚道 不过 今天好在有大老爷在这里秉持公道 我也没有吃什么亏 俗话说得好 这冤家一解不一解嘛 更何况 我们也拿了许老板一个金镯子的学费 他这一时糊涂做错事情 我也不想抓着他不放 小月姑娘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却心胸豁达 本官佩服啊 哈哈 也罢 今日本就不是生堂之日 此时呢 也不再服牙大堂 就不再拿这丝回去了 不过 他这样兴师动众地来闹事 若是不加以惩罚 怕是日后还会来寻衅滋事 而本官不可能每回都恰好在此啊 那就小惩大戒吧 与其打他一顿 倒不如让这许老板 带着他的手下帮我做些活 比如砍柴劈柴什么的 我爹和大伯现在还在农田里忙着 已经很累了 我娘和大伯母做饭撒扫 事情也不少 所以砍柴和劈柴这种事情 如果有人能帮帮忙 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听见没有啊 许世杰 马上带着你的人去山上砍柴 拿回来全部批好 要给小月姑娘家囤一个月的柴火 否则你诬告人家 回头少不了二十板子 许老板 就辛苦你了 中午我会给您和您的手下准备窝头 一人给两个 大老爷发了话 要许世杰带人 给安小月家里囤一个月的柴火 许世杰带着几个手下 怕是要辛苦三天才能完成 而为了早点脱身 不得已只能花了几两银钱 让几个手下买了大量的木柴 算是顺利交差了 卖出去多少了 也就稀稀拉拉几个人来问 但没有人买 价格都一样 人家就去宝生药铺买了 说是那里的药应该更正 而别的药铺 已经又开始降价了 也就是说 现在这药丸子 就跟别的普通药材一样 没有人会买回家囤着 只有生了病 才需要到药铺子来买 价格也不能够抬高 只能够买个辛苦钱 还要担心这药丸子会没变 这些日子 老子是白忙活了 没赚到大钱 还要亏本 再派人去南洋 把安利福直接给我抓回来 再给我去查 查安利福的儿子 把心安的人都给我查一遍 给我查 接下来的三日 许世杰都在调查安利福 以及和老安家有关系的所有人 那 那是三叔 我没有眼花吧 他 他不是跑了吗 还不是他得罪了许世杰 许世杰要找他麻烦了 不过 这许世杰也真是够棒锤的 陈老板给他透露安利福的踪迹 他是有时来听了吧 他竟然到现在才拿住安利福 小月 别去招惹是非了 让许世杰去对付安利福就行 咱们还是办咱们的事吧 可是 我想看看许世杰要怎么对付安利福啊 反正时间还早呢 再说了 有大老爷在镇子上坐堂 就算许世杰发现了咱们 也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嗯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而且 许世杰和三叔的恩怨 我一点也不想知道 我只想我们两个能好好的 平平安安的 好吧 回头咱们办好了事儿 去宝生药铺坐坐 陈老板和许世杰一向不和睦 陈老板一直盯着许世杰呢 到时候跟陈老板打听 也就什么都知道了 这样最好了 好什么呀 拼人转述 哪有看现场直播来的刺激啊 小月呀 你来看你姐吧 陈老板 我姐初来乍到的 还希望您多关照 这些日子她怎么样呀 好着呢 你姐有灵性啊 你说就会 一点就偷 我就喜欢这样的学徒 我估摸着 你姐再熬个半年一年的 那手艺一定能超越很多绣娘 现在我已经让她上手 绣一些简单的东西了 她这人也勤奋 你是给我推荐了好苗子呀 你这又是给我推荐学徒来了 她拴小眉 是我堂姐 就是上次我大伯母 凡事的亲闺女 不过 小眉姐不喜欢刺绣 她是陪我来看我大姐的 沈老板 不知道这会儿方不方便 让我姐歇一会儿 小搬个时辰就好 有什么不成的 我又不是黑心的老板 哎呀 这丫头眉清目秀的 看着就是惠之蓝心 她娘手艺那么好 她肯定也不赖 小眉丫头啊 有没有兴趣来我的绣装做事啊 我 我不太喜欢刺绣 多谢沈老板好意 沈老板 人更有志嘛 您就别难为我小眉姐了 她面子薄 别吓着她了 行 你给我送来了一个安小离 我已经很满意了 哎 对了 你大伯母秀屏风怎么样了 这日子可是一天天的过去呢 而且我交货也是有期限的 现在我庄子上的绣娘都忙翻天了 每天就睡三个时辰 有时候还不到呢 您放心 我大伯母做事情很惊喜 每天都赶着绣 定人不会误了时间 而且质量绝对上乘 好啊 那我就准备好银子 等着一手交货 一手交钱了 哎 你姐来了 你们聚聚就是 她手上绣的是帕子 倒是不用赶工 哀小离过来 跟沈静兰行礼后 就被安小月拉去了茶楼 她小月姑娘 我们东家 听说您在这喝茶 说有事情跟您说 想请您 一步去一套保身药铺 指定就是安利福的事 我正想办完事去打听呢 那就先去吧 我倒是很好奇 那许世杰 到底把安利福怎么了 何止是安利福啊 许世杰 要收拾老安家一家子 具体的 我知道的也不多 还是请您走一趟吧 好 小月姑娘 我们东家有急事找你 说是跟安利福有关 让你去一趟米铺子 小哥 麻烦你跟你们东家说一声 这事我大致知道一些 现在要去保身药铺 谢谢他派你来报信 我回头再去亲自写他 小月姑娘啊 你可算是来了 怕是要出大事情了 如果现在不拦着 你们老安家可能要遭大难呢 那许世杰是挠了 砸了七百多瓶药丸子在手上 所以这次他怕是要玩大的了 许世杰查出了安元峰的债务问题 对吗 查出来了 这安元峰的债务谁不知道呢 只是都不张扬而已 都怕他哪一天当了官 回来报复啥的 只是这债务还是其次 利滚利到现在也就一千多两银子 小月姑娘若是愿意帮他偿还 凑一凑借一借 还是能还上的 但关键是安元峰在妓院赌方的欠债自决 一旦事情闹大了 不仅明年不能进京赶考 而且秀才身份也会给撸下来 如果安元峰不能当官 老安家自然被债助围攻 即便你们分家出来了 怕是也难逃干系啊 我不会帮安元峰还债 一文钱都不会拿出来 至于他能不能当官 跟我安小月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 就他那吃和嫖赌 五毒俱全的臭德性 就算当了官 也是个贪官 绝不会造福百姓 反而会危害一方 话不能这么说呀 即便你们分家了 如果能保住安元峰 以他的财学 明年哪怕当个芝麻绿豆的小官 对你也是大有好处啊 以安元峰自私的本性 他是绝不会照应我的 他连自己的亲妹子都会算计 更何况 我这个一向跟他不和睦的堂妹了 我不想占他便宜 我也不想被他牵连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没想到这是安元峰的事 那就让老安家顶着去吧 你们虽说分家了 但万一追究起来 那欠债的时候 你们还没有分家呢 这很多事情不得不防啊 陈老板 我早就知道安元峰欠债的事情 所以分家的事情 写的字句都特别说明了 老安家的债务与我们无关 所以赖不到我们头上 小梅姐 你们大房的分家字句也特别写过的 你也无需担心 嗯 那安元峰是有潜力的 虽然你们平日里关系可能不好 但你这次如果能救下安元峰 阻止许世杰把事情挑出来 再帮安元峰还下欠款 他一定会感激你 日后他若是当了官 稍微扶持你一样 你的生意绝对哄祸呀 是陈老板想攀附官员 却找不到门道 所以才一直帮安元峰说话吧 如果小月姑娘要救安元峰 我可以出三百两银子 就当是做个人情了 我不救他 我劝陈老板也别救 安元峰一肚子坏水 就是个斯文败类 而且他的学问也并不是那么好 花钱给他 就是把银子打水漂了 对了 那安利福现在怎么样了 许世杰怎么收拾他的 打得浑身是伤 还要关进狗窝里 不整死 慢慢磨 他不会让自己背负一条人命的 一点创意都没有 没意思 安老三的事不是个事 那安元峰的事才是大事啊 他必须去赶口啊 不瞒小月姑娘 就连我 也借给他三百两银子 不过没指望他还上 只想他能今后考上个大官 帮着我一二 要盘负现任官员 比登天还要难呢 我只能选这个 今后可能当官的安元峰来打点 姐 不是啥大事 这些牵扯不上咱们 你绣装还忙 快回去吧 免得沈老板觉得你偷懒 放心 自然 我回绣装去 你们两个在镇子上小心一些啊 沈老板 我建议你准备好借据 到时候去讨债吧 当然 能不能讨回来 我就不好说了 告辞 小月啊 我告诉你 出大事了 高叔喜气洋洋的告诉我出大事了 倒是有趣啊 嘿嘿 安元峰这次完蛋了 老安家肯定受牵连 也要跟着完蛋 他们以前那样欺负你们 这下子倒是痛快了 以前呢 你们没分家 我还不敢宣扬安元峰的事 现在倒是好了 你们分了家 不会被牵连了 而许世杰还要帮着宣扬这事 哈哈 哎 小月 你知道吗 逼梁为娼 可是大罪啊 这许世杰手上 还有安元峰 逼自己亲妹子去青楼 卖身的证据呢 我只知道安小凤 被安元峰卖去了青楼 倒不知道这算是个罪行 看来 安元峰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你看着吧 最迟明日 这许世杰就会去撞告安元峰 他们已经在找人写状子了 到时候 安元峰成了被告 从南洋压解回来 定然是强盗众人推 如果跟老安家还有什么瓜葛 尽快回家去说清楚 要有自询 有见证 万不能被牵扯进去啊 多谢高叔提醒 相信我 我安小月办事 绝不会拖泥带水 自询在分家的时候 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没有人能把这事 扣在我头上 小月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怕是这次安元峰的事情一出 老安家会把我给卖了 甚至卖裸爹娘 咱们关系这么好 一直是互相帮助 我们二房分出来之后 我当时最大的两个愿望 就是我爹能好起来 和你们能分出来 连我赚钱都排在这两件事情的后面 好在老天爷开眼 我的两个愿望都达成了 之前 我还误会你 想着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你 那时候 我是太急了 怕我娘出事 小事情 也不如你周全 现在仔细回过头去想 你的做法才是最好的 而且 我也想明白了 是我那天胡搅蛮缠 不仅不帮你 反而还在给你添乱 你说的那些我已经不记得了 小美姐 我永远只记得 我们二房刚分出来 你把苏小姐给你的首饰 拿来给我 养了棉被给我 所以 咱们大房二房 永远都是互帮互助 我们要一起富裕起来 嗯 哦 对了 小月 今天没有给原生找到好先生 也没有看铺子 什么时候再来呀 看天气 看心情 小美姐 大伯似乎在做药丸子方面 有些没灵性 今天我看到 搓出来的药丸子配比 还是有问题 基本多数都不合格 我爹昨天还说呢 他想去帮着导药 至少他能导得细碎 而且还导得快 唉 我爹知道你的一番苦心 想让我们以后修了房子之后 也开个制药小作坊 可是 我总觉得我们怕是不成 你爹不成就靠你了 你再继续搓半个月 第一种药丸子 做得彻底熟练了 以后我只要给你配方和工艺 不用怎么教你 你都能立马就出药丸子了 至于你爹嘛 可以慢慢学 实在学不会 有你就成 他可以导药和管理工人 小月 那都是后话了 我现在 其实还挺呆气 安元丰这事的 咱们分了家 立过字句 就真的不会被牵连吗 那个陈老板不是也说 安元丰欠银子的时候 咱们可都还没有分出来呢 我就怕被牵扯进来 虽然不至于被老安家卖了 但你做药转的银子 我娘刺绣转的银子 这都是辛苦钱 不能平白给安元丰去还债啊 小美姐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那字句写得非常清楚了 更何况 你知道的 大老爷对我还不错 我帮他腰儿开口说话了 他即便不帮我 也不会反过来对付我吧 你们要不要去一趟老安家 跟那边通个气 让他们有个准备啊 哼 才不给他们通风报信呢 二婶 你不要太心善了 想想以前 他们是怎么对咱们的 小美姐 即便现在通风报信了 老安家也没有办法呀 欠了一千多两银子 许世杰还要告安元丰 一个毕梁威娼的罪名 安元丰翻不了身了 老安家还要连带着还债 别说提前一天之会 就是提前一个月 老安家也没有法子啊 如果现在让他们知道了 只能让他们 多受一天的煎熬 今天晚上所有人失眠 当然 咱们两家分出来了 三房也没人在家 老安家也没啥人了 那就让他们 多叫一个晚上 爹 大伯 你们去给老安家说一声吧 也算是人之意尽了 但是 可千万别答应爷和奶帮衬他们 咱们的银墙可不是大风刮来的 爹 你要想想 娘每天辛苦刺绣 眼睛都要熬坏了 再想想 我们每天挫药丸子 手都挫得发酸 还有 他们是怎么冤枉娘的 怎么在二叔重伤的时候 把他们赶出家门的 千万要听小月的话 不能随便答应他们什么 咱们绝不帮着还债 只是安利本和阿利柱还没有出门 安城夜和马仕就过来了 后面还跟着四房一家子 爹 娘 你们这是 怎么 爹娘来了 不请进屋去坐坐 闭嘴 哪有你这样的态度 不会好好说话 老二啊 你们还真是富裕了 这茶水也喝上了 点心也吃上了 你怎么是不是忘了家里爹娘 还经常吃不饱肚子呢 小月啊 听说你下午也去镇子上了 说镇子上在传你原风格的事情 爹也搞不清楚 你知道具体咋的了吗 爹 怕是这事会牵扯到你们老安家 您要有个心理准备 他娘的安元风 这些年用尽了家里的银钱 本以为明年他当了官 我们也能够沾沾光 沾 沾个屁沾 他这是要了咱们的命啊 大房二房都分家出去了 如今安利福跑了 审视回娘家了 安元风和安小风都在南洋 这要债的如果上门了 该怎么整啊 难不成要我们可怜巴巴的四房来还吗 那是卖了我们都还不上啊 还个屁 又不是咱们欠的债 他安元风吃喝嫖赌的 咱们没沾他一点光 这些年家里的银子全紧着他用 现在倒好 啥也捞不着 还想要咱们还债 没门 分家 我们四房也要分家 现在就分 马上就分 对 我们要分家 银子 田地 房子 都要给我们分 我们四房单过 那也好过给三方还债 都给我闭嘴 吵什么吵 天大的事情 日子还是要过 爹 你已经让大房和二房都分出去了 现在我们四房也要分家 你马上去找李正 让他过来 帮我们做见证 还不快去 再晚了 寨主都上门了 想分家 到时候都分不出去 就没有分家这一说 老恩家 就是铁板一块 谁也不准分出去 大房和二房 也都给我回来 只要我这口气还在 就没有分家这一说 你如果敢踏出这个房门半步 我就打断你的腿 还显不够丢人吗 对 老恩家就没有分家这一说 都是一家人 遇上事了 谁都别想撇开谁 当初我爹重伤 让家里掏银子买药的时候 爷和乃主动撇开了我们二房 主动提出了让我们分家 现在老恩家摊上事了 想把我们再给拉回来 可能吗 都是一家人 就不能说两家话 爷 这话就不对了 大房和二房都分家了 有理政作证 我们还有自取在手 现在这屋子里并不是一家人 而是三家人 如果爷实在搞不清楚 硬要胡搅蛮缠 那我只能说抱歉 咱们公堂上请大老爷平断 你 你 我不跟你说 你一个黄毛丫头 你没有资格做主 老大 老二 你们两个怎么说 这事 既然老恩家摊上了 你们就不能不管 爹 倒不如把三房直接分出去 也能保证 您二老和四方 二弟说得有理 把三房分出去 是保全老恩家最好的办法 爹 都这个时候了 您就别想着 安元丰那个混货 回来工增药组了 就先把三房给分出去 他自己拉得屎 没人踢得擦屁股 爹 娘 三房这么多年 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如果不是为了共产安元丰念书 咱家的日子 哪里会过得这么苦 咱们每天吃西汤 挖水 各把个月都难见一次婚姓 剩下银钱给他读书 他就在外面花天酒地的 现在 他还要拉着咱们给他还债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元丰这孩子 这次确实错大了 但是他毕竟明年还要进京赶考 这事 咱们还是要解决一下 毕竟咱们是一家人 咱们总不能看着 许世贤把元丰给毁了吧 而且 这事 也是小月的责任 这事怎么就扯到我头上来了 是我逼着他去欠债 还是我逼着他去花天酒地 爷 说话要负责任啊 这个黑锅 我挨小月可不会背 如果不是你做药丸子生意的时候 去惹了那许世贤 许世贤又何必要报复呢 如果许世贤不许报官 熬个半年的光景 你元丰大哥当了大官 那些欠债的别说要债了 怕是还要贿赂他些银子 爷 既然您硬要把责任 往往安小月的头上栽 那咱们就没得聊了 我觉得我应该送贺了 你们请回吧 爷如果觉得我有责任 一切咱们公堂上解 我相信 大老爷秉公断案 自然会还我一个清白 你居然敢赶我走 你凭什么赶我走 这里是二儿子的家 你一个黄毛丫头 你还做不了主 老二 把这个死丫头 给我赶出去 爹 这个家还真是小月在做主 房子是她赚钱买的 房契也是她的名字 现在家里吃穿用度 花的银钱 也都是小月卖要赚来的 所以 我没资格赶走小月 我爹说的没错 这房子是我的 我下了逐客令 那就必须赶人 都是子家人 小月名下的房子 不就是老二名下的房子吗 老二名下的房子 不就是老安家的房子吗 这房子也值一百多两 小月最近也赚了 有几百两了吧 听说老大媳妇那刺绣做好了 还能赚不少 大家都是一家人 咱们一起凑一凑 先帮着原封还债 把原封这事给摆平了 等原封明年当了大官 还筹没有银子吗 小月 你哪儿能拿出多少啊 我一个筒子都不会拿出来 这筒子扔到水里还能听个响 拿给安元丰的话 那就啥都没了 我呀 不想巴结未来的大官 我只想卖要赚钱 把我们二房自己的小日子 给过红火就行 那 您就别谈我的主意了 我们大方也没钱 一个字都没有 这银子你们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我都知道 大方刺绣能买三百多两 二房每票货都是二百两 可能还要多 那就这样了 大方出三百两 二房出七百两 把一千两债给我还了 如果还有别的开销 大方和二房一起出 做梦 元生 把黑子牵过来 既然人家不走 就让黑子赶人吧 伴着黑子的一番狂吠 老安家一家子落荒而逃 潘小月 咱们走着瞧 好啊 爷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小月 老安家 明摆着就要把安元丰这事 跟咱们绑在一起 我怕 不用怕 咱们有分家的字句 告上公堂咱们也不怕 大老爷一定会跟我们做主 小月 嘘 贼人已经来了 跑了 不 他在观望 我们灯火通明的 他不确定我们是没睡觉 还是故意亮灯 我们不出声 他肯定会进来 因为今晚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如果咱们的爹都打盹了 咱就冲出去 嗯 不多时 黑子突然狂吠起来 打破了夜晚的计较 安丽本和安丽柱 立马冲到院子里 安小月和安小梅 也迅速跑出来 柳氏和凡氏也都出来了 顷刻之间 安丽柜就被拿住了 安丽柜 你大晚上都不睡觉 翻到我们院子里做什么 我来看看你们 你又糊弄谁呢 四叔 为什么狗窝外面有点香的痕迹啊 你点了什么 这玩意儿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那东西与我不关 有关还是无关 四叔心里很清楚 四叔连夜去了镇子上吧 有些不一般的香啊 要调查买家 也不算困难 既然今天拿住了你 明日天亮 送你去官府问罪 自有差官大哥会调查清楚 不会冤枉了好人 但也绝对不会犯过恶人 别别别 别送我去官府啊 那就说老实话 是 是我 老四 你为什么要这样 难道你觉得 我们大方二方昔日里 还不够惨吗 是爹让我这样做的 他说 说你们富裕了 但不肯帮证我们 倒不如把分家的戒举给偷出来 让你们跟老安家绑在一起 同坐一条船 我本是不愿的 我媳妇说了 我们斗不过小月 但爹以死相逼 还说用了迷魂箱 事情一定能够办成 我拗不过 只能够听他的 我衣兜里还有两枝迷魂箱 我都交给你们 你们放过我吧 我不要去衙门 把他丢去柴房吧 别啊 别管我 我都已经招了 连迷魂箱都给你们了 四叔 不关着你怎么行 万一我们睡着了 你再来闹腾一次 岂不是分家自举 真的被你偷了去 所以啊 对不住了 既然您来了 就别走了 在我家柴房凑合一晚上 放心 我不会收你的住宿费 好了 咱们都去睡觉吧 大晚上的 说好了我们两个男人手业 怎么你们一个个的都不睡觉 现在消停了 安心休息吧 而后就是各回各房了 毕竟半夜丧更的 也不能一直不睡觉啊 爹 醒一醒 先别睡 小月 咋的了 不都把安丽贵给抓了吗 怎么还不能睡呢 小月 你的意思是 今晚还有事 可能性很大 安丽贵跑了一趟阵子 不可能只买回来三只箱 我估摸着 人家也不会这样卖 嗯 也对 安丽贵点了一只 交给咱们两只 就算要卖箱 一般都是卖一打十二只 再不及 也是半打六只 也就是说 老安家还有迷魂香 对 安丽贵这样闹腾一通 让我们误以为 基业已经没事了 不会再去提防 爹 你想想看 如果再有人来 是不是真的就能得手了 哎呀 是我疏忽了 小月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啊 爹不睡了 爹去守夜 今晚就不睡觉了 爹 一个人不成 很容易打盹睡着 您在堂屋 我在这要事 有动静就一起出来 就别去找大方他们了 都累了 一闹腾起来 大家伙都不睡觉 明天咋办啊 那行 长空城记满 自作聪明 爹 大晚上的 您来做什么呀 爷 大晚上的 何必把事情做得这样难看啊 去堂屋吧 外面冷 爷 您大半夜的过来 总不是串门子的吧 您熏运我家的狗和老母鸡 确实姜还是老的了 您比四叔强多了 我都没想到 竟然一晚上要闹腾两次 幸好你们灵行 否则真是要麻烦了 我也没想到 多亏了小月提醒啊 爷 就算您把分家字句给偷走 那又能怎么样呢 分家的时候里正是见证 全村人都知道 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 唉 按理说 这大半夜的偷偷来我们家搞事情 我安小月是不会放过你的 但看在我爹我大伯的面子上 我不打你 也不绑你 但是您自己扫不扫啊 站住 爷 来都来了 就坐下聊聊天呗 反正我们大方和二方今晚就没打算好好睡觉 我跟你没话聊 爷 我警告你 这是最后一次了 如果你再敢打什么歪主意 即使爹和大伯都替您求情 我也不会答应 必然出手收拾你 以老卖老在我安小月这里行不通 我不吃你这一套 你个狼行狗费的东西 把你个傻蛮子养这么大 养成了个人精 现在倒是来算计你爷爷来了 我就后悔啊 我当初怎么没有打死你 留下了你这么个祸汉 爹 小月是我女儿 您这样说话 我不答应 今天这事 明摆着就是您 您不对 何必要责怪我的女儿 爷 您这自己一个人走 不去看看您的四儿子 他可还在柴房里关着呢 他给您办事 您不去救他 放了你四叔 爷 您让我放人 总要给我一个放人的理由吧 您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要么您花银子熟人 不多 十两就行 四叔也就值这个价了 要么 明天送官府 这入夜翻墙入室的 还用了迷回香 可不是那么轻易能了结的 而且 我相信 在大老爷的面前 四叔什么都能招出来 你 你明知道家里 现在最缺的就是银子 就是知道您缺银子 我才只要十两的 银子拿来了 这事就了结了 只要你们不再耍出什么幺蛾子 我们就不追究今晚的事情 但如果没有银子给我们压精 那我们这么多人一晚上瞎折腾不睡觉的 变了一肚子的气 总要讨个公道才是 衙门是个好地方 好 我给你十两银子 把安利贵放了 我马上回家拿银子 不行 银子拿来了才能放人 现在让你们走了 怕是这十两银子永远都拿不着了 难不成 我还会赖账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也都能做出这大晚上翻墙入室的下族事情 我自然不得不防着你 你还别说 我还真就是担心你赖账 反正私了的条件我开出来了 我觉得不像苛刻 一手给钱 一手放人 这很公平嘛 要不咱们让李正来当个中间人 好 我给你拿银子去 但你拿了银子 就给我闭嘴 今晚的事情 一个字都不许说出去 只要爷不再来找我们麻烦 我们都不是多嘴的人 总不能你们每次来找茬 说我们的是非 而我们就要闭口不言吧 小月 你竟然还能额移 试两银子 你厉害 爷和四叔这事不好办 我也懒得闹大 一旦船开了 我们绑了爷 混了四叔的 对爹和大伯的影响也不好 给他们一些教训就是了 而且 我想今晚他们不敢再来了 就算他们不敢来了 我也要守个通宵 小心没大错 银子拿去 把老四给我放了 真是不要脸 自家人有难不帮忙 还要窝里头 你们就是要榨干老岸家 你们心里才舒坦 谁不要脸 谁心里清楚 谁一直在压榨谁 谁心里也清楚 自家人有难 把自家人赶出去的 全村人都看得清楚 老天爷看得更清楚 放人吧 马氏心里憋屈 但安诚也说了 不许把事情闹大 不能让村里人 再看笑话了 他也只能不再言语 带着安丽贵 灰溜溜地离开 娘 今晚咱们都熬夜了 没有睡好 咱要吃好 这十两银子 咱们明天打牙计 去镇子上下馆子 顺便看看老安家的热闹 那家里就不管了 有三才叔和孙叔帮衬着 出不了乱子 太困了 我要睡一觉了 他们肯定不敢再来了 嗯 小月 我信你 你说他们不敢来 他们肯定不敢来 我也会去睡一觉 女人孩子都去睡吧 我们兄弟两个 今晚还是守着吧 而且 连续闹腾了两回 睡也睡不安生 心里不踏实啊 小月 小月呀 李正 这一大早的 您这是 哎 这不是沈老板身边呢 是我 阿湘 阿小黎回家了吗 没有啊 我姐没回家 也不可能回家 我姐发生了什么 她什么时候不见了 最后看见她的人 是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一大早起来 我还看见她在盖洗呢 只是到了吃早饭的时候 就没看见她来 还以为她有什么事 耽搁了呢 但是到了开工的时候 她还不在 我就觉得 她是有事 我们里里歪歪找过了 阿小黎肯定不在绣庄 也不在绣庄附近的早餐摊 或者是别的商铺 我们老板说 让我马上来白沙村看看 一方面想着 她是不是回家了 另一方面 也是如果她不在家 也要给你们知会一声 而且老板的意思是 找不到人就去报官了 这不是小事 镇子上丢年轻姑娘的事情不少 不能耽搁时间 爹 你快去套牛车 我们马上去镇子上 大伯 你俩套牛车 慢慢去镇子上 我和我爹 接高地主的马车 马车更快一些 这事怕不能耽误 不用接马车了 我就是搭绣庄的马车过来的 你们坐我的马车 就停在李政家门口 只是 搭不了这么多人 后面要来人 还是要坐牛车 爹 娘 我们三个先去 大伯 麻烦您后面带着元生也过来 找不到的话 就在绣庄会合 您帮我去给高地主带个话 拜托他调动人手 帮我找我姐 成 你们先走 我会办好的 小月 用不用留下一个人在家里啊 万一是被绑架了 人家来搜要书籍 找不到我们 那就麻烦了 爹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除了他们 还能有谁 那我们不去老安家吗 他们绑了我姐 自然人都在镇子上了 妥妥的不在家 而且 他们也知道 我们今天肯定要来镇子 他们就在镇子上等着我们呢 难不成爷和四叔到镇子上绑人 还留下女儿孩子等着我们也去绑吗 他们也又不是傻子 那现在怎么办呢 两手准备 第一 拜托高地主和陈老板帮忙找人 并且第一时间报官 让大老爷派差官出动 能救人是最好的 第二 放出消息去 只要放了我姐 什么条件都好谈 让他们知道 虽然咱们赚钱也不容易 但姐的安全更重要 如果救人不成 他们要狮子大开口 我们就算是凑 也要把银子给凑出来 是啊 小黎不能有事 咱们家这才过上好日子 怎么能 你 你们这是心里有谱了 是什么人 狼心狗妃的自家人 阿翔姐 谢谢你来包信 谢什么呀 你姐是我们绣装的人 她平白丢了 我们也着急啊 就是不知道 还需要我们绣装做什么 我们老板说了 会想尽办法帮忙找人的 能帮着找 就帮着找一找 然后我需要你帮我们去报官 我们人手不够 你们大老远的来报信 我已经很感激了 快到镇子上的时候 安小月又开始分工了 阿翔 拜托你马上去报官 就说绣装丢了个学徒 告诉大老爷 丢的这个学徒 是白沙村安小月的亲姐姐 爹 你马上去高地主的米铺子 那里的掌柜认得你 拜托他把能调动的人手 都给调动起来 帮我们找人 娘 您去庆园茶庄 去二楼能看见大街的包间 把那里当成我们的联络点 在那里等消息 所有人有了线索 都去那里告诉你 而且 那里离衙门和修装不远 更是方便 我会先去找陈老板帮忙 然后我要去一趟 安玉秀的婆家 老安家要搞这种事情 很可能找过她 老安家 这个梁子就算是截身了 等我救出我姐 这个仇我必须报 早知道小黎会出事 昨晚我就不会手转 就听了小月的话 把老安家的人都给对付了 唉 小月姑娘 我去报官的时候 要不要跟大老爷说 你们怀疑是老安家的人 做下来的这事 嗯 告诉大老爷 这样才能有的放适 还有 一定要告诉他们 丢的学徒是白沙村 安小月的姐姐 这一点很重要 嗯 小月姑娘 你先别着急啊 我还有朋友 这镇子上不少医馆和药铺 都跟我输了 我再去找人帮忙打听一下 陈老板 拜托了 有消息就去清源茶庄二楼 跟我娘通消息 我先去一趟镇子上的亲戚家 小月 你 你来了呀 你这是要支搬点什么东西吗 要不要进来喝杯水 歇歇脚 大姑 我姐安小离失踪 这事情你能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如果你帮我 我会记你的好 如果你帮着老安家坑我 我会记你的仇 请你务必想清楚后回答我 这 这不关我的事啊 他们一早就来找过我 可我听了你上次的警告 我没有跟他们连成一气 我什么都没有做呀 我就是给他们喝了几碗茶 给他们几个买早点的银钱 别的 我都没有掺和呀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 就说了原封的事 还说你们不愿意帮忙 他们还说要绑走安小离 只要安小离在手上 不怕你们二方不听话 但我发誓 我劝过他们别做这伤天害理的事 我也没有掺和进去 他们去了哪儿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愿意帮他们 他们骂了我一顿就走了 怎么可能告诉我呢 我只知道 他们要打安小离的歪主意 别的真的不知道 小月 我知道你跟大老爷熟络 我是万万不会得罪你的 我若是知道肯定不会隐瞒 可是偏偏我不知道啊 那他们还说什么没有 啊 对了 他们好像提了一嘴 说要去找安元峰之前 做过先生的那间私厨的夫子什么的 似乎还说 要让安元星和安元旺在那里读书 但我不知道 这事跟小离被绑走的事情 有没有关联 还有吗 哪怕你觉得无关紧要的 也可以说出来 说不定就是我需要的线索 他们来找我的时候 铺子还没有开门呢 天才麻麻亮 我知道他们没有吃早点 就给了几个银钱打发他们 除了你爷你奶 跟我诉苦了一阵 好像没有别的话了 小月 我是真的想不出来了 他们绑了小离 就是要威胁你们二房 他们肯定会来找你啊 多谢大姑 小月记下您这次的帮忙了 麻烦您把这话告诉我娘 她在清元茶庄二楼包间 谢了 安小月 给安月秀的柜面上 放了一小块银子 随即离开 小月姑娘 有没有令解的线索 我们已经找了一个镇子了 却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 有 跟我去四叔一趟 如此说来 令解在四叔的可能性极大 而且 即便人不在 四叔里也应该有线索 对 所以 现在四叔就是最重要的线索了 希望此行 不要让我失望 走到四叔附近 就已经可以听见书声朗朗 安小月深吸了一口气 把随身的银针也拿在手里 这是她最好的武器了 小月姑娘 没人哪 告诉我 你们小李姐今天的事情 谁说的好 说的多 这个银钉子 就归她了 今天爷说 要去什么绣庄找小李姐 让我娘去找她出来 我们来镇子上的时候 我没有睡着 我听她们说 说要把那小李姐 交给一个叫什么 什么的人 来换三不后原风格 那人叫许世杰 你们爷奶和爹娘呢 他们 让我们在这里安心念书 就一起走了 拆官大哥 我姐在许世杰手里了 我们分城两路 我去她家 你当然去她铺子 成 你们四个 跟着小月姑娘 姐 站住 安小月 你如果再往前一步 我立马杀了她 你敢 小月姑娘 有些话 我要说在头里啊 第一 你姐不是我许世杰绑来的 是你们老安家的人 绑过来的 第二 我可没有想杀你姐 是你们老安家的人 在动刀子 第三 我并没有跟你做任何交易 我只是答应了你爷爷 只要老安家 帮忙给我你最新的配方 和工艺 我可以不去衙门 撞告安元丰 还会给他们一些银子 所以 我可没有办法 安小月 如果你想救你姐 就把制药的配方和工艺都拿出来 把分家的字句也拿出来 还有 安小月 安小月 你确定好了没有 你也跟前说得上话 今天的事情必须一笔勾销 不能我们放了人 你又去告我们 可以 四叔 人质 爷 奶 我已经照办了 四个拆官小哥都走了 我爹马上就会拿着你们要的所有东西过来 至于制药配方和工艺 我也可以悉数交给许老板 你们的要求全都答应了 现在可以放了我姐吧 不行 必须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才能放人 而且你要发毒誓 事后不许再追究 好 不追究 你们不放人可以 但别把刀子笔划在我姐脖子上 万一不小心误伤了我姐 那我安小月会要你们所有人陪葬 说到做到 反正你们绑着我姐 她也跑不了呀 再说了 你们人多 我就一个人 我也没法子应抢 姐 没事 最重要的是你能好好的 咱们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怎么都是好的 小月姑娘 笔墨植宴 我都让人去准备了 这就写配方和工艺吧 没问题 不过 你要保证 不能把这方子给别人 那是一定的 如果穿得人静皆知 我也赚不来赢钱了呀 我不忍心我姐受苦 她这样五花大绑地倒在地上 我看着心疼 但要你们放人 你们又不一 我只能尽快把方子和工艺写完 等我爹拿了那些房契字举什么的来 立马就可以放人了 如此正好啊 我现在有十几个方子呢 我一个人写不过来 你多找几个十字的 我几个方子一起说 这样写得更快 而且 昨晚搓药丸子搓了太久 手都是酸的 自己写字也不方便 我家里除了我 没人会写字啊 要不 我去铺子里面 把掌柜的找来 我聘请的掌柜先生会记账 也能够写字 太麻烦了 就你 再加上他 你俩一起写 我同时说两个方子 安元峰 你给我过来 过来写方子 哎 安元峰 你敢不听我的话 你知不知道 你的把柄都在我的手上 是 我写 韩小月知道 她的机会来了 她捏了捏藏在袖子里的严真 她必须一击而中 她嗖地抽出严真 以续来不及掩耳之势 刺中了安元峰和许世杰 马上给我解松绑 元峰 元峰 你把元峰怎么了 他死了 你杀人了 安小月杀人了 你快把你元峰哥给救活 让他醒过来 否则 我立马杀了安小离 老四 还愣着做什么 而这个时候 刚才的四个差异 取而复返 四叔 你敢动我姐 不要 不要 快把小离放了 小月 千万别伤害你的两个堂弟 他们还小啊 我们错了 我们知错了 安利贵 你个死东西 还不快放了小离 不能放 而此时 院子里进来了黑压压的一众人 小离啊 我们不是有意的 你快劝去小月 千万别伤了原星原望 姐 没事了 把这些人 统统给我拿下 全部带回府里 公堂之上 活了 真的活了呀 原来那俩人没死啊 谁刚才就出人命了 嘿嘿 今天有好戏看咯 生堂 大老爷 民女白沙村安小月 状告白沙村安成夜 告其绑架民女长姐安小离 并以匕首相携 逼迫民女交出房器 田器 银两 以及分家自举 并要求民女 将独家研制的秘方赠予 鸡安药铺的老板许世杰 安成夜为主谋 安立贵许世杰等人为同谋 安成夜 你的亲孙女告你 你有何说辞啊 大老爷 草民冤枉啊 草民安成夜 和孙女安小月都是一家人 那所会被绑架的安小离 也是草民的亲孙女 草民是无论如何 不会伤害自家人呢 今天的事情 无非就是自家人置气 闹个脾气罢了 而且 安小离并没有分毫的损伤 这事情说起来 就是草民的家务事 草民管教孙女 并不是什么绑架 请打老爷明察 非爷非爷 你们分家了 便不是一家人 而你绑了安小离 跟安小月勒索 便不仅仅是家务事了 更不是长辈管教晚辈了 安小离 你说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回禀大老爷 民女今日晨起后 一直在绣庄里 并未打算外出 民女在绣庄后院扫地 恰好民女的四婶牛氏 来找民女 说是民女的母亲重病 在镇子上的医馆治疗 民女心急 就跟着四婶牛氏 离开了绣庄 走到一处没人的胡同里 被民女的四叔安利贵给绑了 送去了许世杰的家中 大老爷 民父冤枉啊 都是家里的公婆逼的呀 否则 借给民父十个胆子 民父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啊 住口 没到你说话的时候 大老爷没有发问 你就不许插话 安小离 你继续说 他们把我 带到了许世杰家的后院 民女的爷爷安成夜 跟许世杰谈交易 说有我这个人质在手 可以随意威胁我的二妹安小月 只要许世杰放弃 撞高我的堂哥安元丰 放安元丰和我三叔安利福回家 他便以我为人质 要挟我二妹安小月 把他的制药秘方送给许世杰 许世杰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却也说 此事他不愿意插手 怕沾上绑架的案子 说是怎么做他不管 他要拿到秘方 才会放弃撞高安元丰 并且一直想要把老安家和我 都给赶出去 但老安家的人死活不走 最后我的二妹安小月 带着四个拆管小哥找来了 后面的事情 就有拆管小哥为证 四叔安利贵 把匕首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不仅要小月拿出秘方 还要侵占我家的财产 后面的情况 本官大致知道 已经询问过几个差异了 唉 这老安头怎么会如此糊涂啊 竟然做下了如此事情 安成夜 你还有何要说的 草民还是那句话 这是草民的家务事 是长辈管教小辈 即便是分了家 难道草民就不是他们的长辈了吗 遇到事就管不得他们了吗 还请大老爷明见 管教晚辈也要有个名目 安小离招你惹你了 你就把人给绑了 老安家有困难 但安小月护那二儿子安利文 他们见死不救 我这没辙了便绑了安小离 只是想吓唬一下他们 给他们一些警告而已 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 但说到底这是草民自己的家势啊 强词夺理 来人 先给我把这老匹夫重打二十大板 看他能不能学会怎么回答本官的问话 大老爷冤枉啊 这一切都是安小月故意设计的 是他有意在陷害草民呢 门口呼言 给我打 牙医拿下安承夜 噼里啪啦的就把二十大板给打完了 安承夜 安小月告你绑架勒索 你可认罪啊 草民 草民不认罪 这 这就是 就是草民的家务事 此家人大闹的 过火了一些 算不得是绑架 安承夜 看来 本官是没有把你打疼呢 冰大老爷 这事情 都是因为安小月而袭 并非草民一人之责 那安小月 得罪了几名药铺的老板许世杰 而许世杰却报复我们老安家 拿出了我三儿子安丽福 和我长孙安元丰 我昨天求他 帮忙摆平此事 却遭到了拒绝 这无奈之下 才绑了安小离啊 至于威胁的话 那都是吓唬人的 我并没有伤害安小离分毫啊 安小离也是草民的亲孙女 草民怎么可能下得去手 草民冤枉啊 安小月 你又有何要说呀 回大老爷 民女冤枉 而是许世杰联合安丽福 要出手对付民女 随即 安小月把许世杰买通了安丽福 让安丽福破坏她的药材 一无一时的都说了出来 大老爷 难道民女只是不愿意逆来顺受 更不会忍气吞声 才做了自保之举 当夜抓住安丽福之时 邻居也听见动静来了 安丽福亲口招任此事 民女想着 安丽福是民女的三叔 他也认错求饶了 就放过了他 如果大老爷不信 可传民女家的邻居贾东 李大壮和钱守田三人上堂问话 所以这事儿 倒是济安药铺的许世杰挑起来的 如果不是他 想贪图安小月的制药秘方 就不会勾搭上安丽福 更不会有后面的一连串事情了 大老爷 请容草民一言 说吧 草民要告 等一下 大老爷 所有的事情与许世杰无关 均为草民的父亲和祖父所为 半夜破坏制药仪式 许世杰只是跟家父提起 对安小月不给他供货不满之情 是家父号叫朋友 主动做出此事 至于今天的绑架案 自始至终许世杰都未参与其中 都是老安家一手策划的 刚才当时安小离也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 还请大老爷明鉴 不可冤枉了好人呢 回答老爷 一切确实如小儿玄风所说呀 许世杰只是说了不满 一切都是我的意思 那晚被安小月捉住 我是为了自保 才无限是许老板唆使我做的这事 事实上 与许老板无关呢 并告大老爷 绑架之事是草民一人的主意 老安家的所有人 也都是听从草民的安排 至于许世杰更是冤枉 是草民绑架了安小离之后 才去的他家 并且赖在他家不走 跟他谈的条件 也是草民一厢情愿 请大老爷明察 万不能够冤枉了许世杰 许世杰 你刚才说你要告 告什么呀 回禀大老爷 草民原先是要告老安家诬陷 我从未与他们投谋过任何事 但现在他们既然已经承认了 草民也就无需状告他们了 大老爷 民父要告安元峰 他逼良为常 吃喝嫖赌欠债无数 就是他拖款了老安家 住口 就要在公堂之上胡言乱语 大老爷 这丰父是草民四儿的媳妇 早年摔坏了脑袋 一向无理糊涂 是个吃傻之人 还望大老爷 不要相信他的胡言乱语 大老爷 我不是傻子 我是真的要告安元峰 我不想再被他拖累了 大老爷 此雕夫咆哮公堂 灭识大老爷 目无法记 牛氏吃傻 所言万万不可信 启禀大老爷 民女作证 似舍牛氏便未吃傻 而且 方才牛氏所告 民女安小月也想告 安元峰将自己亲昧 安小凤骗去南阳 强行将安小凤 卖入青楼 轮为娼己 此为逼良为娼 另外 安元峰在本镇吃喝嫖赌 欠下巨额债务 得行有亏 不配保留现有的秀才身份 既然牛氏和安小月 都要撞告安元峰 那本官便受理这桩案子 安元峰 逼良为娼 吃喝嫖赌 你可认罪啊 大胆安元峰 本官问话 你竟敢不答 大老爷 草民冤枉 草民并没有逼良为常 也没有吃喝嫖赌 那你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 回禀大老爷 按照律法 应该是原告举证 先要由状告我的安小月 和牛氏二人举证 证明他们所告属实 再由我来举证 证明自己的清白 安小月 牛氏 你们是原告 可有证据证明你们所告啊 启禀大老爷 告安元峰逼良为昌 只需请参议前去南洋调查 找到安小峰为证便可 当然 这个要一些日子 告安元峰吃喝嫖赌 我想请镇子上的妓院 酒楼 毒坊的老板过来 甚至可以找地下钱庄 和放高利贷的人为证 来人 马上去找镇子上 这些花花地方的老板过来问话 大老爷 民女还想再状告一人 好 你说 民女要告 金安药铺的老板许诗杰 告他的罪名是知情不报 许诗杰和安利府有过节 为了搞垮老安家 他特意收集了安元峰的罪状 可是大老爷问话 他却不把证据拿出来 可谓是知情不报 所以 我要告他的是包庇罪 嗯 如果知情不报 帮犯罪者遮掩 确实是犯了包庇罪 兴则账责 重责流放 安小月 你不要信口私谎 大老爷 这张状子 是刚才许诗杰昏迷的时候 我无意中从他的身上找到的 虽然不是他亲笔所书 但末尾 却是落得他的名字 也有按他的手印 师爷亲自过去接过来 呈给了大老爷 请大老爷过目 大胆许诗杰 你还有何话可说 大老爷 草民知罪 草民什么都找 求大老爷从今发落 回禀大老爷 草民安排人去过南阳 花了二百两银子 为安元丰的亲妹妹 安小凤赎身 并将安小凤藏于家中的地窖 安小凤血泪控诉 说只要给他盛堂的机会 便要把安元丰对他所做的 全部招供 不会有丝毫的隐瞒 另外 花满楼的老宝愿意作证 安元丰经常睡花素柳 这个草民跟那老宝已经决认过了 大老爷 强倒众人推 只要安小凤和花满楼老宝站出来作证 安元丰自然大势已去 那些毒坊 高利贷债主 自然都会站出来 到时候可就不愁没有证据了 大老爷 大老爷 草民甘愿认罪 带证人上堂 现在才认罪 已经晚了 晚了 老安家晚了 彻底的晚了 急病大老爷 这安秀才是我们花满楼的常客 花满楼的姑娘和闺奴们都认识他 人人都可以作证 这些欠条都是安秀才亲笔所写 大老爷可以详查 大老爷 弥府只盼着您能作主 让安元丰把这连本待息的四百多两银子还给我们花满楼 这生意难做 您也是知道的 安元丰 这四百余粮的欠债 你可认哪 认了 你好大的胆子 一个秀才 竟然棉花素柳 还欠下这样的债务 你修不修啊 安小枫 民旅在 安小月和许世杰二人 状告安元丰逼梁为娼 强迫你入青楼卖身 你有何要说的呀 看你身子孱弱 无需下跪了 站起来回话吧 安小月在旁边听着 笑而不语 心说这大老爷怕是也是个好色之徒啊 多谢大老爷 安小月和许世杰二人所告 句句数十 安元丰 确实逼梁为娼 强行卖我入青楼为计 昔日里 镇子上学集药铺的少东家薛民喜 又以强行纳民女为妾 民女不愿 安元丰便欺骗民女 说带着民女去南洋赞壁 行许还能给民女说个好婆家 民女寻思着 安元丰是民女同父同母的亲大哥 自然相信他所有的话 便跟随他去了南洋 刚到南洋的头几天 我们住在旅店里 安元丰也确实对我不错 给我买新衣服 买胭脂水粉 买首饰猪花 我每日很少出门 而安元丰整日都在外面跑 说是想找个大户人家 给少爷小姐当先生 还说要给我找个好婆家 我便细以为真 以为她真的在忙 殊不知 安元丰其实是拿了家里的烟签 花天酒地吃喝嫖赌 几乎夜夜流缩在南洋一家 名为宜春院的青楼 宜春院是南洋最大的青楼 花销也是不小 安元丰很快就花光了 从家里带出来的银钱 而且还盗窃了宜春院不少银子 那里的老宝峰妈妈逼她还钱 如果不还钱 就要卸下她的一条胳膊 她一开始是跟我商量 让我当个雅记 卖衣不卖身 可是我一个乡下姑娘 琴及书画一样都不会 我知道她是哄我的 只要我进了一尊院 怕是就神不由己了 更何况即便是雅记 我也不愿从 安元丰借我不远 就在旅店里打我骂我 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但我依然宁死不从 她不知道 从何处找来了一种药 让我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之后 我已经在仪春院里了 我苦苦挨救那冯妈妈 说可以做撒扫做饭的事情 只要别让我去接客 我做什么都可以 可是那冯妈妈却不允我 说是安元丰卖了我 就由不得我了 当天晚上 那冯妈妈又给我挂了 不知道什么药 我就 就 就失去了清白 我悲想一死了之 但那冯妈妈却说了 如果我敢死 她就把我的食神喂狗 永世不得超生 永远都是孤鬼也鬼 爱远峰 把我迈入仪春院之后 她还在继续盘剥我 我每次接客之后 老保冯妈妈拿大头七成 给我分三成 就是这卖了皮肉的银子 都会被爱远峰抢了去 而我没有一丁点的银钱 在怡春院 想喝一口热水都没有 那爱远峰 就是个不要脸的 她拿了自己亲妹子 卖皮肉换来的银钱 立马就去嫖宿 怡春院里别的姑娘 还给闺奴打赏 如果我不给她 她别对我拳打脚踢 打得我全身使伤 前几日 我爹安利福也来了南洋 我没以为 我爹会救我 会帮我离开 那个可怕的地方 可是 我想做了 一开始 安利福还帮我 教训安元峰 打他 骂他 可是 安元峰只是给了 他几个酒钱 还给他安排了 遗春院的女人 他拿了好处 得了便宜 竟然就不帮我了 反而 反而还 还跟着安元峰一起 榨干我杰克德来的 所有银钱 连一个铜子都不会放过 有一日 一个有钱的商人 看见安利福和安元峰 跟我讨要银子 我们吵得很厉害 那商人也是个混蛋 他竟然提出来 为了那五十两银子 便真的答应了 可恶 简直是太可恶了 大老爷 死事之后 他们想要杀我灭口 幸有既然要不 老板许世杰 安排的人救下我 并帮我赎身 我现在 才能在公堂之上 诉说自己的冤屈 请大老爷 重返安元峰和安利福 为民女做主 草民要告安元峰 赌博欠债 草民要赚告安元峰 大老爷 安元峰欠了我二百两银子 请大老爷做主 挨小月退到一边 把公堂 让给了这些讨债的人 小月 这安元峰 到底欠了多少钱呀 先前说的是一千多两 可是我看这个阵仗 怕是远远不止吧 姐 我们是小看这个安元峰了 那一千多两银子 怕只是冰山一角吧 老安家还真是蠢 钱一缩时地过日子 供养出来这么一个混货 小月 我突然特别清醒 如果咱们没有分家 怕是把咱们全卖了 都不够抵债啊 小月 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只想再献你一次 你把我们大方分出来了 否则 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啊 等会儿那些债主 可能会迁怒于我们 当时不要慌 有分家字举在 不用担心 要债的人数越来越多 而且得到消息的人 还在源源不断地过来 一时之间 宫堂竟然乱成了一锅粥 跟菜市场一般了 宿敬 这里是宫堂 将一众被告 暂时关押 所有持有安源封欠条借据的 全部到师爷处 一一登记 许先行核对好欠债账目 明日再做判决 师爷 您这时候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吩咐吗 小月姑娘 是大老爷派我来 跟您说一臣的 那安源封 几乎欠了半个阵子的债 阵子上的妓院 赌方 酒楼这些就不说了 他还欠了高利贷 一些做生意的 他也会去游说人家 现在统计下来 他竟然欠下了 连本带息 一万三千多两银子 而且最早的借债 已经是三年前了 如此巨债 是否涉嫌诈骗 现在已有花满楼 和祥和酒庄的老板尖头 要去清理 撞告安源封 连带着撞告老安家 就是告诈骗 大老爷说了 你们虽然分家了 但如果事情闹大了 就会有金官过来调查 你们哪 一定要保管好分家的自觉 而且要找人证 不仅仅是证明你们分家了 而且要证明 你们在分家之前 你们日子是过得怎么样 是怎么被老安家欺负的 我明白了 那这案子 明天能否继续审理 如果只是欠个几百两 或者一两千两的 大老爷就能够做主了 但是现在 欠了一万三千两的巨额债务 还设计逼梁为娼 取消秀才偷仙等事宜 我们府衙怕是做不了主 我估摸着 明日里案子就会调到刑部 刑部 再调派巡察官员 过来调取卷宗 耽搁一两个月都有可能啊 那怎么行 一来 我们不可以一直在府衙里住着 这不合适 二来 我还要制药 家里的田地也要有人管 牲畜家禽必须要喂 师爷 有没有什么捷径啊 小月姑娘 俗话说得好 朝中有人好办事啊 您认识 经理齐将军府的三爷 三爷似乎还很看重您 如果小月姑娘 肯去一趟经理 别说是三爷出面了 哪怕是三爷府里的管家 能出去说句话 那这事也能够速办 而且 也没有什么人敢为难你们 只是 这话可不是我告诉你的 师爷请放心 我只是最近有些药研究出来 想给将军府三爷送去 他对我的药丸子很感兴趣 到时候 我也可以顺便聊聊我自己的事情 小月姑娘 果真是冰雪聪明啊 请问 大老爷在何处啊 我有些案子的事情 想跟大老爷说一说 不知道小哥 可否行个方便 大老爷在书房呢 我带你过去 但大老爷是否谢你 就不一定了 让他进来 您女 见过大老爷 起来吧 这不是公堂 是本老爷的书房 无需客套 坐吧 看茶 多谢大老爷 多谢大老爷 其实民女过来 是因为担心 安远峰的欠债太多 如今 债主都要问老安家讨债 而我 小凤姑娘不必担心 你在此案之前 已经被卖入了南洋宜春院 而现在 又被寄民药铺的老板 徐世杰买下来 早已和老安家脱离了关系 早已和老安家脱离了关系 安远峰欠下的巨债 与你没有丝毫的关系 这一点本官可以打包票 你且安心便是 只是大老爷 民女还有缘去要诉啊 来来来 有话好好说 你先起来 无需这样 本官 自会给你做主 不必 不必 不必如此啊 小凤 我会保护你 你什么都不用怕 大老爷 您 您当真能 能 而此时 爱小凤已经感觉到 大老爷在为他宽衣解带 而那有些厚重的唇 也在他的脸颊和脖梗之处 来回撕磨 书房堂椅上的一番云语之后 爱小凤 又是梨花带雨的模样 大老爷 你怎可 怎可这样 小凤已经很可怜了 本以为大老爷会 会帮着小凤 没想到 大老爷去 本官可能今日脑子有些昏恶 所以才 你也是个可怜之人 不如 本老爷就收了你 对你也负责 也算是 给你一个安身之处 大老爷 大老爷 你不是有意的 小凤不用你负责 小凤沦落风尘 根本配不上大老爷 小凤知道 大老爷是一番好心 但小凤的名声这么差 大老爷是官员 小凤万万不能牵连了大老爷 刚才的事情 小凤会忘了 就当没有发生过 小凤只想大老爷在这个案子上 给小凤做主 这个是自然的 你本来就是苦主吗 那安元风卖了我 那些银子 我想向安元风讨回来 我想告他 安元风如果有银子 那就不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了 他没有银子还你啊 也只能重罚他 给你出气 大老爷 安元风欠我银钱 我见许世杰二百两赎身的银钱 大老爷可否通融一下 把我和许世杰的债务 赚给安元风呢 让安元风换许世杰的二百两 也能还我一个自由之身 倒是没有这个先例 安元风欠了一万多两的巨债 许世杰也不会同意啊 大老爷 小枫苦啊 许世杰买了我 却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也是想 安元风若是能把卖我的银钱还我 我也可以从许世杰那里赎身 我的名声坏了 这地方我待不下去了 大老爷 求您了 能帮小枫的 也就只有您了 成吧 我试试 实在不行 那许世杰的包闭嘴 我从今发落 卖他一个人情 这事儿我帮你就是 只要你能更温存体贴一些 那小枫 自然要好好报答大老爷的联系之情 小枫啊 你可真是个小妙人 今晚我还来找你 大老爷 小枫 伺候到您可满意 满意 太满意 太满意了 如果不是你要离开这个伤心地 本老爷是真舍不得让你走啊 就想把你每夜留在身边陪伴 那我的事情 放心 我自然会帮你 你先好生休息 回头 我再来看你 你也不必多想 只要这个案子结了 我就给你足够的盘缠 让你远走高飞 只是 老爷我真的是舍不得 你这个小妙人啊 小月 你不是要去警告小枫吗 要不要 我陪你一起啊 等会儿吧 小枫姐 别来无恙啊 没想说什么 小枫姐 你虽然受了大委屈 但与我们大房二房无关 请你不要对我们起任何的歪心思 一旦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即便有大老爷给你撑腰 即便你远走高飞了 我安小月就算是追到天边去 也会找你讨还一个公道 相信我 我安小月要对付谁 就一定能做到 我有这个本事 安小月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 就一句话 井水不犯河水 丫头 前面京城了 太好了 总算天黑之前赶到了 丫头 第一次到京城吧 京城 可比镇子大多了 你一个人的是走星期嘛 我把你送到地方 别让你一个人走得迷路了 那真是辛苦您了 我想去齐将军府 劳烦您送我 谢谢 齐将军府 哎呀 那可是了不得的地方 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去的 丫头 你是齐将军府的亲戚 可也不像啊 我不是齐将军府的亲戚 是我的一个亲人在那儿做工 我找我的亲戚有些事情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丫头 齐将军府不是个随随便便的地方 要去走星期的话 要格外小心着点 别得罪了人 不然的话 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嗯 我知道了 多谢齐夫大哥提醒 对了 如果我要回镇子 回白沙村 要过马车的话 我应该去哪呢 去三里河 等会儿去将军府之前 我驾马车从那边过 你瞧着点 只是 我怕是不能再送你了 因为我要去经理待一阵子 帮家里的小杂货店进点货 有可能回去也不带人 你选车夫 要选面向好一些的 你就一个小丫头 要小心一点 嗯 我知道 其实我自己也有些功夫帮身 倒是不妨是 小心没大错呀 我经常在咱镇子 和京城里来回跑 跑这条线的车夫 我也认识不少 到时你就提我的名字 他们不会欺负你 也不会讹诈你的钱 我叫魏大宝 你记住我的名字 到时候一定提啊 好 谢谢魏大哥 魏大宝 一直把安小月送到 齐将军府下人进出的偏门 说是找下人 只能走偏门 不能惊动了府里的主子 随后又叮嘱了几句 才驾车离开 天哪 这是偏门吗 这么阔强 我的天哪 我这是一不小心认识了 何等的大人物 不过 安小月并没有去敲门 而是摸了摸 脖梗上的玉坠子 他并不是来找什么 下人亲戚的 而是找着 齐将军府三爷的 如果走偏门 是对三爷的不尊重 所以他必须走正门 什么人 竟敢私闯京军府 不要命了吗 滚 否则爷手里的大刀 可不长眼睛 我叫安小月 是来找贵府三爷的 请两位大哥代为通平 这个玉坠子是信武 三爷说了 只要我拿着这个玉坠子来 自然会见我 三爷不在府里 你走吧 请问大哥 三爷何时回府 我可以等他 我是有点急事 拜托两位大哥 跟我说说好吗 三爷去军中了 你若是要等 怕是要等几个月了 回去吧 请问 我可以见一下府上管事的吗 三爷说过 若是我有急事 他不在府上 我也可以凭玉坠子求助 什么事啊 在大门口叽叽歪歪的 不管家 这个小丫头要找三爷 她有三爷那个玉坠子 是皇太后赏赐给三爷的那块 我们告诉她了 说三爷去了军中 一时半会回不来 她便是要见府里的管事 我们也是为难啊 你是何人呢 报上名来 到将军府找三爷 你有何目的 我叫安小月 白沙村人 昔日机缘巧合 在山里偶遇三爷 帮她解过蛇毒 三爷送我玉坠子 说以此为信物 有事可以来经理齐将军府找她 她若不在 将军府的人看见玉坠子 也会帮我 一派胡言 三爷是少将军 是皇上面前的红人 怎么可能把太后赏赐的玉坠子 赠予你这乡野丫头 分明就是你偷的 管家 这玉坠子是偷的 还是三爷送的 不是你可以随意评说的 我要见这齐将军府的主人 放肆 将军府的主人 是你区区一介 乡野丫头可以随便见的吗 来人哪 把这野丫头 给我乱棍打出去 这要什么呢 什么时候将军府的大门口 可以这般喧闹 见了王妃和小世子 要你们好看 母妃 我许久没吃外婆家的 花生酥了 还有花生酪 反正花生味道的点心 我都喜欢吃 不知道今天 外婆会不会给我准备 放心 你喜欢吃的 外婆自然会给你 不过不许吃多 免得你又不吃饭了 到了外婆那里 不许吵闹 不许淘气 王妃 小世子 里面请 哎哟 圣儿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摔着没有 圣儿 圣儿 你怎么了 快 快去专太医啊 请太医来不及了 把府里长出的大夫找来 快啊 齐将军府重地 岂有你乱闯 闪一遍去 我是大夫 那孩子是花生米 卡在了气管里 不马上处理 那是要出人命的 让我去救他 我是大夫 放那个小丫头过来 你有什么法子 海姆尼克急救法 我相信你 我的儿子就交给你了 哀小月把小世子扶着站起来 她站在小世子的背后 用两手臂 环绕小世子的腰部 然后一手握拳 将拳头的拇指一侧 放在她胸阔下 和旗上的腹部 再用另一只手 抓住拳头 快速向上 重击压迫她的腹部 王妃 这村里的野丫头 她 她怎可对小世子 如此无礼 除了她 这里没有别的大夫 我只能信她 如果不让她救 难道你来救吗 已经吐出来了 没事了 圣儿不怕 没事了 已经没事了 小姐姐救了你 不怕了 小姑娘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如果我的圣儿 今天有个三长两短 我是活不下去了 王妃无需客气 看见小世子命悬一线 我怎么着 也不能袖手旁观 你叫什么名字 本王妃要重谢于你 民女安小月 是白沙村人 今天想到 齐将军府 求见三爷 有男士 需要她帮衬一把 但却被挡在了门外 恰好遇见了这一幕 才顺手救下了小世子 三爷 齐霄 啊 她不在府里 好些天以前 就去了军中 不过 你方才说 你有难事 与其求齐霄 不如让我来帮你 你救了我的儿子 我欠你一个人情 多谢王妃 原本医者救人 不该索要回报 但我确实有难处 所以就不跟您客气 请王妃帮我 我自然愿意帮你 将军府是我娘家 你说的三爷奇霄 是我的亲侄 我们进府 细聊你的事情 哎哟 我的第一亲外孙儿啊 你怎么到了家门口了 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啊 你这是吓坏了外婆呀 我的圣儿啊 快跟外婆进去 小月 跟我一起进去吧 是你救了我的宝贝外孙 喂老夫人 正是民女 这小小年纪的 竟然懂得救人的法子 实属难得呀 母亲 这有本事的人 可不在年纪大小啊 这次啊 还是多亏了这个小姑娘 否则怕是要出大事了 女儿想要好深感谢 这个小丫头 帮她解决她遇到的难事 救了我们圣儿一条命 自然是要好深感谢 丫头 你有什么心愿 就尽管说吧 没想到啊 还有这样品性卑劣的秀才 幸好她没有当官 否则是国家的不幸啊 所以小月 你现在的难事 就是这个案子悬而未决 让你们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 也会影响你做药 你来找齐霄 就是想让她去督办这个案子 让案子可以尽快了结 对吗 王妃所言即逝 现在三爷不在府里 我也是束手无策 还请王妃帮我 请经官巡视过去尽快办案 秉公办案 区区小事而已 回去我递个话过去 这种案子也就是两三天的事情吧 小月 你就不求我们 跟巡视官员打个招呼 帮衬你一二 老夫人 在这个案子里 我们大方和二方 并未有任何犯法之处 只是无端受到了牵连 只要秉公办案 尽快结案 就是对我们大方二方 最大的帮助了 国有国法 如果是我们犯错 也不敢登门 求将军府帮忙了 别说你救了我这心肝外孙儿一命 就算是我老太婆知道了这种事情 也不能袖手旁观 我们齐家的家训就是中意 这事包在我 我女儿身上了 月如啊 你关注这个事 别让小月他们平白遭连累 受了委屈去 丫头 我还要给你些赏赐才行 你做药丸子也不容易 那些银子你拿着 小月 收下吧 就当是给我们淳王府 小世子治疗的诊费 小月多谢老夫人和王妃的美意 只是这诊费也太多了 我就要一个吧 领了老夫人和王妃的心意 别客气 都拿着吧 将军府和淳王府 都不差这点银子 其实 我也不是客气 给小世子治疗 是任何一个 见到此状的医者 都应该做的 不应该索要太多 更何况 小月已经跟老夫人和王妃 恳求了事情 能得到应允 小月心满意足 说再拿银子 怕是问心有愧啊 而且 小月要连夜赶回镇子 这月黑风高的 也怕路上遇到劫匪 平白把银子便宜了他人 倒不如不要呢 哎 为何这么着急啊 你初次进京 不妨到淳王府住下来 让我好生招待你几日啊 王妃客气了 家里母亲和姐弟性子弱 我怕我不在 他们会受欺负 而且他们也会担心我 小月感谢王妃的好意 日后若是进京 再去拜谢王妃 既是如此 那便不强留你 不过 我老太婆给出的赏赐 便没有收回的道理 既然给了你 就给你送到家 不妥得 安排马车 再找几个护卫 一路把小月姑娘送回去 多谢老夫人 小月 你这是 你坐骑将军府的马车回来的 就你一个人 大老爷 就我一个人 大老爷 经理的淳王妃 答应帮我递个话 明天应该就有经理的官员过来 协助大老爷处理这个案子 这马车 是我担心家人 要连夜赶回来 其老夫人心善 联系我一个女孩子不方便 就给我派了马车 还安排了十二个护卫 一路照顾 大老爷 这些护卫大哥和车夫大哥 一路都辛苦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忙安顿一下 他们今夜在镇子上住下 明天才会经理 这个自然 自然 事业 快安排厢房 准备夜宵茶点 晚晚不要怠慢了 多谢大老爷 如今我们把小月姑娘平安送到 也是完成了任务 夜宵和茶点就不必了 只要给我等 一个容身之处过夜便可 你们一路辛苦 自然要准备 不必客气 我的妈呀 一千两银子 比我还重呢 累死我了 二姐 你怎么有这么多银子呀 哪来的啊 我救下了经理 淳王府小狮子的命 小狮子的外婆 也就是齐将军府的老夫人 赏了我一千两银子 还有 小狮子的母亲 淳王妃 答应帮我去递个话 明天就有官员来府衙 和大老爷一起审案 会尽快结案 我们也能回家 好好过咱们的小日子了 小月 你真行 小月姑娘 小月啊 这是我让厨房炖的鸽子汤 还有一些小菜和米粥 你大晚上的赶回来 肯定饿着了 大老爷 多谢您替我着想 我还真是饿了 只是 您亲自给我送饭菜 真是折煞我了 天哪 小月姑娘 你竟然救了 淳王府小狮子一条命啊 你可知道淳王府 在经历的地位 你这是攀上大权贵了呀 有这个靠山在 小月啊 你这一辈子都不用发愁了 只是碰巧救人而已 所以得了些银子 我并不想巴结什么人 不过 有了这一千两银子 我如果想在镇子上买铺面 银子肯定够了 当然 当然够了 这饭菜 这饭菜不行 淳王府小狮子的救命恩人 怎么能吃这些呢 我去给你换燕窝粥 换人参大补汤 大老爷 您就别忙活了 这个正对我的胃口 而且我饿了 再去重做的话 我也不想等 那我明日 给你送更好的 给你们全家都送最好的 大老爷 您真不用对我客气 如果您真愿意帮忙的话 可否和我换一下银子 我这一千两银子太重了 想兑换银票 但也不好明日大白天的 拿着银子满大街的跑 毕竟案子还没有定下来呢 没问题 马上就给你换 你要一千两一张的 还是一百两一张的 我要小面额的 一百两一张的 就劳烦大老爷了 元生 快帮着二姐一起 把银子捡起来 摆放整齐 不多时 大老爷就拿着银票过来 小月姑娘啊 你好好的点一下 看看有没有差错 大老爷自然不会宽我 大老爷也查验一下银子吧 小月姑娘也不会宽我 再说了 将军府齐老夫人赏赐的银钱 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小月姑娘啊 我看你制药也不容易 还想在镇上开药铺 开医馆 都需要银子 所以 这银子啊 你不妨留着先用 大老爷 我是跟您换银子 不是跟您借银子 这案子这两天就能结了 我就可以回家 继续制药赚钱 倒是能够周转的开 您的心意 我就心领了 这银子 您一定拿回去 您是清管 手上的银钱 肯定也不多 我万万不能 借您的银子啊 嗯 那也成 我先拿回去 我这日子啊 其实也不宽裕 不过 如果小月姑娘 有急用钱的时候 随时来找我 咱们都是朋友 我自然不会 袖手旁观的 多谢大老爷 本官即刻宣判 安元丰 吃喝嫖赌 放浪行孩 德行有亏 尺夺秀才身份 其逼梁为娼 强卖青妹入青楼 罪大恶极 充军发配至南疆 三日之内动身 安成业 绑架勒索 流放西北 三日之内动身 安丽贵 马氏 牛氏 此三人与安成业串谋 绑架勒索 念三人 为从犯 判 杖刑五十 宣判后 即刻行刑 安丽福 与许士杰狼狈为奸 意图破坏 安小月要务 而后 与安元丰 联手 诈取安小凤财物 杖刑五十 宣判后 即刻行刑 许士杰 为谋私利 包庇 安元丰 所犯罪责 账刑二十 宣判后 即刻行刑 安元丰 欠债 累计约 一万三千余两 牵连人数众多 此债务 安元丰 已供认不讳 所欠银钱 应由安元丰 及其家人 白沙村 安成业 一家十五日之内 进行偿还 如规定期限内 无法偿还 由天师镇府衙 查封安元丰 以及安成业 之所有家产 并公开排卖 所得银钱 用于偿还债务 如变卖家产所得 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 将按债权比例 进行第一期偿还 正余债务 归属于安元丰 安成业 安利福 安利贵 及其家人 令 白沙村安甲 已分家之安利柱 和安利本两户 不属于本案债务人 如有债权人 恶意向非债务人 强行追讨 造成人员财务损伤 将按律法称处 大人 草民不服 安元丰欠债之时 安利柱和安利本 两方并没有分家 为何他们不能承担债务 草民不服 这两份分家字句 已经写的是一清二楚 分家之后 安利柱和安利本 都与老安家的债务无关 而且还特别说明了 以前的债务 也与他们无关 他们分家怎么立字句 草民等人又不知晓 他们分家钱 安元丰借的银钱 他们也跟着沾光 大人 你女安小月 恳请辩解机会 安小月 那本官 就给你辩解的机会 你说吧 多谢大人 第一 安元丰所欠债务 大部分是在酒楼 赌坊 青楼的社账 而安利柱和安利本 两房人 并没有跟他一起消费 如果债主有异议 可以拿出大房二房 跟安元丰一起消费的证据来 第二 安元丰并没有给老安家 拿过银钱 反而一直是老安家 省吃俭用 给他银子供养着他 所以并不存在 刚才那位战务人 所陈述之 我们大房二房 也跟着沾光一说 这一点 白沙村的李政和村民 都可以作证 李政就在堂下 大人如果需要问话 可以传李政上堂 第三 二房安利本分家之时 安利本重伤 命悬一线 老安家是为了避免疗伤 花费太高 给了少许银子 强行让安利本分家出去 大房安利住分家之时 为净身出户 没拿老安家一个铜板 更没有土地和房产 如此分家 字句上写明老安家的债务 与这两房无关 也是合情合理 第四 如果按照那位债务人所说 分家钱欠的债务 分家后也要偿还 为什么只强调了 我们大房二房 而忘记了被安元丰 卖出去的安小凤 安元丰欠债的时候 他也是老安家的一份子 而现今 安小凤被许世杰买下 是不是许世杰 也连带着要承担债务 或者是有意纳他为妾的人 都有连带的债务 请大人明见 吴大人 依下官之见 安小月所言极是啊 安小月所说句句在理 可以负重 安立柱和安立本两户 以及被卖出的安小凤 现下已跟安元丰部署同一家 不应该承担债务 如有债务人强行追讨 造出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 将按律法追究其责任 大人英明 大人办案雷厉风行 案子断得干脆利落 民女感激不尽 依重刑罚 由天师镇府衙 王道夫监督执行 小哥 请问大老爷在不在 好端端的 你打听大老爷做什么 难道这案子还没有结吗 安小凤 你见到我们夫人 竟然不行礼 是不是觉得 爬了我们老爷的床 就可以不把夫人放在眼里了 安小凤 见过夫人 夫人万安 现在老安家的案子 已经落定 也不会有人找你追讨债务 你无需留在此地 按照规矩 许世杰帮你从青楼赎身 你就是许世杰的人 即便许世杰犯了包庇罪 但他的罪并不算重 挨了板子也就放回去了 你是许世杰的人 也就跟着他吧 夫人 我 求夫人 不要送我去许世杰那里 小凤 给你磕头了 夫人 不能留下他来 一个青楼女子 怎么能留在府衙里呢 传出去 毁坏了大老爷的名声 哼 你虽被你亲哥所害 也是受了些委屈 但是 毕竟你的身子 已经被糟蹋过了 名声也不大好 这府补牙后院是容不得你的 那许世杰虽然不是什么富商 但家境也算是殷实 他既然给你赎身 你就是他的人 你跟着他最起码吃穿不愁 能一养一辈子了 来人哪 把安小凤送去许世杰家里 即便许世杰之前犯了错 但他花银子赎了安小凤是事实 所以安小凤就是许世杰的人 咱们府衙不能一直扣安小凤 送过去吧 路上保护好 别让安小凤受了委屈 把人完好的交给许家 看好了人 别让人跑了 夫人 那女人太不要脸了 去让人洒扫一下 他住过的厢房 他用过的东西一律烧掉 房子里多洒些醋 再熏点爱 取取这房子的晦气 贱货 还处在这干嘛呢 去后院把柴披了 是 披柴这种活 以前在老安家 他是没有做过的 他连斧头都抡不起来 老半天没有披出来几根 蠢货 这点事情都做不来 今天没有你的饭吃 去扫院子吧 二百两银子 买了这么一个宠货回来 真是糟欠银子 还不如买头猪回来呢 徐夫人 我有话要说 请您听我一言 哼 你个贱蹄子 不好好干活 在什么话啊 再要闹他 不搁了你的舌头 徐夫人 我已经是大老爷的人了 大老爷答应过我 会替我赎身 今天是他夫人背着他 偷偷把我送来这里 请徐夫人帮我 把我送还给大老爷 但不能让他夫人知晓 到时候 大老爷自然给你们二百两银子 会记得你们许家的好 许家后门晚上 不会有人开手 你要怎么样 都没有人管你 当然 你的卖身器 还在我们许家手上 如果三天之内 大老爷不来赎你 我们也不能让花钱 买来的人给跑了 多谢徐夫人 小月 小月呀 李正 您这是怎么了 跑得这么喘 有什么话慢慢说 府衙的差役 来传你 说你行贿 大老爷一千两银子 所以案子 才判成了昨天那样 现在 有上百人围坐在府衙门口 大老爷传你过去澄清一下 搞不好 这些人 又要闹到京里去 这案子 还要再审 李正 那我现在就去镇子上 爹 我们两个人去吧 我知道 我一个人去镇子上 您肯定不放心 嗯 小月呀 这事儿 你有把我说清楚吗 自然 案子又不是大老爷判的 是京里来的人判的 而且 我并没有行贿大老爷 真经不怕火炼 大伯 家里就拜托您 多照看一下了 放心吧 小月 你尽管去处理事情 家里有大伯在 不会出事的 小月呀 你总算是来了 那些个无知刁民 竟然说你行贿 我一千两银子 又要闹着去经历告状 所以大老爷着急了 才传唤我过来 不是传唤 是商量 也请你帮我做个证啊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竟然会传出这种疯言疯语 大老爷 您是不是跟安小峰 闹别扭了 啊 什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不多不少 偏偏是一千两 到时候 如果查证下来 齐老夫人赏我的 一千两献银 就在你的府上 将军府给的银子 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记号 这是有人存心要害你 也要害我 但这个人又不是特别高明 因为这个案子是经理的官员判决的 根本与大老爷无关 行贿大老爷有什么用啊 要行贿 也是要行贿那吴大人 和李大人才是 对 对 小月姑娘所言极是啊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事儿 是安小峰挑起来的 那几日住在府衙 安小峰就在我们隔壁 他房里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我们房里的事情 他也应该知道 所以 我才说大老爷 是不是让安小峰不痛快了 比如 答应过他的事情 是不是没办到 哎呀 昨天我夫人把安小峰 送去了许氏结家 其实 我是昨日太忙了 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管后院的事情 可是 安小峰当晚就又回来了呀 可是白天他受委屈了呀 而且 冤枉人也就是 动动嘴皮子的事情 又不会费力 现在又是多事之秋 那些寨主心里都压着火 自然是一点就燃 那这事要怎么办呢 大老爷 我没有行贿 您没有受贿 咱们怕什么 大不了 等着经理的官员 再来调查就是了 不行啊 万一 万一那安小峰又 也有一个办法 只是 大老爷不能怜香西域了 不知道大老爷 是不是舍得 小月呀 都这个时候了 还有什么舍得舍不得的呀 你有什么法子 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出来吧 给安小峰点颜色看看 第一 您要告诉她 您和她的事 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她即便说出去 只要大老爷您不承认 所有人只会相信大老爷 而不会相信她一个风尘女子 第二 您要告诉她 她既然背叛了您 在背地里给您惹是非 您不会再庇护她 第三 她既然被许时节买了 那就是许时节的人 该送回去 就把人给送回去 告诉她 您不会为了一个风尘女子 跟自己的正房夫人过不去 第四 您要告诉她 您会给许时节递话 让许时节 把她迈入镇子上的青龙 这样的话 安小峰一定会害怕 可是 心里万一还是有人来查呢 她害怕不顶用啊 安小峰不是傻子 她虽然背地里坑你 但她却还想依附你 当她求您原谅的时候 您只需要她解决现在的困局 她一个女人 她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大老爷 您是当局者迷啊 您难道不记得 有这样一条法律了 以民告官 必须先仗刑二十 才能受理案子 您觉得 如果那些要告您的人 找不到人证 他们会冒着 挨二十板子的风险 去打一个铁定 打不赢的官司吗 妙 妙极啊 大老爷 您现在只需放话出去 强调这二十板子 会怎样皮开肉战 强调以讹传讹的事情 根本没有人证 等那些债主查到 是安小峰放的话后 求安小峰作证 而安小峰 却不敢承认的时候 就没人敢去告了 大老爷 抓紧时间吧 如果那些人去了经理 那就拉不回来了 那后面怎么办 真把安小峰送青楼去吗 我觉得吓唬他一下便可 把事情摆平才是最重要 安小峰这个人太狠毒 如果真的把他再卖去青楼 怕是他会破罐子破摔 没有了顾忌 更要乱嚼势根子了 唉 看来 我只能舍财免灾了 给他赢钱 让他远走高飞去 再也别回来了 真是冤孽呀 大老爷 送他走之前 一定给他敲足足的警钟 要让他害怕 我了解安小峰这个人 我担心 他会在临走前 再惹出一些是非来 当时候 你想找他 那都找不见人了 大老爷 您去忙您的 我要去见安小峰 他招惹了我 我要给他些教训才行 他无视我的警告 他必须吃苦头才行 小月姑娘 我带你去 那个贱女人就在 傅牙的厢房里 哼 他敢招惹你 敢污蔑大老爷 自然不能便宜了他 你狠狠地给我教训他 那是他自找的 他活该 安小峰 你个铁不知耻的毒仓夫 我们老爷带你不薄 你竟然背地里乱嚼舌根子 故意陷害老爷和小月姑娘 就该拔了你的舌头 让你永远说不出话来 我没有 请夫人明察 小峰真的没有胡说那些事情 说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有胆子做 怎么没胆子承认了 小月 我真的没有 我根本不知道 你们在说些什么 安小峰 我记得我警告过你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如果恪守本分 以前我们的那些恩怨 我可以当作没有发声 可是你把我的话当耳旁疯了 所以 非常遗憾 我不会饶了你 小月 你放过我 我真的没有啊 小月 说会要讲证据 这事就是你做的 你竟然不承认 要什么证据啊 我直接收拾你 这里不是公堂 我认准的事情 不用找证据那么麻烦 而且 你不承认 我更不开心 我会让你更加的痛苦 我承认 我承认 是我昨日 傍晚去查馆随便说了几句 那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没想到竟然闯开了 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小月 我都说了 你就别打枕扎我了 如果招供就可以不受惩罚 那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干坏事 反正招供就免罪了 安小月一针 刺入了安小凤的痛穴 你会痛三天 这是我对你的惩罚 如果你还敢乱来 我一针把你刺成残废 让你痛苦一辈子 你好自为之宝 夫人 她死不了 只会后几株痛三天 您放心便是 不用给她请大夫 哼 她就活该 我才不会摆下了银钱 给她请大夫呢 小月姑娘 请到堂屋里休息一会儿 吃一盏茶 看看事态能不能平息下来 好 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我也觉得应该多留一会儿 看看大老爷那里事情处理得如何 需不需要我帮忙 小月 我知错了 求你 求你救救我 我快要痛死了 小月 你别走啊 小月 不要脸的东西 你就竖着吧 小月姑娘 我按照你说的办法 那些静坐的人都散了 之前扬言要去经理告我的人 也都散了 如此甚好 那我也该告辞了 剩下战后的事情 就辛苦大老爷了 本就是我的事情 这次还多亏了小月姑娘阻止多谋 那安晓峰 被我手下的差役 淋去花满楼溜达了一圈 再回到衙门口 他只说那些话是他自己胡舟的 那些债主 觉得被他愚弄了 差点打死他 现在他被抽了耳光 砸了鸡蛋和烂菜叶 算是消停了 我给了徐世杰二百两银子 但徐世杰不敢要 只说是把安晓峰送给我 卖身器也在我手里了 我打算给他二十两的银钱当路费 给他送天边去 可别再回来了 嗯 您送他走的之前 再敲打他一下 他诽谤朝廷命官 本老爷 判了掌嘴一百下 打完才放他走 小月啊 方才官府来人 把老安家的房斋 田产全部查抄了 准备要拍卖出去 现在他们几个没地方住 就都到你们院子里来闹了 我都替你们劝过了 可是他们偏生就是不肯走啊 袁生 有人来家里捣乱 怎么不去牵黑子过来 谁敢牵狗过来 难道我来自己的儿子儿媳家里 还不行了吗 确实不行 来 请回吧 这里住不下了 住不下 就给我们藤屋子 反正你们有三间厢房 还有个堂屋 挤一挤就能住下了 可是 这是我家 我不想挤 求收留还如此嚣张 看来公堂上的板子 没有把你们打疼啊 到现在还没有学乖 我给你们最后的机会 如果你们还不离开 我就放狗了 你们之前都挨了板子 想必伤口未愈吧 黑子可是最喜欢血腥了 闻见那个气味 立马就会扑上去咬 你们放狗咬我吧 咬死我了 你去偿命 你放狗咬人 咬伤你要赔银子 这么多人看着呢 这不孝顺的呀 就知道欺负我这老婆子 这是要我的命啊 小月呀 我们也不想难为你 可是老安家被官府查封了 我们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啊 你们没有容身之处 关我什么事情 再说了 你们私闯民宅 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已经下过逐客令了 即使我现在放狗 那也是先里后兵 我知道 我们以前做了太多对不起你们的事 可是能不能看在 都是姓安的份上 帮帮你的两个堂弟 我们大人没关系 他们还小啊 可是他们经常欺负原生了 以后不许欺负原生弟弟 他比你们都小 你们要照顾他保护他 再看见你们欺负原生 我就打烂你们的屁股 小月牙 我知道 我们这么多人 挤在你这儿肯定不合适 要不我们四方这就走 不过能不能把西坡子 那边的茅草棚子 借给我们四方暂时住住呀 啊 我们只是借住 那棚子和棚子下面的土地 还是你们二房的 好 棚子就借给你们住 但如果再发生一次原生 被他们两个欺负的事情 即便那棚子我空着 也不会给你们住了 是是是 绝对不会发生了 他们已经走了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小月 你如果还要说不够住 要赶我们走 那你就说不过去了 李正 来平平礼 就算分家了 也不至于这样冷血吧 即便是远亲走投无路了 也应该帮衬一样才对呀 小月 你看这事 李正 自己人互相帮衬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大方晋身出户以后 我一直要他们住在我们家 所以 我并不是一个不同情理的人 但是 现在要我收留他们 我怕是做不到 以前他们怎么对我们的 我到现在想起来 还觉得不寒而栗 而且李正和这里的相立相勤都知道 哼 不让住 那就放狗咬我们吧 小月 乃 西坡子的草棚子不算小 四房已经过去住了 你也可以带着三叔过去啊 至于这个地方 你想住啊 没门 那草棚子四面投风 根本没法子住人 没法子住人 可当时我们二房也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啊 我挨了板子 有伤 需要好好休息 当初我们二房搬去草棚子的时候 我爹的伤可比您挨板子的伤重了很多倍 不是也一样住着 之前天气暖和 现在不一样 现在天冷了 哪地方会冻死人的 如果我没有赚到买房子的银钱 现在天冷了 我们二房不是也住在草棚子里 当初分家的时候 乃怎么没有考虑过 我爹受伤不适合住茅草棚 怎么没有考虑我们二房在茅草棚怎么过冬 凭什么我们二房落难 您可以不闻不问 而您落难了 我们就必须管您 天下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各位相利相亲的 这些事情大家伙都是知道的 你们给拼拼理 哼 孝敬长辈 是你们应该的 乃 我记得分家的时候 我们说得很清楚了 该孝敬的 我们可以孝敬 但有个大前提 那就是三叔和四叔怎么孝敬 我们大房二房就怎么孝敬 三叔 您打算怎么孝敬的呀 给我们打个样吧 我们也好有样学样 韩晓月 你 反正我就不走了 爱咋咋地 对 不走了 我看你们敢不敢放狗 那你们就躺着呗 反正我不会让你们进屋 也不会给你们吃的 你们就饿着冻着呗 明天一大早 我就去府衙 告你们私闯民宅 我都打过两次官司了 不怕再打第三次 我不放狗咬你们 但大老爷可以打你们的板子 哎呀 旧伤没好 再打出心伤 不知道屁股呀 会烂成什么模样 肯定是烂得血肉模糊 你们两个呀 就去茅草棚子住下吧 闹到宫堂上 你们占不了便宜 看不出来吗 大老爷很偏心小月 到了宫堂上 我还会建议大老爷 像你们这种背了一身债务的人 怎么能想清闲呢 就该给债主去做牛做马的干活还债才是 樊小月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不要试探我的胆量 否则吃亏的是你自己 我们走 娘 这大晚上的天气又冷 怕是很多人家都睡下了吧 废话 你老娘我还想睡一下呢 这阵子上不少人家还算富裕 不如我们趁着 头 嘘 娘 您小声点 别让人听见了 娘 您在门口把放 这家的外墙不算高 我翻进去看看 运气好的话 随便顺个物件出来 咱们卖了钱 远走他乡去 这个地方 咱们是待不下去了 若是留在此地 咱就算是要饭 也没有人愿意施舍 嗯 那成 就这么办 如果有多 就多拿几趟 反正越多越好 咱们如果要走 多点盘缠走是好的 我知道 能多拿 我肯定不会少拿 娘 就是这儿了 您顶着我 让我翻进去 什么人 大晚上的翻墙 做什么 哎呦喂 哎呦我的屁股 哎呦 哎呦疼死了 给我把这两个贼人 拿下 大晚上的翻墙头 不是抢劫 便是偷盗 府衙里 大老爷一大早起来 就听到师爷报告 说是悬夜官兵 抓了两个窃贼 正是老安家的 马士和安利福 这老安家的事情 怎么没完没了的呀 哎 这马士和安利福 是板子没有挨够啊 还是这牙医之前 打他们的时候 没用力 没有把他们打疼啊 估计 是昨个官府 收了他们的房子和土地 没地方住了 走偷葫芦 就起了偷盗的心思 偷了多少 按照律力判罪就是了 哎 关键 什么都没偷着 爬墙的时候就让巡夜官兵 给抓住了 如果判中了 对大老爷的名声不好 如果判轻了 怕他们不知悔改 依然为非作戴 这样不仅让大老爷伤神 而且不让小月姑娘头疼 哎 我倒是想判他们个砍头 或者流放 永远别让我见着最好 也能让安小月 不受他们的滋扰 卖那丫头一个人情 毕竟他救了小狮子一条命啊 但是他俩啥也没有偷着 这样判万一刑部查下来 本老爷也不好教的呀 按理说 这种就是打一顿板子的事 但我真不想再放了他们 我朝律力怎么就这样宽松呢 给了恶人可乘之计 大老爷 请注意您的措辞 小心祸从口出 律法宽松 也是皇上仁慈啊 那你说 这案子怎么判呢 这个嘛 可以让他们坐牢 坐牢 什么也没有偷着 不可能判这么重啊 按照律法 就是打二十板子 警告一下 就放人了 让他们再犯点事 不就得了吗 比如 殴打官差 这个咱们可以安排 这样 给他们关在 咱们镇子上的监狱里 看他们还怎么闹它 好 甚好 哈哈 师爷 速速去办 师爷安排了两个差役 故意在押送马氏和安利福 过堂问话的时候 进行挑衅 安利福忍不住 推了一下差役 这个殴打官差的罪名 就算是扣上了 最终 马氏和安利福 又挨了一顿板子 被丢进了大牢里 幸福的日子终于要来了 奋斗吧 按小月 小月呀 我们昨天吃的都是野菜 身上一个桶子都没有 你这里招长工短工的 能不能考虑一下 我和你四叔啊 我们以前确实懒 但是现在 为了原刑和冤枉不饿肚子 我们肯定能勤快起来 那倒要的活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 哎呦小月 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 你大人不信小人过 看在咱们都信安的份上 给我们个赚钱的活 我们哪肯定不偷懒 如果一个月 能赚上几百个铜板 我们也能租个房子住 那茅草棚子四眠楼房 才有些日子若是下雪了 怕是要冻死人呢 小月 你心山 你肯定不忍心的 都被逼到了这个份上了 你就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求你了 小月 要不就 爹 四叔四省 不是我狠心 而是我安小月用人 第一条不是勤快 也不是机灵 而是品德 有些话 我本来不想说 因为也就是几个鸡蛋的事 不算啥的 上次四省来家里 家里就少了两个鸡蛋 而昨天四省走后 家里又少了两个鸡蛋 不 不是我 肯定是你奶 或者是你四叔 四省不用着急 我没有打算追究 这几个鸡蛋的事 否则 昨晚上我在你们 煮鸡蛋野菜汤的时候 就戳穿你们了 小月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顺走你们的鸡蛋 我以后绝对不会了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 如果没有活鸡座 怕是一家人 都要饿死冻死了 我求你 求你给我和你四叔 一个事情做 用工钱抵扣鸡蛋的银钱 多靠一点都成啊 小月 你应该懂的 老安家不是人 经常吃不饱 我也心疼我的两个儿子 才会渗走鸡蛋的 而昨天我是真的没有吃的呀 我不能让我的两个儿子挨饿呀 小月 算四叔我求你了 你就帮我们一把吧 以后我们再也不跟你作对了 即使有人逼着 我们也不会 更不敢呢 那好吧 唉 你们两个可以去做导药的活鸡 但如果发生偷懒 或者偷窃的事情 你们就会失去这个工作 当然 也不要仗着自己姓安 就去欺负别的长工和短工 我是帮你不帮亲的 长工可以帮住宿吗 不帮 只帮中午饭 如果你们要找包吃住的活鸡 可以去找高地主 趴着几天 也在找长工 你下手霸道什么呢 小月 我就随便问问 我们只是想在你这儿坐 别的地方 我们都不愿意去 你们可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 现在 那就去作坊吧 让三才叔给你们讲详细的薪资制度 让孙叔给你们安排活 教你们做事情 李正 您这会儿过来 怕是又出事了吧 真是辛苦您了 不是 不是 没有出事 是我有个事情 想跟你说说 请你帮个忙 原来是这样啊 吓死我了 每次您来找我 都是发生大事情了 李正 这会儿天凉了 先进屋喝杯热茶吧 您帮了我不少忙 您要我做什么 就言语一声 李正 有什么事 您不妨直说吧 最近我们也经常给您添麻烦 如果有事情可以为您做 我们自然是愿意的 小月啊 我知道你医术高明 治好了不少人 其实 我家里也有病人 我那可怜的二儿子 给人帮忙伐木的时候 被倒下的大树砸了脑袋 就瘫在家里了 到现在都醒不过来 但却有一口气在 前些年 我还给他请大夫 可是所有大夫都说治不了 只能听天由命 哎 先前 我也就认了 不再找大夫了 可是今儿可听说 你把赵三才媳妇 怀不了孩子的病 都给治好了 而且也没有花几个银钱 就泡泡脚 按按穴位 那赵三才媳妇 也是好多大夫 说怀不上孩子的 所以今天 我的心思又活络了 我在家里想了大半天 才觉着还是想试试 想请小月你帮忙 别的大夫治不好的 没准你能治好啊 我要先看看 您二儿子的情况 要不现在去您家 我不敢打包票 一定能治好 但我要看看情况 竭尽全力的去试试 小月 能不能明天下午去看呢 小月 你可能不太清楚 我现在的夫人 不是原配夫人 和你家情况差不多 我二儿子呢 是我上一个老婆生的 现在的老婆 不准我再花钱 给二儿子看病了 否则就会闹得天翻地覆 我也是好面子的人 不想这样闹腾 明天下午 他要去镇子上 刚好你可以过来 理解理解 确实跟老安家情况差不多 我爹重伤的时候 想多要几个银钱 奶都不给啊 如果是我们的亲奶奶 怕是倾家荡产 都会救我爹的命 所以 这事儿 那就明天下午吧 反正我都在村里 看个诊也不费什么时间 好 好啊 小月 我真是太谢谢你了 不过 小月 明天你检查了之后 给我交个底 如果不能治 那就当我今天没来过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但如果能治 我想偷偷地治 到时候 他们再和解 横竖我自己手里 也有几个银钱 看看够不够 不够 我再想办法 反正不能让我夫人知道了 李正 您这话就客气了 您最近 帮了我们不少忙 我如果给您儿子看诊 还要收诊费 那不是太不懂事了吗 这怎么好意思啊 李正 以前每次我们出事 不管是我去找您 还是袁生去找您 您就从来没有推脱过 而且 为了我们的事情 还跑了好几次阵子 给我们作证 至于分家什么的 都是您帮忙 还有这房子 如果不是您 我也买不来啊 所以啊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而且 我能不能治 还不一定呢 是我对不起他 不该让他去做 伐木的活呀 而且 这些年 多亏顺祥照顾他 否则 我二姐在诊卖 李正 您说说他当时的状况吧 当时撞伤了头部 然后怎么样了 立马昏迷吗 用了什么药 当时大夫是怎么说的 唉 当时就昏迷了 后脑梢出血 但吃了什么方子 倒是不知道了 也没有保存 但大夫都说没救了 让准备后事 我连棺材都买了 可是他好像明白什么似的 一直都没有咽气啊 我后来也请了大夫 大夫说 可能会睡一辈子醒不过来 再后来 我再要请大夫 我老婆就哭闹 就拖到了现在 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我不想放弃他 既然是我安小月 见到的患者 只要不是断了气的 我都要极尽全力去救 那你有几成把握呀 一两成吧 我是打算用针灸术为主 你们要配合我 每天给他熏爱 和用艾草水擦身体 把握这么低 没问题 需要给我爹做的 小月姑娘 你教我一次 我一定学会 然后每天照做 其实有一丝的希望 我要试试 这是我孙子 也是我老二的独名 他娘见他爹这副模样 熬了半年就跑了 听说是改嫁了 三里村的一个官府 再也没有回来过 也是可怜了这孩子 天天照顾他爹 顺翔 明天跟我上山采药 艾草山里多的事 就不用花银子买了 需要熏的挨条也不贵 我回头送你一些 我给你管够 至于失真的话 要避开你奶 你要和你爷商量个时间 我尽可能的配合 谢谢你 小月 你快起来 你爷爷帮我很多忙 我做这些是应该的 顺翔 没事跟你爹说说话 这对唤醒他有好处 可我爹听不见啊 这种昏迷的状况 如果有他在乎的人 每天跟他说话 是很有效果的 你爹肯定最在乎你 你说话比谁都管用 对了 每次我试真 需要半个时辰 你们看怎么安排时间 其实我不收诊费 用爱去山上踩就是 是不是不用隐瞒 反正迟早会被发现 成 就明着来吧 如果他要闹 我来想法子 接下来的世子 挨小月天天下午 都去李正家里 风雨无阻 小月呀 你说李老二这个样子 能治好吗 难说 这种情况 醒过来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 五天的针灸和熏爱 我还教了顺祥哥 怎么给李二叔按摩穴位 我看李二叔的面色 会比前几天好一些 我还会继续努力 尽可能地想法子救他 小月呀 这个给你 你最近辛苦了 一点心意 你收下吧 我看你平日里 也不爱戴这些 女孩子嘛 还是要打扮一下自己 这我不能要 虽然也没啥把握 这每天来十只眼怪累的 我这是心疼你 不想你这么大冷天的忙活 有空不如在家里歇着 再说了 我听说你做药丸子也挺忙的 何必来这里白费功夫呢 您放心 我呀时间还多的是 李正经常照应我们 我帮点忙也是应该的 这个簪子我不能要 我都说了不收整费了 这要了东西 不就成了变相收整费 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啊 我先回去了 您别跟我客气 我会一直坚持过来 呦 是也 您这是 大老远的来我这儿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小月姑娘 有个事情 去后面作坊吧 我有一个独立的研究室 这边请 师爷 这里算是安静 没人会打扰 说话很方便 这话 说出来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可是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小月姑娘 你可会致 致那个 哪个花柳之病 什么 安小凤害人哪 我能治 只是这事 放心 我知道大老爷放弃那些男大夫 要找我一个小丫头来医治 就是因为想保密 毕竟我知道他和安小凤的事情 请相信我 我不是多嘴的人 即便我的家人 我也只说是大老爷有别的病 就说腿疼吧 需要经常去针灸 这样比较好掩饰 即使去抓药 我也会把一个方子的药 拆分成至少三个药房 每个药铺抓几味药 拿回来再混在一起间 这样避免药不懂医的人猜出来 小月姑娘 你真是 真是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了 这一事 您帮着大老爷办好了 大老爷肯定记着您的好 我是大夫嘛 这是我的工作 大老爷带我不薄 太有麻烦 我自然要典力相助 好在发现得及时 能早治疗的话 我想应该有效果 未及记忆会拖出人命 我们大老爷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刚发现苗头 就让我过来找你商量了 唉 不只是大老爷 还有别人 是夫人吧 不是夫人 夫人没事 大老爷这些日子 几乎没去过夫人房里 是姨娘 还有夫人身边的丫鬟 另外 因为衣服 可能也跟着混洗了 还扯了小少爷 就是之前不说话的 大老爷的样 事不宜迟 我马上跟你去镇子上 我必须先给他们检查 小月姑娘 这事实在是不好意思 如果不是怕事情传出去 影响了大老爷的观赏 我们也不好意思 让你一个姑娘家 来治这种花柳之病啊 师爷 治疗这期间 大老爷最好是单独住 不要再跟后院的女人同房了 是 这事我会每天提点着 小月姑娘 只是我们老爷就好这一口 否则 也不会沾生这种病啊 大老爷平时里 也偷偷摸摸去过花满楼 可也没见得得病啊 没想到这个安小凤 竟然这般误会 早知道如此 大老爷才不给他银子 让他走呢 早就给他打死出气了 小月姑娘 大老爷的姨娘 也就是小少爷的亲娘 是我的外孙女 也拜托你多费心了 师爷 您放心 所有染病的人 我都会一视同仁 我是大夫 在我心目中 病人都是平等的 好 好哎 小月 你 你来了 大老爷 找个地方 我给你检查一下 你不用害羞 虽然我是个小丫头 但我也是大夫 大夫的眼里只有疾病 没有性别 这个病 必须要检查 成 去我书房 哀小月 检查了一下大老爷的情况 又把所有疑似传染人的情况 都检查了一遍 确定 都是花柳之病 大老爷 这个药效果会很好 但是也有副作用 吃了之后 可能会食欲不振 有些恶心 没关系 只要能把这个 修人的病给治好了 有点别的毛病 都没有关系 大老爷 所有的药 服用方法 我都讲过了 还写下来了 照着服用三天 三天之后 我再来复诊 这个病急不得 但也不是不能治 只是 这些日子 大老爷一定注意 千万不要跟您的妻妾同房了 还有就是您的小儿子 小孩子可能难受了会哭闹 尽量哄着点 至少要熬半个月 药师同源 我写了个菜谱 就按照我写的来吃一日三餐 不要喝酒 不要吃别的东西 免得跟吃药犯了冲 如果有突发情况 请安排人立马来村里找我 我随叫随到 工钱三百两 和押金五十两 一并还给你们 板大姐 有没有再接别的活的打算呀 沈老板 我大伯母家里要盖房子 花钱的地方多 如果有赚钱的活 自然愿意在能力范围内多接一些 是 是的 这样的刺绣 我绣得熟络了 一个月两幅是没问题的 可是 这批货我们自己做 加上外包出去 已经差不多完工了 不过线下里 也离过年不远了 我们绣装接了一些新活 是做东一 有的是京城城医店预定的 也有南阳几个大城市预定的 这个活不像屏风要求的那么精细 但要的量比较大 即使是我们绣装自己卖 每年都要卖出去不少 精致的衣服 怕是绣一件 也要花一两个月的功夫 但银钱绝对让你满意 三五百两手工费的都有 最简单的 两三天就能绣出来一件 银钱能让你周转得快一些 但不算多 三两半的手工费 也就比绣手帕的银子多一些 这里分了好几个党的活 我带你们去看看 沈老板 我还要给大老爷织他的腿脊 我先去一趟府衙 回头我来接我大伯母和我姐 行 没问题 你忙你的 小月 你别接我了 我看镇子上 没人把我们怎么样 我想留下来继续当学徒 说不定 我绣几条帕子出来 还能赚钱给家里买点吃的呢 姐 那我去大老爷那里再问问情况 看看大老爷怎么说 总之 安全是第一位的 这个不用问大老爷 我都知道 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我们绣庄门口张望 我感觉那些人 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去找你的麻烦 就是想对付你姐 老板 真的是这样啊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要不 我给你一些材料 你回家去绣手帕 最容易的那种 以后你大伯母来交货 你也过来 等风声过去了 你再过来当学徒 我总觉得这事设计的面太大 不是那么快能彻底过去 就是你们每次来镇上交货 都要格外小心才行 这些人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你们怎么样 就怕他们背地里耍手段 防不胜防啊 那好吧 老板 那我就绣手帕 但等风声过去了 你可别不要我了 放心 你这么有灵性的一个丫头 我怎么会不要你 我还想好好培养你呢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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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不是说了 诊病的时候不要打扰我吗 纯王府来人了 要见大老爷 人在大堂站着 不喝水 也不做 看上去是有急事 啊 那 那你快去 小狮子失踪 王妃推测 很有可能去白沙村 找安小月了 我们已经有一队人 去了白沙村 你安排所有人手 在镇子上找 以防小狮子走得慢 还在镇子上 另外 再派人去临近的村子里找 以防小狮子迷了路 去错了村子 小狮子失踪 我就是安小月 刚从村子里出来不久 我没有见到小狮子 你 就你 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前前后后的情况 既然跟我有关 我肯定会帮忙 想办法找他 小狮子日日念叨着 要找你玩 据说是说梦话 都在找你 昨日小狮子 参加王公贵族 小少爷们的一个 骑射比赛 王妃承诺小狮子 若是小狮子 能够夺得魁首 就带小狮子 去白沙村找你 因为王妃知道 小狮子年岁小 不可能够夺魁 却没想到 小狮子既然真的夺了魁 还得了皇上和太后的赏赐 小狮子回到王府后 就要马上找你 但王妃却说 答应小狮子的事情算数 但要过阵子 再带他到白沙村 小狮子生了气 昨晚便没有吃晚饭 今早就有人发现 小狮子不见了 不知道小狮子 是什么时候出的门 王妃推测 小狮子 很有可能是过来找你了 我们是快马 加鞭赶过来的 王妃坐马车会慢一些 现在还在过来的路上 小狮姑娘 你有什么 可以帮到我们的 如果小狮子找不到 又或者出了什么事 我们这些人 都没有好果子吃 而且 小狮子是为了找你而来 一旦出了事 你也脱不了干系 说不定还会连累你的全家 小狮子很聪明 他不会走错路找到别的村子去 我刚从村子里来 路上没有遇到马车牛车 所以小狮子没有去白沙村 我的判断是 小狮子一定还在镇子上 而这个镇子上有很多怨恨我的人 小狮子如果明目张胆地找我 怕是 我明白了 你 马上调派所有的差役 府衙官兵 还有你的家将 护院小司 在镇子上 全力给我找人 蠢货 这哪里是安小月的弟弟 安小月的弟弟才五岁 这小子没有十岁也有八九岁 等打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小子一身锦衣华服 随身的玉佩都能支不劳少钱呢 可是 我们亲眼看见这小子跟着安小月啊 如果不是他弟弟 干嘛追着安小月跑 前九爷 反正神给你送来了 你答应的赢钱 一个字都不能少 九爷 刚得到消息 心里的冲王府丢了小狮子 衙门几乎是清朝出动 在镇子上大肆搜寻 冲王府 配靠皇室 又是将军府的殷亲 这不是我们可以得罪的 淳王府小世子几岁啊 据说是 是十岁 蠢货 废物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知不知道 你们已经闯下了滔天大祸了 这 这要怎么办的 你们还好意思舔着脸要钱 你们这是在要命 消我前九爷的命 九爷 消消火 现在就算是打死他们两个 也无济于事了 咱们现在是要想法子 不动声色地把小狮子交还回去 是啊 好在这次出手的不是我们的人 要查 也只是查到他们两个蠢货 要不 这个锅 咱们不能背 九爷 饶命啊 我们不要银子了 一个童子都不要了 反了 九爷 孔先生 大事不妙了 有不少官兵 似乎要包围了我们 什么 多少人 好多人 我 我怕 我怕是要出事了 九爷 要当期立断才行啊 孔先生 你说 事已至此 要怎么解决 要不 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这小狮子 用化石粉弄得干干净净 他们没有证据 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万万不可 小狮子 必须还好无损地还回去 这样事情 还有转还的余地 可如果小狮子死了 冲王府和将军府 都不会善罢甘休 案子 必然会彻查到底 即使毁尸灭迹了 可这世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到时候想死 都没有一个好的司法了 而且 咱们所有的兄弟 和他们的家人 怕是都会被牵连 九爷 万不可鲁莽行事啊 可是如果那些人进来 搜到小狮子 怕是更说不清了 难不成 难不成让我们把小狮子 送去官府 求个清判 这岂不是自己送去 让人家抓吗 也不可 这也不可 那也不可 这烫手的山芋 砸在手里 迟早要出事啊 说 到底要怎么办呢 九爷 以我之限 杀了这两个混子 就说 是我们从他们手里 救下了小狮子 你们如果敢动我们哥俩 我就杀了这个小狮子 要死的话 咱们所有人一起死 对 要死 我们拿着小狮子当电背 知道了 你们最好赶快想出一个好办法 保住我们哥俩的性命 否则的话 同归于尽 听见没有 想办法 你 你别冲动 你动了小狮子 你也会死 就在这个时候 小狮子手上微微动了 他其实早就醒过来了 一直在装晕 偷听这些人的谈话 以此来判断自己的处境 小启圣 小心翼翼地从袖带里 拿出了平日里 武功师傅 给他防身用的石灰粉 说是遇到危险 不用管什么江湖道义 直接把石灰粉 往对方眼睛里撒便是 趁着两个混子 没有丝毫的防备 削起上手上的石灰粉一扬 同时还喊了一声 看招 倾刻之间 两个混子都捂着眼睛 非常痛苦的模样 堂个交易吧 本世子可以保你们不死 小世子身份贵重 有何吩咐 但说无妨 只是 我等并不是有一截吃小世子 所以 还请小世子恕罪 刚才本世子只是装云 你们说的话 本世子都听见了 既然是无心之事 本世子不会怪罪你们 只是 你们要替本世子办事 放开江湖赎罪 如果你们不听本世子的话 那就对不起了 不管你们是有心 还是无意 反正劫持本世子 就是抄家秘族的大罪 怎么样 愿意帮本世子一个忙吗 自然是愿意 小世子清讲 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放我走 安排人给我引路 给我准备马车 总之 不要让官府的人找到我 小世子 如果刚才是装云 理应都听到了 官府的人 已经把这里包围了 现在 别说是把小世子送出去 怕是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其实我们也想送小世子离开 而且不惊动官府 毕竟一旦官府发现 小世子再死 我们就算是跳进了黄河 也洗不清了 有本世子为你们作证 只说是那两个混子 劫持了我 你们是救下我的恩人 他们不仅不会抓你们 反而会谢你们 至于官府的人包围了这里 我有办法解决 笔墨只焰伺候 笔墨只焰 快呀 本世子会修书一封 说明绑架我是那人所为 你们是救下我的人 让官兵对你们客气一些 另外 我也会在信上写明 我已经去南洋游历 如此 他们自然不会大肆搜查这里 而是立马往南洋方向追 你们只需把我随便藏起来 等那些人走了之后 再用马车 偷偷把本世子 送去白沙村挨小月家便可 能做到吗 小狮子妙计啊 小狮子的吩咐 我们必然做好 那二人你们绑了 连同信件和我的玉佩 一起交给官府的人 让官府好好收拾他们 告诉他们 别把我的玉佩狗丢了 此乃本世子心爱之物 是啊 不多时 笔墨只焰就送来了 萧启盛迅速写完了一封信 拿着信和玉佩 你现在就可以带着那两人去接外面的官兵了 老孔 你去 小狮子 跟我去密室 那地方只要不大肆搜捕 明面上看不出来 行 孔书生出去后 把信件和信物加之两个混子 一起交给了大老爷和淳王府的护卫 而该说的话都一并说了 虽然心里非常害怕和紧张 但表面上却非常镇定 这是小狮子的贴身预备 和小狮子的笔记 但会不会是他们挟持了小狮子 逼迫小狮子写的这些呀 小狮子既然是想找安小月 怎么可能又改道去南洋呢 可是 这笔记很匆匆 不像是被胁迫中写出的 而且 王府跟小狮子有过协定 如果是被胁迫写信 要在信件上做记号 而这个显然没有 小狮子说没找到我 所以要去南洋游历 可是 他应该并没有找过我呀 也许 是找错地方了 这个信的内容应该很真 而且小狮子 不会心意把玉佩给人 应该就是怕我们不信吧 这两个人是劫持小狮子的 他们好像是被撒了石灰粉 现在用清油给他们洗眼睛 还能来得及 如果再不治疗 怕是眼睛就保不住了 小狮子心中明确说了 要严惩这两个 绑票了他的恶人 要感激贤九爷 帮助他逃脱 小月姑娘不可冒头 不要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呐 救命啊 救救我 我不想当家子 我们冤枉啊 是前九爷让我们绑架的小狮子 不关我们的事啊 请问阁下 我们小狮子心里所说 要去南洋游历 走了有多久了 他是一个人走的吗 走了应该不到一个时辰 我们前九爷知道小狮子身份贵重 本想把小狮子送到官府 但拗不过小狮子 只能够放他去南洋 但担心小狮子的安全 所以我们安排的人一路保护着 想必不会出什么岔子 所有人往南洋方向追 务必在王妃赶到之前 把小狮子给追回来 那护卫说着就带着人马都离开了 甚至没有进去搜一下就已经神信不疑 我给他们两个只眼睛吧 找到小狮子了 我跟他解释 他会理解的 白小月给两个人洗眼睛 也没有费多大功夫 小狮子到底人在哪里 小狮子还在前九爷那里 说是把找他的人一路引去南洋之后 再让前九爷送他去白沙村找你 小月姑娘 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我们是绑错了人 我们是听命于前九爷 要抓安元生 看那小狮子跟着你 我们也搞不清楚 安元生几岁了 就随便抓了 你帮我们跟小狮子求求情 以后我们兄弟二人 绝对不会为难你和你的家人 这事我做不了主 大老爷 剩下的您处理吧 小月姑娘 那小狮子还在前九爷那里 我们是不是要 小狮子聪明 不会有危险 他能写那样的书信 代表他不希望被找到 您现在去前九爷那里 把他给揪出来 岂不是得罪了他 倒不如让前九爷 按照他的心愿 把他送到我家 让我圈带回王府去 当时候 你们府衙的人保护着 岂不是更好 所以 大老爷 刚才那两个家伙招供的事情 您就当没听清楚便可 是 还是小月姑娘向的周到 否则 现在找到小狮子 跟护卫那里邀功了 但却得罪了小狮子本人呢 大老爷 那我现在给您复诊一下 小狮子谨慎 我估计 他肯定要等天黑后才会出来 所以时间还来得及 小月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真是急死我和大伯母了 我们都担心你出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们回家吧 姐 大伯母 安心吧 没事了 小月 你买了这么多吃的呀 今天阵子这么乱 你怎么一个人乱逛啊 万一出事了 我和你姐回家去 怎么跟你爹娘交代呀 安小月笑而不语 她知道 今天晚上小世子要来 总要有些好东西招呼这个 经常里来的小客人才是啊 九爷 本世子还有个事要问你 不敢当 小世子叫我前九便是 在小世子面前 在下不敢称爷 折杀了 前九 本世子刚才装晕的时候 听你们说 好像原本是要绑架 安小月的弟弟 却绑错了我 你们跟安小月有什么仇恨 为什么要绑架他的弟弟 你可知 安小月是本世子唯一的朋友 我误会 都是误会啊 之后 我们一定敬着安小月一家子 不敢对他们有丝毫的不轨之觉 可是 今天分明是你授意那二人 去绑架安小月的弟弟 不要避重就轻 说 你们今天的动机是什么 是 为了钱财 那安小月的堂哥 安元峰欠下我的高利贷 可是他们还不起 安小月卖要赚了不少钱 宽府却说他们分家了 不用偿还 我也是心里不服气 想绑了安小月的弟弟 跟他讨些银钱回来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做这绑架勒索的事情 知不知道 这是要判重罪的 小世子 钱就知错了 求小世子饶命啊 你起来吧 看在你愿意帮本世子 做事情的份上 之前的事情 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 如果今后 你再敢对安小月 和他的家人出手 就别怪本世子 吃到了后翻脸 对你旧账心账 一起算了 不敢 小人再也不敢了 钱九 本世子看你在这个地盘 应该是有些势力的吧 不瞒小世子 钱九在这一片 确实还说得上话 道上的一些朋友 也能卖我钱九一个面子 放话出去 所有人 不许找安小月的麻烦 而且暗中帮助安小月 如果安小月 遇到你们 把毛都摆不平的麻烦 随时派人通消息 给本世子 钱九保证 绝不会再找安小月的麻烦 而且会跟街面上 混的兄弟打招呼 如果有钱九 都不能摆平的事情 会第一时间 派人给小世子送信 很好 只要你事情做得好 本世子少不了给你赏赐 这些盐钱 你自己留下一些 也去打点一些 要那些债主不动手 就要用银子铺路 是 小人一定打点好那些 心中愤愤不平的债主 其实 这些债主 基本都听小人和赌方 和机关老板的话 小人知道怎么打点 有了银子 事情就更好办了 办好了事情 再少 本世子有的是四方钱 小世子 安小月在此恭候多时了 请下车吧 你 你怎么知道我这时候要来 那两个混子招供了呀 不过 我没有出卖你 所有人都按照你的安排 快马家便的去南洋方向追你了 我够一起吧 哦 够一起 我就知道 我没有交错朋友 那你们阵子的府衙老爷也听你的 没有出卖我 大老爷没听清楚 我就给糊弄过去了 这是我弟弟 那狗叫黑子 我们在这里等了一阵子了 天气冷 先去我家坐坐吧 有好吃的 那浅九给我吃过东西了 不过 我更想吃你家的好吃的 小月 小月姐姐 今天我帮你办了一件大事情 你猜猜看 你肯定跟浅九爷说不要为难我 他也答应了 对不对 你真聪明 我二姐是最聪明的人 他什么都懂 什么都会 什么都知道 元生 你不要这样夸二姐了 小狮子会笑话的 我偏要这样夸二姐 我最喜欢二姐了 二姐也最喜欢你了 小月 你应该最喜欢我才对 小狮子 元生是我亲弟弟啊 而且他才五岁多 我宠着他一些 二姐难道不可以吗 可是 现在本狮子在 你竟然 所以 我和我小弟特意来村口等小狮子 还要接小狮子回家 好好招待着 我今天亲手做的牛渣糖 特别好吃 小狮子 小狮子去尝尝 牛渣糖 好 我去尝尝 小狮子 牛渣糖可好吃了 又香又甜 只是我二姐不让我多吃 怕我吃坏了牙齿 你给本狮子准备的吃食 为什么这个小毛头先吃了 我二姐做了好吃的 当然先给我这个弟弟吃了 哎 小月 我教了你好几次姐姐 你竟然不先给我吃 往我大老远的跑来看你 你简直不识台课 我是亲弟弟 哼 下次我二姐做了好吃的 我等着你来了 我们一起吃 我出来一次 不容易 小狮子 既然已经出来了 那就好好玩 这乡下地方呀 虽然吃得住的 不如你们精灵王府 但是好玩的可不少 真的呀 那小月 你陪我玩吗 我忙的时候 让原生陪你玩 我不忙的时候 我带你玩 你忙些什么呀 做要赚钱 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了 这算什么事啊 你如果缺银子 本世子给你 要多少有多少 如果不够了 本世子就去夸皇祖母 年轻漂亮 夸我外婆 慈爱和善 他们一高兴了 随便少我个什么 都是几千两银子吧 我随便 在京里创个门子 嘴巴甜一些 赚个几万两 几十万两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啊 我自己长着胳膊腿呢 我干嘛要你给我银子啊 那岂不是显得我很没用 而且 赚钱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也是证明自己的能力 证明自己的能力 没错 几个月之前 我还穷得吃不起饭 但现在已经有房有田了 还能吃饱川的 手上有余钱 这是我努力赚来的 回想起来 就很有成就感 那我也要赚钱 你年岁还小 又是小柿子 你现在需要念书 即使是我弟弟原生 我也打算明年送他念书 而不是让他跟着我赚钱 我个头才比你矮半头 过两年我就比你高了 你别说我年岁小 你也大不了多少 不过 我知道念书很重要 我会见过好的 安小月 你给我站住 婶子 啥事呀 今天晚了 我还有客人 要不等我空下来 我过去找您 小废话 安小月 李老二的病 你还治不治 自然是要治 安小月 如果我告诉你 我不准你给他治病 你怎么说 只要李正和顺祥不放弃 我不会放弃的 安小月 如果你给李老二治病 爷这拳头 今天就要落在你身上了 你可给我想清楚了 我想得很清楚 治病救人 本就是医者的职责 更何况 李正多次帮衬我 他的儿子有病 我偏巧能帮着治疗 我也是在报答他 更何况 我一个童子的诊肥都不收 药材要么是在山上采的 要么是我送的 我不明白 婶子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阻止我治病 这做好事 怎么都做不了呀 安小月 如果你答应我不治了 那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但如果你犯糊涂 要一条路走到黑 那么 今天你们姐弟 还有这个客人 就回不去家了 给个痛快话 还治不治 我是大夫 病人没有康复 我自然要治 还愣着做什么呀 给我把他们往死里打 大胆刁民 竟敢恐吓大夫 行修打人 滋扰一方 你是不想要你的脑袋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敢动 安小月一根手指头 我让你们全家陪葬 哼 哪里来的混小子 满嘴都在放屁 别理他 动手 安小月拿出随身的言针 就要往来人的身上刺 只是他却慢了一步 萧启胜已经先一步 甩出了鞭子 没几下子 张氏以及他的儿子和弟弟 都倒在地上了 来人呢 把这三个一下犯上的家伙 给我灌起来 萧启胜似乎糊涂了 还以为自己身后 跟着一群护卫呢 走吧 小月 那三个刁民还没有处理呢 小狮子 咱们回家再说 先吃点东西 这事还要从长记忆才是 小月 袁生 刚才那几个刁民 我还没有处置他们呢 小狮子 这个事你能不能忘了 不要追究 好吗 为什么呀 他们在欺负你 你傻吗 我即便没有当上你哥哥 我也要保护你 如果不收拾了他们 他们下次还要来找你麻烦 到时候本世子不在 你要怎么办 可是 那个刁民是我们白沙村李正的老婆 而这个李正是老好人 帮过我不少忙 我不想因为他老婆的事情 反而牵连了李正 毕竟你是小世子 你要修理他们 怕是动静会闹得不小 算我求你 可以吗 好吧 既然你求我 我无法拒绝 可是 外衣他们又找你麻烦 二屋刚巧不在 你要怎么办呢 赐他们的血尾 让他们立马晕倒 痛三天 哦 外衣 你赐不到他们呢 小世子哥哥 你放心吧 我二姐是顶厉害的人 他说可以 就一定可以 再说了 还有我呢 我带着黑子 谁要是欺负我二姐 我就让黑子去咬他 我会保护我二姐的 那好 元首 就靠你了 小月 你平日里 晚上做些什么呀 我二姐每天晚上都在做药 搓药丸子 我有时候也会去帮忙 那我要看你搓药丸子 那好 我带你去参观我的制药室 我还开了一个小作坊呢 这孩子 真是太不省心了 倒是这个安小月 甚至我心 就让他好好带着小世子 在乡下玩闹一下 我相信 他可以把小世子 给劝回来的 王妃 要不要派人暗中保护啊 不用 有江湖人保护 有安小月的承诺 无妨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件事情 装不知道就好 配合安小月吧 也不知道这孩子 现在怎么样了 再想想能不能过得惯 哼 元兽 你是安小月的弟弟 就是本世子的小舅子 本世子会照顾你 安小月 安小月 你昨晚为什么把本世子 移到了墙头 让我跟安元生睡在一起 你们两个都是男孩子 这样应该睡在一起 男女受受不欺 小狮子的先生 应该是教过小狮子的吧 所以 这是最合理的安排了 我家不够大 不能给你单独一个房间 但用我弟弟 把大家分隔一下 也不算失礼 但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跟我睡在了一起 你就是我的世子妃 以后的王妃 那就看 你的个头和力气 有没有长进了 走了 我娘和大伯母做了早饭 你和我们一起吃 吃什么呀 鸡汤面片 再给你一个荷包蛋 这算是招待客人的早餐了 你到时候 要给我娘和大伯母一个面子 他们辛辛苦苦做的 你别吃一口就说不喜欢 那样很尴尬的 你的母亲就是我未来的岳母 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我自然会很礼貌 不管我是不是喜欢吃 我都会吃完的 并且表示感谢 你放心吧 小月 我不会跟你丢脸的 挨小月扶着额头 这小世子 为什么睡了一晚上觉 还是忘不了 要取他这个茬呢 吃饭了孩子们 来堂屋吃饭 小月 叫啥小世子 萧綦上到了堂屋 倒是客套得不得了 给柳氏和安利本这些大人 又是行礼 又是说客套话 倒是让几个大人 有些不知道怎么办了 小世子客气了 您这样 这样是折煞我们了 这是应该的 你们不要紧张 以后 我若是娶了小月当世子妃 我们就是一家人 你们都是我的长辈 自当有此礼数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别吓坏了我的家人 如此早餐 甚是美味 这和本世子的口味 色香味俱全 一直到吃完早饭 柳氏和安利本几个大人 都没有回过味来 还小月只想着 等送走了小世子再说吧 范碧 小启盛又客套地说道 筹蒙招待 不胜感激 安小月 怕着小世子 又说些不该说的 就给她拉出了堂物 小世子 我们可以去爬山了 太阳要出来了 元生 姐 小妹姐 我们一起去吧 安小月 你们昨天晚上打了人 可不能这么算了 大胆刁民 你们昨日里 偏生要找茬 本世子教训了你们 你们竟然不知收敛 毫无悔改之意 今日又来寻衅姿势 简直最不如数 不看你们谁敢生事 要欺负小月 闲过本世子这一关 你看看呀官爷 你们看看 这小子 竟然敢冒充小世子 还这般嚣张跋扈 官爷在此 竟然都敢如此放肆 就别说昨夜里 对我们几个人行凶了 你们几个官兵 竟然注重为虐 帮着恶人来对付好人 是不是要本世子 一并收拾了你们 拆官在此 所有人放下武器 我等封命 要将一干涉案人员 全部带回府衙 交由大老爷亲自审问 大胆 你可知本世子是谁 而安小月一番思考 觉得这应该是 纯王妃和大老爷的安排 她不能从中搅局 小世子 不要把事情闹大了 这里是山村地方 咱们寡不敌众 不如去府衙走一趟 我陪着你 你真的陪我 嗯 你就别冲小世子了 镇子上的人都知道 小世子去南洋了 就你 还小世子 如果你是小世子 我就是小世子他娘 你个坏小子 你冒书小世子 你死路一条啊 几个差异 是知道内幕的 被李正老婆的话 都给吓到了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话呀 误会 这都是误会啊 你个疯女人 不要瞎告状了 不要耽搁了官爷的正事 小月啊 这女人昨晚就闹腾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可我没有想到 今天一大早的 她竟然闹去了衙门 还惊动了官爷 你可千万手下留情啊 我李树德小心翼翼 活了一辈子 我不想出事啊 这个小公子 不管你是不是小世子 我李树德 先跟你道歉 咱们化干戈为玉帛吧 你倒是个明白人啊 管好你的女人 让他们不要告了 打发这些官兵离开 你个没用的东西 亏你还是李正呢 你老婆 你儿子和你小舅子 三个人昨天 被这个婚箱子打了 挨了那么多鞭子 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还跟人家道歉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干脆当女人算了 怂得个熊眼 我怎么嫁了你 这么一个没用的东西 给我闭嘴 几位官爷 这事我们私了 就不劳烦大佬爷 在神门了 几位也是辛苦 要不 怎么会有如此 泼辣刁民 小月 我还是去一趟府衙吧 让府衙老爷 来解决这个事情 免得我走了 那刁民 会再来找你的麻烦 只希望 我去了府衙之后 还有机会 可以跟你一起爬山 你们几个 稍等本世子片刻 萧启胜 跑去安小月的制药室 拿了他昨晚辛辛苦苦 做的三十贴肚脐贴 他隐隐感觉到 自己是回不到 这个小村子了 只要到了府衙 怕是就会被带回京城 很难再出来了 你们几个 把这三个刁民 一定带去府衙 本世子要告他们 滋扰一方 本世子 要去府衙解决问题 小月 你 放心 我跟你一起去 昨晚我也在 我给你作证 是他们先动手的 我们只是正当防卫 而且他们动机不良 大老爷肯定秉宫处置 李正听到这话 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 安小月 连忙给他扎了几人 让李正缓过来 李正 您放心 我会看在您的面子上 尽可能劝着小世子 但请您日后 一定要管好您的夫人 小月 这三人不能轻纵啊 你不要妇人之人 你放错坏人 他们就更无法无天了 以后 却要坏好人 李正帮过我不少 我不能让他这样担心吐血 不过 小世子的话也对 我特别赞同 那我们就 小惩大戒 给他们一些小惩罚 吓唬他们一下 让他们学乖了 小世子肯定心肠最好 不会真的赶尽杀绝 对不对啊 本世子一向仁慈 王妃 太好了 真的是小世子 平平安安的 这就是最好了 她若是仗着世子的身份 横行乡里 随意打人 那就不会让她平平安安了 她离家出走 我可以原谅她 那是小孩子淘气倔强 但如果随意欺凌百姓 我必须给她一个教训 即便太后和我母亲都来保她 我也必然要打她一顿板子 大佬也不敢打 我这个当亲娘的来打 王妃 您多虑了 小世子虽然年岁不大 但一向懂事 她怎么会随意欺凌百姓呢 逼着相邻的意思呀 肯定是小世子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哦不 是甩鞭子相助 咱们小世子啊 肯定是做了好事 反而被恶人讹上了 就你会安慰人 王妃 安小月也来了呢 那丫头也是个古灵精怪的 圣儿这次能见她一面 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小世子一直看着安小月 怕是喜欢那丫头了 会不会以后要取回王府的侧妃啊 相邻 不许胡说 小世子还小 安小月也不大 下官王道夫 拜见小世子 这个地方官如此谄媚 怕不是什么好官吧 免礼 现在开始审案子吧 这三个刁民 要告本世子鞭打他们 而本世子要告他们 自扰一方欺压良民 是 是 马上开堂问案 快给小世子上座呀 王妃 小世子之前是被告 现在又变成原告了 果然就是小世子路见不平 收拾了刁民 却被刁民反咬一口 您可以放心了 再看看吧 小世子 作为原告 就请您陈述您要状告之事 下官一定秉公处置 我状告此三人三宗罪 第一 逼迫大夫 埃小月 不给病人治疗 第二 欲打埃小月 埃原生 和本世子 第三 对本世子无礼 以下犯上 好 搞得好啊 启禀大老爷 昨夜 民女与小世子萧启盛 和弟弟安元生 一行三人 在白沙村田耿回家处 遇到白沙村李政夫人张氏 及其儿子和弟弟三人 张氏逼迫民女 让民女放弃为李政二儿子治病 民女不从 病人尚有康复希望 病患之子日日辛劳照顾 既然能治便不能放弃 随后张氏言语相逼 让他弟弟和儿子对民女动手 多亏小世子在场 魏鞭打走三人 救下了民女 却不料 这三人竟然恶人先告状 才有了尽早的事情 请大老爷明察此事 不可冤枉了小世子 也为民女做主 正是如此 相灵 你说这李政夫人 为什么要阻止安小月 去治疗他们家的二儿子呀 不是他牺牲的呗 倒也是啊 看来 圣儿这次没有做错 张氏 你三人 有何话可说 大老爷 饶命啊 草民执罪 求求大老爷 饶命啊 小世子 这三人 都已经认罪了 您看 这个婚官 连审案子都不会吗 还有位十岁的小世子 小世子是原告啊 哪有让原告判案的 真是一个糊涂官啊 今天也就是小世子在 那糊涂官才这般签功 若是真的百姓之间的高状 怕这就不这么简单了 说不定 还有其他百姓呢 王妃 要不要回京里了 够着糊涂官一状 如此没有主见 当什么官啊 算了 得饶人出且饶人吧 没有主见 总比鱼肉香里要好吧 小世子的事情 他也算是一只忙前忙后的帮忙 只要他不太过分 我不想难为他 否则倒显得我不尽人情了 只要我的圣儿没有犯错 那就是最好的 唉 王妃 您就是太过心善了 此三人 虽是罪大恶极 其使出于极刑也不为过 但本世子 念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想妄动杀孽 然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犯侍者不可不罚 昨夜本世子 已经用鞭子教训过此三人 念及三人 对罪行一时供忍不讳 并未有强词狡辩 本世子建议大人 从轻乏落 给三人悔改之机会 如若经此次教训之后 三人能改过自新 也是美事一桩 但如若三人不思悔改 再要为非作歹 伤害安晓月 抑或是别人 罪上加罪 从严处置 小世子虽然年岁不大 但却宅心仁厚啊 王妃 小世子如此 香灵倒是觉得 小世子太善良了 如此 再好不过了 我可不希望我的儿子 太过嗜血残暴 我的生儿快长大了 最终 大老爷怕了那三人 分别正则三十 并可了结死案 这三人 如果再有欺负人 就不是打板子 这么简单了 小世子所言极是 今日也是念起初犯 才有此轻判 如若再犯 定当严惩不待 多谢大老爷 小月姑娘客气了 只是据你描述 你们白沙存 李正的二儿子 是个瘫子 这也有得知啊 小月姑娘 真是神医啊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只是有一些法子 就努力地去试试 没想到 我又给大老爷添麻烦了 说起来 最近一些日子 我真是没少上公堂 如此打扰大老爷 小月真的是 于心不安呀 小月姑娘 瞧你这话说的 又不是你想上公堂的 是那些人 总是找你的茬 本官啊 心里跟明镜似的 都是刁民作乱 所以 你也无需觉得不安啊 是啊 小月是不会主动惹事的 小狮子 算你了解我 那当然 以后我要去你当世子妃嘛 自然了解你 哦对了 找我的人呢 都去南洋了吗 圣儿 你可是让母妃 着急惦记了 母妃 您怎么亲自 亲自过来了 你不是要准备 皇祖母 寿宴的礼物吗 什么事情 都比不过 圣儿的安全重要 母妃确实做得不对 不该说话不算数 把答应 圣儿的事情 给推后了 圣儿不孝 让母妃担心了 母妃 你什么时候来的 母亲昨日便到了 一直在这府压里 等你的消息 一直到听说 和安小月一起的 小男孩 鞭打相迷 成了被告 母妃就断定是你了 和小月玩得开心吗 嗯 开心 母妃 你看这个 母妃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 送给母妃来用 母妃若是喜欢 我就再多做一些 母妃 母妃这肚脐贴 是小月 见过王妃 小月 无须多礼 没想到你这孩子 倒是玲珑剔透 我在京城里 想买都买不到的东西 竟然是出自你之手 母妃 我是出来给你买药的 没想到 那药是小月做的 她教了我 我都学会了 您看看 我做的好不好 生儿做的 自然是最好的 嗯 母妃 你还怪我一个人出门吗 母妃不怪你 你也是一番孝心 你能平平安安的 也没有闯祸 还帮助了小月教训刁民 又给母妃做了药 母妃怎么会怪你呢 母妃 你是要带我回京里了吗 王妃 今日天气不错 难得的大太阳 本来是想带着小狮子 去山上采药抓兔子的 小狮子特别兴奋 只是小狮子 为了我的事情 才来到了公堂上 如果这就带她回京里 怕是她心里惦记着上山的事情 即便人回去了 心还回不去啊 母妃 我想去 求你了 好 母妃答应你 母妃你真好 母妃 我去山上给你采野花回来 给你带在头上 好 那母妃就在这府衙等你 你要注意安全 保护好小月姐姐 因为你是男孩子 男孩子在外面 必须要保护女孩子 对了 母妃带了你惯用的弓箭和短刀过来 你可以带着上山 说不定还能打猎 真的呀 那我一定可以猎到山脊和野兔 在哪儿啊 小狮子 请个奴婢来 奴婢去拿给你 小月 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 你千万别走啊 小月 小狮子不大懂事 她才十岁 拜托你多多包涵她 王妃放心 小月明白 刚才听到小狮子说 要娶你当狮子妃 同言无忌 小狮子的婚事 别说是她自己了 就连我这个当母亲的 也是无法给她做主的 皇室宗亲也会有这样的无奈 不过我是很喜欢你的 纯王妃其实是在暗示安小月 正妃是不可能的 但侧妃或者侍妾 以后如果她和小狮子两情相悦 她是可以成全的 安小月则是把昨日里 跟小启圣掰腕子的那些事 给纯王妃讲了一下 王妃等小狮子能半腕子比过我 或者个头超过我 至少是两年以后了 怕是那时候小狮子大了 人也成熟了一些 便不会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 我也不会将此事放在心头 毕竟还是刚才那句话 童言无忌嘛 小月 你真的是一个灵弄剔头的孩子 真的不像是十二岁的丫头 懂事得让人心疼 如果日后你们长大了 你若是愿意 小月不愿意 小月的心愿就是只要看着 只有小月还是村里的野丫头 才能这样做 我自是会劝着生儿那孩子 王妃真是痛情达理 小月感激 只是王妃现在不可跟小狮子讲起 她年岁小 可能做事情有些叛逆 越是阻挠她 她越是来劲 倒不如让她在平淡的日子里 渐渐地忘记 其实小狮子一个人跑出来 就是一个例子了 我明白了 不管如何 我倒是很喜欢你这孩子 以后如果再遇到什么难事 尽可以来找我 多谢王妃 如果王妃需要什么药材 也可以派人来知会我一生 我安小月别的本事没有 治病治药还是有一手 那个肚脐贴 小狮子做得不错 我都把关了 王妃可以放心用 过些日子 我再给您送一些过去 这东西每次一出来 就会卖断货 好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我确实挺喜欢你做的药的 哎 对了 小月 上次你去将军府 是要找齐霄 你怎么会认识她的 我在山上采药 刚好碰见三叶被毒蛇所伤 就救了她 后来又在镇子上偶遇 她给了我一些银子 还给了我玉坠子当信物 说有麻烦可以去找她 那个玉坠子 是齐霄很重要的东西 上次玉坠子 被将军府的管家拿走了 之后辗转到了我母亲的手里 就是你上次见到过的齐老夫人 她说 既然是齐霄送给你的 就应该还给你 只是我这次出来的匆忙 没有顺带给你拿来 下次吧 咱们应该还有见面的机会的 既然是三叶重要的东西 那我就不要了 还是还给三叶比较好 而且王妃认识我了 我若是再去经理 找王妃更为妥当 你倒是懂事 我明白 以后来了京城 尽管到淳王府来 只要报上你安小月的大名 没人敢为难你 小月 我喜欢这里 这好美啊 小狮子哥哥 我带你去找野兔吧 不多时 竟然真的捉到了一只野兔 小月 你看看 我有我的弓箭射住了一只野兔 冬天也可以射到野兔 哇 小狮子哥哥 你好厉害啊 不错嘛 看来小狮子的射箭本事不是吹的呀 那当然了 我可厉害了 我再去看看能不能裂到野兔 元生 你拿着兔子 咱们去那边 哎 你俩别跑远了 哎呦 小启圣 吹到一个小土坑里 还元生连忙给他拉起来 小狮子哥哥 你小心一些 这山里还有大线坑呢 可深了 掉进去我和我二姐可拉不动你 而且说不定还会摔伤 这里草太高了 我没看见下面有个小土坑 不过我又没有摔头 你们不用担心我 这里草更高了 估计有更多动物 还有蛇呢 齐将军府的三爷上次就是在这儿被毒蛇给咬了 不过你不用担心 你身上放了蛆蛇粉 即使有没冬眠的蛇也不会靠近你 三爷 齐霄吗 他是我表哥 就是他 所以你和你表哥还真是一家人 他在这里被蛇咬 你在这里跌倒 这里跟你犯客 他被毒蛇咬 是你救了他 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他要你以谁相许了吗 小月 你快回答我呀 小狮子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 他只是给我银子了而已 如果救一个人 人家就要以身相许 那我还怎么当大夫啊 这倒也是 那他给了你多少 二百两 还好 你那次救了我 我外婆给了你一千两 比他给的多 小狮子哥哥 你不是说那个三爷是你表哥吗 那你的外婆是三爷的什么人啊 是他祖母 不行 我还要再多给枕飞 别翻银子了 你给我的一把匕首 那可是不少钱了 你付的枕飞最多 再说了 你是我朋友 如果救你还敲你竹杠 岂不是太黑心了吗 对 你是我以后的世子飞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不须算得这么清楚 哀小月扶着额头 也是无语了 齐小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小月 你没有对他动情吗 喂 哀小月 你怎么发呆了 本世子在问你话呢 你不会真的看上 齐小那个坏小子了吧 哪有啊 小狮子你可别瞎才啊 为什么你刚才发呆 我是奇怪啊 小狮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觉得你那个不爱说话的表哥会喜欢我吗 会 我就喜欢你 我也喜欢王二姐 你是小月的弟弟 你可以喜欢你姐姐 但别人不可以 小狮子 我跟你表哥总共也就见过两次而已 我也是两次 但你跟我在一起时间长啊 你还在我家住了一晚上 我还给你做了好吃的 这些待遇你表哥可没有啊 而且 我也没有带你表哥来打猎 采药呀 嗯 你还是对我最好 小狮子 我带你采药吧 采刀有用的 你可以拿去给你的母亲 嗨小月 联盟转移话题 可不敢再说什么三爷了 小月 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快快长高 每天练习万里 你要等着我 我还要回来找你 我还要带你一起回王府 让你当我的世子妃呢 你是直接回去了吗 我还想给你拿一些牛渣糖呢 可以吗 我可以带回去吗 当然了 你把打到的两只野兔都给我了 兰儿不往非礼也 我总不能让你空着手走吧 袁生 去把牛渣糖和红烧丸子包起来 给小狮子拿过来 小月 小月 我去镇子上念司书 好不容易才回家一趟 你看 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嘿嘿 你喜欢吗 萧綦盛顿时就怒了 一把抢过珠花丢在地上 还踩了计较 什么破案 小月 等我回了王府 我给你送一车来 我给你最好的 都是金子银子做的 还有玛瑙翡翠做的 你不准要他的东西 喂 臭小子 你是不是先走啊 我不许你们打架 谁敢先动手 就不再是我 爱小月的朋友了 有种你打我呀 那你先打我啊 你要敢打我一下 我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小世子 要拿人吗 别 小世子 那就是村里一孩子 不懂什么规矩 你这么有气量的小世子 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高满财 你快回家去 免得你爹娘到处找你 小月 那我先走了 晚上再过来找你 你站住 高满财却没有听从 而是继续跑开 一个侍卫立马飞身 把有些微胖的高满财 拎到了小启盛的跟前 干嘛 本世子就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看上安小月了 说 我就是喜欢安小月 我爹娘还去提过亲呢 提亲 提亲失败 我没有答应 我父母也没有答应 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既然人家都拒绝了 你干嘛死缠烂打的 小月现在还没有许配人家 我为什么不可以 小月是我的 你敢跟我抢 本世子要你好看 小世子 你这话过了 我可不是谁的 我就是我 小月 我 就是我 我不是谁的人 我不喜欢听你们两个 说这些话 而且 我并没有定亲的打算 你们两个谁都别说了 安小月 把两包吃的 放在萧起盛的手里 小世子 这是给你带回去吃的 你回镇子上去 见你母亲吧 回去晚了 她该担心了 满财 你也回家吧 你在这里 跟小世子对着枪 你爹娘该有多着急啊 学生 这是我打猎的小弓箭 我送给你了 这 这个太贵重了 小世子哥哥 我不能要 这个 也不是白给你 你替我做一件事情 小世子哥哥 你要我做什么 只要不是做坏事 你就算是不送我弓箭 我也可以帮你 帮我保护你二姐 不要别的男孩子 接近他 尤其是那个高满财 他如果来找你二姐 你就放黑子去咬他 把他赶走 满财哥哥对我可好了 每次有人欺负我 他只要看见了都会帮我 我不可以放黑子咬他 你 不过 小世子哥哥 你不用担心 我二姐不会跟满财哥哥定亲的 他不喜欢满财哥哥 要不然之前他们家来提亲 我们家就答应了 保护我二姐嘛 你不说 我也会做的 好吧 你这两天都叫我小世子哥哥 那你就是我弟弟 我要走了 你们送我好吃的 我也送你弓箭 你不必拒绝 这是礼尚往来 小月 我要走了 你不要收别人送的猪花 回到京里 我立马派人给你送一车来 你只能要我送的手势 你很霸道呀 就这么决定了 我不在的时候 谁如果欺负你 就拿着鞭子抽他 出了事 找人来群王府报信 本世子给你撑腰 不必了 你已经送过我匕首了 没必要再给我鞭子 我又不是天天去打架 这是你的兵器 你还是带走吧 你必须要 本世子的赏赐 你如果不要 就是以下犯上 不要就是不要 你如果这么不讲理 我可真的要生气了 别 别呀 别生气 那我 我把鞭子带走 也不许给我送一车猪花 我会去收的 以后也不许 动不动就送贵重东西 我不喜欢这样 哦 我知道了 好了 我送你上马车 路上要乖乖的 不要淘气 马车颠簸的时候 不要吃东西 免得又噎着了 小月 你还是关心我的 你没有真的很气我 对不对 否则 你不会担心我被噎倒 哀小月也是无语了 这小世子是不是太早熟了 所以你能做到吗 吃东西的时候小心一些 嗯 你说的我都听 你等着我 等我长高一些 力气大一些 我会再来看你的 但如果你去经常卖药 一定也来城王府看我 好不好 好 二姐 我们现在去哪啊 回家吗 去李正家看看吧 今天还没有给李二叔针灸呢 而且 他们家三个人因为我儿在公堂上挨了板子 李正对咱们有恩 如果他们三人能悔改 也该去讲和一下 啊 小月 你要跟你正老婆讲和 你这不是找不痛快吗 别去了 免得碰一鼻子的会 去讲和 是我安小月的气度 李正老婆怎么对我 那是她的事情 但因着李正曾经对我们的帮助 我必须走这一趟 爹 大伯 你们这是 我们来打听一下 想这两天买快递 你大伯家盖房子那些事 也该尽快开始动工了 毕竟天气一天天的冷 越冷越不好做事啊 李正是真的很帮忙 帮我们提了好几个建议 村里有三个地方 建房子都不错 李正说 等我们拿定了主意 他陪着 一起去镇子上办了这事 小月 今天李正老婆几个 还因着咱们的事挨了板子 李正没把我们打出去 还帮着咱们 这倒是 让人心里不是个滋味啊 小月 要不 爹陪你进去 跟李正他们和解一下 爹 我二姐本就是特意过来说和的 爹 我去就好了 您陪大伯回家 商量修房子的事情 我和小弟很快就回家 爹 您放心 我心里有数 自然不会跟李正过不去 爹 您帮我把这贝罗药材拿回家吧 小月啊 这事是我不好 让你给我家老二治病 我那不懂事的老婆 还去找你的麻烦 我没想到她竟然还冲撞了小柿子 我知道小柿子能如此宽宏 没有牵连我们一家子 肯定是你帮着说话了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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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和小叔那样对你 你会不会不给我爹继续治疗了 我求你 你要救救我爹 如果你心里有怨恨的话 你打我骂我都行 或者 我可以去你家 给你做粗活脏活累活 只求你 一定要给我爹继续治病 你放心 我等会儿就去给你爹扎针 今天来得晚了些 是刚才和小世子上山去了 只要你爹还有希望 我便不会放弃 否则 我老早就要了你奶贿赂的银簪子 不来给你爹针灸了 顺祥 你放心便是 我若是能治好你爹 也是给自己的医术打鸣声 小月 可是都这么些日子了 我爹还是一动不动的 顺祥 你要耐心 你爹这个情况急不得的 咱们慢慢来吧 小月啊 我是谢谢你 我老婆的事 真的是对不起你啊 其实 如果不是刚好撞上小世子 事情也不至于闹这么大 我今天过来 也是想和解一下 咱们一个村子的 你也有经常帮衬我们 就刚才您还帮着我大伯选土地 我不想跟您家结仇 他们三个伤势如何呀 等会儿我回家给他们拿些止疼药来 唉 小月 这 这都让我惭愧呀 李正 你也不用担心 这事儿就过去了 小狮子不会再追究了 要不 我去看看他们吧 当面解开这个劫 小月 你还是别去了吧 他们一直在骂你 你这孩子 会不会说话呀 请屋伺候你爹去 二姐 没关系 他们安了打 心里肯定不舒服 咱们改天再去看 今天先给李二叔继续治疗 如果他们三个用了我的止痛药 缓解了疼痛 自然就不会再骂了 唉 小月 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大老爷 这老安家的房子和田地都要拍卖了 薛明喜的药铺子啥时候卖啊 我手里攥着银子 这都不敢花 就怕前脚把银子用了 后脚薛家药铺就要拍卖了 上次就跟你说了 这是这些日子了 不过 估计要把老安家拍卖的理清了 才会拍卖薛明喜的铺子 小月姑娘啊 你别着急 反正一有了准确消息 我立马拆人给你送信 你倒是不必花了银子去做别的 以我的经验 估摸着就是这些日子 出不去这个月了 嗯 如此多谢大老爷了 大老爷 最近镇子上风声怎么样了 如果我大伯去竞拍老安家的土地 我接着又去买薛明喜的宅子 会不会拉仇恨啊 那些安元风的寨主 会不会背地里整我 不会的 你们放心吧 那镇子上最横的前九爷 被小世子给收拾了一顿 好像小世子还拿银子收买了那四 听说呀 是他已经把那些蹦他的最起劲的寨主 都给压下去了 剩下的都是吃哑巴亏的 所以我觉得吧 你们这事应该算是过去了 小世子倒是跟我提起一嘴 我没有细问 没想到他小小年纪的 还有这个能难 小世子可是了不得呢 可是 我说小月姑娘啊 小世子对你那么上心 纯王妃也喜欢你 你干嘛不好好抓住机会啊 人格有志嘛 大老爷 您给我偷个底儿 要来参加镜拍老安家田产的人多不多呀 我大伯现在买地盖房 有住的地方了 但乡下人 总是要有积木地才成啊 你们村那个地主 姓高的 还有几个富户也想买 毕竟 你们村离镇子上近 买了种粮食 在镇子上卖 也是方便呢 哎 小月啊 其实这次买不到也不方式 我给你透个小道消息 哎 你知道就行啊 跟别人不要提起 成 大老爷 我安小月嘴巴很紧 现在战事胶着 军费开销特别大 国库吃紧啊 朝廷有意想开荒卖地 你们村周围的山坡都要卖出去 别的坡子倒是一般 但南山坡是个风水宝地啊 以前是计划要修黄陵的 所以朝廷一直疯着 不准百姓自己开垦了种地 但现在不一样了 一旦到时候开荒出来 买那地方的卧土 可是划算啊 哎小月顿时眼睛亮了 他早就想买山坡 借山庄 大老爷 那南山坡什么时候买 还不一定呢 只是朝廷有风吹出来 要怎么办 还要看皇上的圣旨啊 如果有信了 我肯定告诉你 小月 你可一定保密啊 这事儿 你心里有点儿就行 且不可外传啊 包括你的家人 都别多说了去 我是看你给我治病 对我有恩 又是纯王妃 小世子和三爷 都叮嘱要关照的人 否则呀 我都不敢给你透露 大老爷放心 小月心里有数了 定不会外传给任何人 多谢您告知此事 挨小月一个拳头 他要再加把劲赚钱才行 一定要赶在卖山之前 赚够足够多的财富 绝不能错过了这次机会 请问 这里是安小月姑娘的家吗 我就是 可是 我好像不认识你啊 哦 在下孔书生 是镇子上 钱庄钱九爷身边办事的 你叫孔书生 是因为 你是一个书生吗 呃 你看起来就是书生啊 啊 是在下的名字 就叫做孔书生 因为在下的父母 在取名的时候 对我细语厚望 可惜在下生性愚钝 中了个铜生之后 便荒废了学业 你是前九爷的手下 莫非是 小狮子有事情 非也 先进屋吧 今天风挺大的 屋里暖和 小月姑娘 并不是小狮子有事情 而是小狮子跟我们前九爷交了朋友 拜托我们九爷 特地照顾你 而昨天 我们无意中知道了一件事 是关于你唐姐 安小枫的事情 我们寻思着 要提前给您打个招呼 我们也知道 小月姑娘冰雪聪明 但有些事情 防不慎防啊 孔叔生 您就直说吧 到底怎么了 安小凤要对我 或者我的家人做什么 安小凤 现在是花满楼的人了 而且 还跟许氏鞋 搅合在了一起 花满楼的老宝 跟我们九爷交情甚好 偷听到两人商量 提到了 烟土什么的 要知道 自本朝皇帝继位之后 一直严令禁止这东西 他们要贩卖烟土 谋取暴利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会做 这种违法的生意 但人家可以栽赃你啊 不仅要栽赃你 还有保生药部的陈大福 甚至 还有咱们府衙的大老爷 他们要怎么栽赃 你肯定知道的 对不对 你大伯下 不是在盖房子吗 请来了不少工人帮忙 这在盖房子的时候 动一动手脚 地域里埋一些东西 再容易不过了 现在 我们的人调查 到底哪个工人有问题 查到了之后 我们肯定立马告诉你 至于他们怎么一条龙死的 把保生药铺和大老爷都牵扯进去 虽然老保没有偷听到 但是反正都是那个套路嘛 套路 哎 烦心啊 小月姑娘 这事儿 我们九爷会鼎力相助 其实帮不了 经理 还有小世子 他若是知道 安小凤和许世杰 要这样暗算您 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就是 信义您的大伯 能不能够暂时停工一下 你们盖房子的进度缓一下 我们也好筹谋一下 不停工 如果按照进度 我们是昼夜赶工 明天白天地基就挖好了 然后明天晚上开始新工程 也就是说 那个被收买的工人 肯定是在明天晚上动手 我会亲自把人给抓住 而且不会打草惊蛇 然后 小月姑娘又收买那个工人 然后 咱们以笔之道 还师笔身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替我多谢九爷 以后有我安小月帮得上忙的 我肯定竭尽全力 小月姑娘客气了 小世子为人仗义 就希望我们多关照你 这会儿 我就给九爷回个话 有什么消息 我会再来打扰你 我跟你一起去镇子上 毕竟是关于烟土的事情 是违法的 我怎么着 也要跟大老爷交个底才行啊 而且 我也要跟保生药铺的陈老板 打个招呼 有的事情 需要大老爷和陈老板的配合 那行 咱们一起 到时候您办好了事 再把您给送回来 这个女人还想怎么样 大老爷 前些天 我看见安小凤回镇子上了 我以为您肯定给收拾了 没想到啊 您既然任由他在您的地盘上作妖 他要算计我 我还能理解 他既然还要算计大老爷您 那就天理难容了 他回来第一天 我就给他逮到府衙来了 可是 那女人威胁我呀 她知道我得了那种病 还染了一家子人 她说 这事她告诉了她的朋友 如果我扣下她 或者伤害她 她朋友会把这事传得满城风雨 我是丢不起这个人呢 我要给钱打发她走 她偏偏不走 还去了花满楼 我以为她消停了 没想到 她竟然还跟许世杰连成一气 搞这些事情 小月呀 如果真按照你的法子 安晓风被你给收拾了 那本官怎么办呢 她一出事 本官的名声就跟着垮了呀 小伯 咱们把安晓风给送走 我出银子 你想想办法 她若是会走 就不可能回来 大老爷 您是不是安排人去追杀她了 否则 她干嘛不去奔个好前程 干嘛回来报复 干嘛还要自己跳火坑 去花满楼当妓女 是啊 我是气不过呀 我本以为 她死面八方地跑 我就算是派了人 也未必找得到 没想到 我派出去的人 还真把她给找到了 后来 我听到的汇报 是安晓风死了 他们把安晓风 给逼坠崖了 几时丈高的地方掉下去 我觉得也是必死无疑啊 可没成想那女人命太大 竟然没死啊 所以啊 大难不死 她回来 就是要报复 哎 是啊 肯定是报复 现在我真是 哎 小月 万不可把她给逼急了 本官的仪式英明 会被她给毁掉啊 千万收下留情啊 这个女人真是可恶 大老爷 您别转圈了 收拾她 有的是办法 比如 把马仕和安利福 给放出来 让他们狗咬狗 但是 这也不顶用啊 而且 万一那马仕和安利福 出来之后 还跟安晓风 连成一气 岂不是更麻烦了 大老爷 您就不能聪明一点吗 老爷 咱们放人的时候 只要跟那母子俩 暗示几句 挑拨一下就是了 哎 本官真是急得都糊涂了 师爷 您放人的时候 一定卯足了劲去挑拨 别忘了告诉他们 安晓风在花门楼 吃香的喝辣的 还要说 南阳的怡春院 还盼着安晓风回去 如果回去给大家钱 小月 你想怎么做呀 把安晓风送走 解了大老爷的危机 然后收拾许氏捷安 那母女俩没有赢钱 加上对安晓风 一肚子的怨气 只要出去了 肯定到花门楼闹事 花门楼的老宝 跟前九爷熟络 前九爷肯定会帮着去协调 安晓风常住花门楼 并没有卖身给花门楼 老板无权把他给卖了 可是老宝可以把他赶出花门楼啊 我在让前九爷安排人 给他来一处打劫 把他身上的银子都打劫光了 住店都没有钱 到时候 安利福和马氏 肯定不会放过安晓风 师爷既然透露了 南阳怡春院想花大价钱 买安晓风 他们自然会把安晓风 绑去南阳 这是他们自家窝里的 既不会引得许师爷怀疑 又不会让安晓风 恨上大老爷 而去散播谣言 我就可以用原计划 继续收拾许师爷了 大老爷 我这样是不是很坏啊 小月姑娘真是说笑话了 大老爷 别的事情我安排就是了 就是等许师爷报官 带人去白沙村查我大伯的房子 您能不能受个累 亲自去一趟啊 您去了 我才能当众唱大戏啊 一定 一定啊 不过 这个安晓风 万一从南阳再跑回来 怎么办呢 大老爷的病 再有个半月光景 就能彻底好了 您要相信我安晓月的医术 到时候就算是太医来查验 也看不出来端倪 那安晓风如果敢胡说八道 那就是恶意造谣 污蔑朝廷命官 而安晓风不是什么聪明人 他如果被那母子俩缠住了 再给卖去南阳宜春院 不可能那么快脱身 好 甚好 只要本官的病彻底好了 看本官怎么收拾那个贱女人 大老爷 那我就告辞了 给您的药一定按时吃 新尊一拙 看看他那个妖魅的样子 真是恶心 听说还伺候过自己的亲弟和亲哥哥呢 哼 就穿个杀衣 还不是到现在没等到男人来点名 说什么呢 有着闲工夫去招呼客人呀 我理解 那个安晓风 不就是白吃了你不知道多少回的那位安秀才的亲妹子吗 你怎么不去找他逃要几个银钱呢 这两天他可抢了你不少生意呀 是啊 你们还共事过安云峰一个人呢 哼 天红 翠柳 你们是长本事了呀 敢跟我叫蛇根子 回头我让妈妈抽你们一人二十个耳瓜子 你们就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我们不是嚼嚼姐姐您的蛇根子 是您和小方太不识抬举了 刚才还扬言 说什么绸缎上的李二公子要娶他做小呢 那李二公子不是一直是姐姐您的入木之兵吗 我们这是替您打抱不平呢 是啊 他还说有他来了 莫莉姐姐就只能等着在这花满楼里人老猪黄了 就他 铁佩 凤 哟 这不是小凤妹子吗 这天都黑了 怎么还没有接到客人呀 就不劳你费心了 我自然有我要等的人 那个杀猪的王六倒是个爽快人 你看看 他在那边看着你呢 要不 姐姐给你牵线搭桥 今晚就是他了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有约了 哦 有约了 约了谁呀 是你亲哥 还是你亲爹 看小凤呢 给老子滚出来 看来你亲爹还是真的疼你 还特意来咱们这儿给你捧场 古往今来这么多青楼 这么多风尘女子 能跟亲爹和亲哥滚到一起的 你是头一份呀 一众青楼里的姑娘都在嬉笑嘲讽 她只能置若罔闻 回身进了自己的厢房里 安小凤呢 让他给老子滚出来 妈妈 您就真的不管了 让那个安利福在我们花满楼撒野 如果您今天放任了这个安利福 以后是不是什么阿玛阿狗的 都可以来花满楼站屋里去呢 莫里亚 如果今天没有显赫的客人过来 你就歇歇吧 看看那个安利福 像个漂亮小丑似的 看个热闹都不花钱 妈妈 她打碎了花瓶酒杯酒壶 这可都是银子 再说了 那安元凤昔日里欠了您多少银钱 还容着安元凤的爹在这里撒野 妈妈 我这不是替您着想吗 莫里亚 这安利福赶在我花满楼砸场子 我还容得下安小凤吗 我正愁没借口把那个女人赶走呢 镇子上有人放话 容不下她 借着这个机会 让他们自家人收拾自家人 先看着吧 等会儿啊 一起扫出去 还是妈妈英明 那莫里先去陪客人了 你 给我滚出去 安小凤 你好歹是我生的 你在这里享福 你知不知道你爹你奶 在大牢里过的什么苦日子 来人 来人了 快些两个混蛋 给我哄出去 花满楼马上要完蛋了 小凤 在这儿做没有前途 走 跟奶去南洋 南洋的怡春宴 开出三百两银子的价格 要你回去继续做呢 还要碰你当头牌 这可是求都求不到的好事啊 我早就跟老安家没有关系了 你们没有资格支配我的事情 你们马上给我滚出去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 让安小凤摔倒在地 几乎脑袋都是蒙的 你个死丫头就是欠揍 你还信不信安 银子呢 把银子都给我拿出来 你藏哪儿了 说银子呢 不说我撕碎了你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一个童子都没有 拿出来 娘 别给他画伤破了皮像 到时候买不出好价钱呢 跟什么过不去 也别跟银子过不去啊 你在这里接客好几天了 你不可能没有银子 快老实给我拿出来 是不是 如果我给你们银子了 你们就可以马上离开 小凤啊 你看看 你乃你爹也是穷得吃不上饭 否则也不会来找你呀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把银子拿出来 我们立马就走 不再来找你的麻烦 挨小凤咬着嘴唇 只能打开墙壁上的小暗格 拿出了一包银子 零零碎碎的 差不多三岁十两 全部都在这里了 省着点够你们花一阵子了 马上给我离开 小凤啊 我听说你没有卖给花满楼 你是自由身 既然这青楼女子这么赚钱 那乃给你再博一个好前程 这小镇子里的青楼算个屁呀 要做妓女 咱们就要做冥妓 那南洋的怡春月 给你大价钱 你们已经拿了银子 就走吧 别再只跟我丢人现眼了 走 是该走了 不过 你要跟我们一起走 在我花满楼里挑事 搬我花满楼的被子床单 还砸了那么多东西 你一句话都不说就想走 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吗 妈妈救我 妈妈 你要救我 妈妈 只要你救我 把他们赶出去 以后我坐的银子 九层都是您的 我就留下一场 当我的日常开箱 救我呀 妈妈 求您了 小凤 我是好心收留你在花满楼里 但是 你却给我招来这样的麻烦 我可不敢留你 否则 这砸场子的事情 今天发生了 指不定明天 后天还要发生 我们花满楼是镇子上的小买卖 比不上你在南洋仪春院呢 妈妈 不是的 我只想安心在你这里 我哪里都不想去 求您了 你救我这次 您就是我的大安人 不要让他们把我带走 来人 把这两个人丢出去 打一顿 干在花满楼撒野 必须给他们点颜色 而且 我花满楼的姑娘 不是谁想带走 就可以带走的 如果今天开了这个头 以后花满楼的生意 就别做了 重心妈妈 哎 别 可别谢我 有人来花满楼撒野 我定然是容不下的 并不是为了你 安小凤啊 你确实是在南洋 见过大事面的 来了我这花满楼 也算是替我赚了几天的银钱 但你跟别的姑娘不一样啊 人家都是无牵无挂的 你倒是亲戚一大串 妈妈 我保证 我会想办法 不让任何人再来捣乱 求你不要跟我走 哎呀 小凤啊 不是妈妈我很心 而是花满楼 是小本生意 比不上经理和南洋的大忌愿 经不起隔三差五的被砸场子 今天是你爹来 明天会不会是你哥来啊 还保不齐安小月 会不会来找你麻烦 把安小凤给我轰出去 永远禁止她进花满楼 马上改任 哎呀 这热闹看完了 大家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啊 打扰了各位 我给大家赔不是 大家继续 有没有给他们留几个银钱 留了十两银子 是抢走后 拿回来的时候 故意一不小心掉在地上的 我看见他们捡起来了 很好 九爷 我办事 您放心 放心 放心 嘿嘿 好了 好戏看完了 给我们找几个嫩点的姑娘 要干净点的啊 安小凤 兜了个大圈子 结果还不都是一样啊 你还是要跟着我们去南洋 被那么多话做什么 给我把她给绑了 连夜的咱们就奔南洋 爹 南 你们饶了我吧 让我留下来 我要报仇 我要对付安小月 难道你们不想对付安小月了吧 我杀了安小月的心都有 但是 我现在更缺银子 而且 安小月我暂时惹不起 爹 我有全盘的计划 你只要放了我 也就三五天时间 我就可以让安小月去死 放了我 我可以给你们出气 而且 办到安小月 我可以得大把的银子 到时候都给你们 要几百两 上千两 你以为我们会信你个死丫头 走 南洋去不去 刚好顺路 二两银子把你们送到 车夫是前九夜安排过来的 用很便宜的价格吸引他们去坐 其实 就是要一路保护他们 让他们平安抵达南洋 让安小凤无法再回来 师爷一直在去南洋的官道等着 看着安小凤他们那辆马车离开 才算是彻底的踏实下来 急急地去给大老爷报信 也安排了人去白沙村给安小月报信 你们要做的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就看我的了 替我谢谢九爷和大老爷 小月 今晚真的有人会在地基里面买烟土吗 这都后半夜了呀 会不会消息是假的呀 绝对是真的 估计就是这个时候了 大伯 爹 你们坚持一下 估计就是他了 烟土 爹 大伯 咱们动手 抓他跟人赃并货 但不要惊动另外的人 我还要利用这个毛海生呢 阿力本和阿力柱一起冲过去 也就一瞬间 就把毛海生给逮住了 人赃并货 把人和烟土一起带回家去 你眼皮子可真是够浅的呀 许世杰才给你十两银子 你就愿意为他做这种 掉脑袋的事情 就十两 你就要死在这十两银子上了 明天一早 我就把你和烟土 一起送到斐亚大老爷那里 怕是能判个斩力爵吧 哦不 斩力爵都是轻判了 估计是凌迟处死 三百六十刀 我刮你三天三夜 活活疼死 小月姑娘 是我错了 我贪财 是我猪油蒙了心 我是太缺银子了 家里老父亲病重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 否则我也不敢做出这种事情啊 饶了我 饶了我 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凭什么饶了你啊 你如果今天得手了 那死的是我们安家大房和二房 共计八口人 甚至可能牵连更多的人 我求你了小月姑娘 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如果出事了 我一家老小也没法活了呀 不用担心 你跟烟图有牵扯 会住连全家的 你们一起送死 黄泉路上有个伴 小月姑娘 我的家人都不知道啊 我爹重病 而且小儿子才满月呀 他们跟这事没有牵连 但你把他们牵扯进来了呀 死了活该啊 小月姑娘 我求你饶我一次 我再也不敢了 我为你做牛做马 只求你饶我这一次 好吧 看在你这样苦苦哀求的份上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替我做事情才行 行 行啊 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可以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装作你今天得手了 去给许世杰汇报 成 没问题 我一定不会让他看出什么来 小月姑娘 我这样做 许世杰冤枉你们不成 就知道我在撒谎了 许世杰不会放过我呀 他有不少打手 他会活活打死我的 到时候你指证许世杰 说私藏烟土的是许世杰 许世杰沾了这东西 你觉得官府会让他逍遥法外吗 他到时候想收拾你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要你做的这事就这么简单 一个是演戏 一个是指证 成 我做 只要小月姑娘保住我 没问题 不过 我也把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你今天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到 我安小月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有本事今天抓住你 你应该心里有数 我就必然有本事再抓住你 而且 我要你死 要你的家人死 我有的是办法 还不会牵连自己 我是大夫 我会治病 也会杀人 是 是是是 我明白 我不会背叛小月姑娘你的 你去忙你的吧 别露出马脚 小月 如果真的这样做 怕是许世杰一家子活不了了 要不 我们自保得了 别做那些事情了 回头啊 把这些烟图给烧了 也就没事了 爹 如果许世杰得手了 那我们一家子就活不了了 还有牵连陈老板和大老爷 而且 之前我算是放了许世杰一马 没有打压他到底 但他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么快就又对我们出手 一出手就是杀掌 爹 你信不信 如果这次我们只是自保 怕是过不了一些日子 那许世杰还要出手对付我们 防不胜防啊 二弟 就听小月的吧 你忘了爹他们 怎么绑着小离的事情吗 嗯 那就这样办吧